丁婉勤走出医院,脸上是疲惫的绝望,耳边回荡着医生的话,丁小姐,你母亲的情况很不乐观,我们建议尽快做手术,现在有肾源,如果你能在两天内凑足20万的手术费,我们会优先给你母亲治疗,不然,我们只能去救别的病人,20万,她去哪里凑20万? 妈妈病了两年了,离开那个家时得到的赡养费都花光了,难道要再回去要吗?为了救母亲,她不是没回去过,但每次都遭受那对母女的冷嘲热讽,而那个生她的父亲,根本就不管,但为了母亲,她必须再试一次,快步走进街边的电话超市,她拨通了某人的电话,是我,什么事?丁志刚不耐烦地问,妈妈不行了,她愤怒地说,你抛弃了我们,连她的死活都不管, 你良心过得去嘛,20万而已,你这点都不给我,婉晴,你冷静点,丁志刚说,她不是不管,只是她每次去家里,她现在的老婆都在,她怎么敢给她钱,而且,她公司最近出了问题,别说20万,两万她都省着花,妈妈都要死了,我要怎么冷静,婉晴大好,如果她死了,我也去死,我们做鬼都不会放过你,好了好了,你现在来公司找我,丁志刚说, 丁婉晴挂上电话,飞快地赶过去,走进公司,却被告知丁志刚在会客,她只能坐在外面等,等了半个小时,就在她狂躁地以为被骗了时,办公室的门打开了,她急忙站起来,冲过去才发现不是丁志刚,但来不及了,她已经与对方撞在一起, 吴,好痛,这人是铜墙铁壁嘛,你干什么,耳边有人大喊,她还没反应过来,就感觉自己手腕一紧,人已经被扯到一边,她抬起头,发现拉扯自己的是丁志刚,她的生生负气,丁志刚没看她,问那个被她撞到的人, 穆总很抱歉,你没事吧,婉晴见她呈簧呈口,微微一惊,知道自己装到了了不得的人物,不然她不会这种反应,她抬起头,看见一个年轻的男人,男人穿着剪裁合体的三件式手工意大利西装,身材齐长,表情冷酷,给人不怒而微的气势感和压迫感,而她正在看着她,双眼如鹰,如捕猎般的眼神,吓得她倒退一步,男人闲适地扫了她一眼, 眼神快速地从她脸上移到脚上,然后头也不回地往外走去,丁志刚跟在她身后,整个人毕恭毕敬,点头哈腰,俨然把她当成了上帝,走到电梯门口,年轻的男人转过身来,用冰冷的嗓音说,丁董请回,不用送了,是是是,丁志刚继续点头哈腰,男人迈步走进电梯,当电梯门关上,他对身边的属下说,查一下刚刚那个女人,丁婉晴跟丁志刚走进去, 两妇女根本无话可谈,只能直入正题,丁志刚拿出支票本,要多少? 生缘和手术费最少要20万,不算后期治疗,你看着给吧,婉晴说,丁志刚看她一眼,无奈地签了一张50万的支票,这样应该够吧? 最近公司出了问题,我也差钱,不能给你更多了,以后有问题,你直接打电话给我,不要去家里,你阿姨会不高兴,婉晴抢过支票,我会还你的,说完转身就走 他刚走半个小时,丁志刚桌上的电话响起,喂,丁斗,话筒里传来男人沉稳的声音 穆总,丁志刚受宠若惊,整个人弹跳而起,就是隔着电话,他都忍不住被对方的欺世所震慑 因为对方可是本事有名的地产大亨,牧师集团的现任总裁穆天阳 穆天阳如闲聊半问,丁董很想和我签那份合约 那是当然,丁志刚毫不犹豫地承认,最近几个月,他都在为这事努力 因为投资不当,公司每况愈下,眼看就要破产了 他只想攀上穆天阳这棵大树,那我们晚上一起吃顿饭,好好商量一下 好好好,丁志刚不敢相信,穆天阳刚刚还不同意 怎么突然就变了,不过只要能签约,他才不管发生了什么事 穆天阳一笑,突然转了话题,听说丁董除了那位叫丁采言的大女儿 还有一位叫丁婉琴的小女儿,丁志刚一愣,瞬间明白了什么 说,是,就是刚刚撞到穆总那位,看样子穆天阳查过了 不然不会这么问,短短半个小时就查到了 穆家的势力果然不容小觑,那晚上把他也带上吧 穆天阳说,我挺喜欢他的 丁志刚正了片刻,急忙答应 穆天阳的喜欢,自然有别的含义 他是男人,又在这个圈子打滚这么多年,怎么会不明白 他之前安排采言和穆天阳认识 穆天阳就是不喜欢,谁知道会一眼看上婉琴 不过这种情况,谁都知道穆天阳只是图新鲜,想玩一玩而已 他真的要牺牲婉琴嘛 挂上电话,丁志刚发了一会儿呆,最后还是狠心做了决定 婉琴没有手机,他联系不到他,只能让他来联系自己 他给银行打了一个电话,取消了那张支票 婉琴已经在银行排队,终于轮到他时,却被告知支票无效 他呆浪了几分钟,去给丁志刚打电话,支票兑现不了 是吗,丁志刚洋装惊讶,可能是账户出了问题 我最近财务紧张,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 那怎么办,婉琴看着支票,很绝望 一次拿钱容易,再想拿还有可能吗 妈妈怎么办,丁志刚说 这样吧,晚上我们一起吃饭,你把你的账号给我 我直接打你卡上 婉琴沉默了一会儿,说 好,挂了电话,他回医院陪母亲 六点时再次给丁志刚打电话 在哪里吃饭,我让司机去接你 丁志刚说 我在医院,丁志刚愣了一下,挂了电话 婉琴坐在医院外的长椅上,等了十多分钟 司机来了,上车后 他闭眼靠在座椅上 一阵时间后,司机叫他 他以为到了,下车去发现 司机把他带进了一家时上沙楼 做什么,他问,司机说 董事长在西餐厅定位,需要穿正装 特意嘱咐我带小姐过来打理一下 婉琴开着自己朴素地穿着 心里很窝火,不过为了五十万 他忍了 两个小时后,他到达餐厅 肚子已经饿得不行了 小姐有预约吗? 餐厅适应声问 丁志刚,请随我来 适应声看了他一眼,带他往前走 餐厅的空调开得很大,他觉得肩膀发凉 很想伸手捂一下 但那种动作太不雅观了 他只能忍着 走进丁志刚的餐桌 他发现那里不止丁志刚一个人 还有一个男人背对着他 他迟疑地停下 叫道 爸,丁志刚急忙站起来 笑道 你来了 快过来 他吓了一跳 因为丁志刚的笑容里居然有讨好的成分 这不正常 绝对不正常 就在这时 那个一直被对着他的男人转过身来 懒散的双眼在见到他时闪过一抹金光 他一眼认出 这是下午在公司撞到的那个男人 这是牧师集团的总裁 快叫穆总 丁志刚催促道 他僵立在原地 呆呆地叫了一声 穆总 穆天阳笑了一下 双眼开始从头到脚地打量他 他穿着浅紫色的抹胸小礼服 头发堆叠在一边 画着俏丽的妆容 向下一瞄 他精致地锁骨裸露在外 一条闪光的水晶项链垂在胸前 招摇地吸引着人的视线 不错的打扮 他满意地勾唇 回头对丁志刚说 明天你到我公司签合同吧 是 丁志刚一喜 抬头对婉晴说 婉晴 给穆总倒一下脚 婉晴防备地看了他一眼 走到桌边 拿起红酒瓶 缓缓地倒进穆天阳面前的高脚杯里 到晚后发现他在看着自己 他尴尬地笑了一下 说 穆总请用 正要走 他突然抓住了他的手 他吓了一跳 正要出声 他另一只手捏住他的下巴 拇指轻抚过他的唇 说 我不喜欢擦口红的女人 婉晴吓得不行 急忙挣脱他的手 跑到丁志刚身边 爸 穆天阳端起酒 淡淡地瞄了他一眼 丁志刚将他按在座位上 说 穆总和你开玩笑的 我去一下洗手间 你先吃 不 婉晴想拉住他 但他已经飞快地走了 婉晴见他不是去洗手间 而是走向餐厅外 知道自己被卖了 爬起来就跑 穆天阳坐在位置上 没有动 自己给自己倒了一杯酒 慢慢地品着 婉晴跑出餐厅 突然被人拉住 邋遢的是两个男人 一身黑西装 戴着黑眼镜 就像电影里的黑社会 他挣扎着大叫 你们干什么 放开我 我们是穆先生的手下 其中一个男人说 丁小姐请在这里等穆先生 婉晴一惊 回头看餐厅 见穆天阳夺着不悠闲地走来 他又挣扎了几下 但无济于事 穆天阳走到他面前 手一挥 那两个男人就放开了他 人也快速地消失在他们眼前 他伸手俯着他的脸 说 你爸爸你卖给我了 一块价值两亿的地 有没有觉得自己很值钱 你 你混蛋 想不想救你吗 他问 婉晴一愣 望着他 他说 你爸爸不会再管你了 你如果听我的话 你妈妈明天就可以动手术 最好的医生 最好的药 一切都是最好的 不然 他明天连病房都没得住 婉晴呆呆地望着他 过了很久 默默地垂下头 双肩发抖 他没有骂 没有闹 更没有走 慕天阳知道他妥协了 满意地说 你很懂事 这样才不会吃苦 上车后 慕天阳问 你几岁 婉晴看了他一眼 结结巴巴地说 十 十七 才十七 还在读书 婉晴哆哆嗦嗦地摇头 十七岁怎么不读书 妈妈 妈妈生病 没钱了 还要照顾他 说完 他紧紧地咬着下唇 企图克服内心的恐惧 他伸手握住他的下巴 将他的脸扳过去 别咬 都咬破了 说完轻声稳住他 婉晴一惊 使尽想要推开他 但他将他重重地压在座椅上 他动弹不得 吓得哭起来 片刻后 他放开了他 舔了舔嘴角 味道比我想象的还好 你放了我吧 婉晴抽气着说 他冷笑一声 不管你妈的死活了 婉晴一正 绝望地扶在座椅上 不久 车停了下来 他抓着他手臂将他拉下车 他抬眼看到一栋小别墅 惊得双腿发软 他拉着他往里走 上了楼 走进其中一间房间 终于放开了他 接着 他开始脱衣服 婉晴瑟瑟地抱着双臂 跌跌撞撞地往后退 他回头 冷眸一扫 一把把他抓过去 甩在了床上 安婉晴被摔得头晕眼花 正要爬起来 他人已经扑了过去 感觉到他的手在自己身上乱摸 他大叫 不要 放开我 他非但没有停下来 反而越来越粗暴 吃辣一声撕破了他的礼服 他感觉胸前一凉 急忙用手挡住 求求你 不要 不要 他掐住他的下颚 猛地吻过去 五 婉晴甩甩头 想说话 但说不出 他粗暴地吻着他 双手在他身上游走 很快将他拖得一丝不挂 不 婉晴乌夜地哭泣 挣脱他的腕 双手胡乱地垂打他 他掐住他的双手 将它们拉过头顶 低头在他唇上狠狠地咬了一下 一股血腥味冲斥在嘴里 他感到痛 感到压在自己身上的力量 直到跑不掉了 绝望地哭泣 他抬起头 冷冷地看了他一眼 低下头发疯一样啃噬他的脖子 痛 他扭动身子 哭着求饶 求你放过我吧 就在这时 他吻到了他胸口 用力一吸吸出一枚红印 啊 婉晴不知道这是什么感觉 有痛又有陌生的战力 别 求你了 不要 放了我吧 他抬起头 眼里闪过一丝冷意 突然分开他的腿 腰部一挺 啊婉晴痛地攻起身子 手指抓在他背上 拖出五刀长长的血痕 刺痛让他身子一阵站立 猛地抽出 又狠狠地撞回去 痛婉晴大叫 像要断气了一样躺在床上 慕天羊看着他 握住他两只腿 跪在床上律动起来 没有一点怜香惜语 痛啊 他哭道 求求你 停下来 好痛 他求了很久 慢慢地没有了力气 只剩下无夜的哭声 最后 他如破布娃娃一样躺在床上 双眼空洞地弯着天花板 身子随着他的撞击起起伏伏 他不知道他坐了多久 当他再次低吼着 瘫倒在他身上 他完全没有反应 他喘息了几分钟 爬起来 退开 下了床 他缓步走到床头 拧住他的下巴 让他看着他 他看见他腰间恶心的东西 还滴着液体 他眨了眨眼 手微微颤了颤 低头在他眼睛上往了一下 几秒地停顿 又放开他 头也不回地走向浴室 婉晴仍然躺在床上 像死了一样 几分钟后 他走出来 不着寸缕 浑身都滴着水 只拿了一张毛巾擦拭头发 他走到他面前 将他身体扫了一眼 看到他双腿间已经干涸的血迹 露出一个意味不明的笑容 干净的女孩 很好 去洗澡 他有力地手指握住他的下巴 不想再来一次 就听我的话 婉晴颤了一下 慢慢地爬起来 鼓着被子走向浴室 他觉得浑身都痛 但比不过心上的痛 居然是他的亲生父亲卖了他 在母亲正需要救助的时候 泡在浴缸里 他崩溃地哭出声来 不知道什么时候 有人按住了他的头 将他拉起来 洗干净了 他望着他 满身恐惧 再给你五分钟 说完 他走了出去 五分钟 他慌慌地拿起沐浴露 以最快的速度洗干净 走出浴室 见他坐在床上 他直视着他 冷酷地说 过来 他慢慢地走过去 他将他拉到自己腿间 放下他护卫的双手 缓缓拉开他的浴巾 他还要吗 我很累了 他带着哭腔说 但他还是扯落了他的浴巾 看着他身上密密麻麻的印记 低头地咬住一边的红樱桃 轻轻瞬息 婉晴咬紧下唇 不让自己哭出声来 他轻了一会儿 放开 只见樱桃挺立 上面沾满了自己的唾液 在灯光下散发着诱人的光泽 看着眼前的情景 他满意地笑了一下 起身往外走 你今晚就睡这里 他离开房间后 婉晴站起来 想要逃跑 走了一步 他脑子一晕 差点栽倒 但他很快站直 揉了揉太阳雪 往门口走去 将耳朵贴在门板上听了一会儿 没听到任何动静 他悄悄打开门 不知道自己能不能逃出去 轻轻地眼上门 他转身走到屋子正中央 捡起自己的裙子 将玉巾扯落 还没够 背后突然传来声音 啊 他惊叫一声 回头见慕天阳站在门口 他吓了一跳 用衣服遮住自己 结结巴巴地说 我 我想睡觉 穿着礼服睡觉 他危险地一条眉 朝他走过来 你不是想逃跑吧 我没有 婉晴下意识地否认 说完 看他的表情就知道自己在撒谎 他害怕地后退 双腿发软 我 我没有睡衣 所以只能穿礼服 他点头 我也没有 那就别穿吧 婉晴呆呆地望着他 他伸手在他手骨上摸了一下 惊得他跳起来 上床去吧 别惹我生气 他冷酷地说 婉晴蹲下身 松开礼服 捡起玉巾裹在身上 迟疑地走到床边 上了床 背套上还残留着的气息 令他一阵作呕 但他忍下了 必须忍下 他闭上眼 睫毛因为害怕而颤倒 片刻后 慕天阳在旁边躺下 他浑身僵硬 慕天阳吃笑一声 没理他 他很累 很快就睡着了 但是噩梦连连 第二天醒来 天已经大亮 他坐在床上 看着陌生的房间和地上散落的衣物 整个人羞愤欲死 厕所传来水声 他知道是慕天阳在里面 不知道该怎么办 逃 逃得掉吗 门喀拉一声打开 慕天阳走出来 婉晴看过去 见他腰上裹着浴巾 上半身裸露在外 他握着一块浴巾 正在擦头发 水顺着发烧滴在胸口 顺着他的肌肉流下去 看到这样的场景 莫名的 他害怕起来 把药吃了 慕天阳说 药 什么药 婉晴蒸蒸地望着他 他看了一眼床头 他顺着他看过去 见床头柜上摆着一盒药 还有一杯水 他颤抖地拿起来 看到几个扎眼的字 事后紧急避孕 慕天阳走向衣帽间 以后自己准备药 不管你是前吃还是事后吃 他突然停下 转身看着他 记住 你没资格生下我的孩子 所以最好按时吃药 不然你承担不起后果 婉晴握着药的手颤抖 缓缓地拆开 照着说明书吃了 放下水杯 看见旁边有一套你姓的衣服 最上面居然是内衣裤 他疑惑地伸手 又缩回来 扭头看向衣帽间 片刻后 衣帽间的门打开 吓得他火速低头 慕天阳已经换好衣服 一边打领带一边走出来 把衣服换上 昨天那套不要穿了 听他不吭声 他提高音量 听见了吗 听见了 婉晴开口 声音小得可怜 害怕他没听见 他亲了亲喉咙 睡 这次他听见了 满意地点了一下头 离开房间 婉晴慢慢地穿好衣服下楼 每走一步 都感觉四处隐隐作痛 想到昨晚的狂风暴雨 他真想杀了自己 楼下客厅里空无一人 他无措地站了一会儿 想起妈妈还在医院 马上朝大门走去 他不能死 无论如何都不能死 妈妈需要他 他得去医院 妈妈要做手术 走出别墅 见昨天那两个手下站在外面 他愣住了 丁小姐请回 二人礼貌地阻止他继续前进 我要去医院 他说 总裁有交代 你不能离开 为什么 婉晴大叫 这是总裁交代的 他愣住 不知道该怎么办 天课后问 他去哪里了 总裁去上班了 丁小姐请回屋里等吧 我要去医院 婉晴说 我妈妈要做手术 先生交代 你不能离开这栋房子 两个手下冰冷地说完 将他推进屋中 锁上了门 婉晴扭了扭门吧 拍着门板大喊起来 你们放我出去 下午 穆天阳回来 见婉晴死气沉沉地倒在沙发上 旁边的茶几上摆放着盒饭 应该是保镖中午给他买的 他走过去 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不吃饭 饿死了值得吗 婉晴眨了眨眼 缓缓地坐起来 抓住他的裤子 我妈呢 她怎么样了 把饭吃了我就告诉你 婉晴愣了一下 点头 我吃 我马上吃 说完就打开盒饭 狼吞虎咽起来 虽然盒饭已经冷了 但为了得到母亲的消息 他还是把他们吃得一点不剩 吃完 他按着因为吃太快有些胀痛的胃 望着沐天阳 现在 可以告诉我了吗 沐天阳看了他一会儿 转身往外走 走吧 婉晴马上跟上去 被他带到医院 移到医院 他就往徐可威的病房跑 但病床上根本没有徐可威的身影 他愣了一下 回头问 我妈呢 在吴军病房 沐天阳说 上午刚做了手术 很成功 吴军病房在哪里 沐天阳转身 他跟上去 走到吴军病房外 见徐可威带着氧气罩 安然地躺在病床上 婉晴伸手想碰他 但只能碰到一片冰冷的玻璃 妈 他忍不住哭起来 不能自已 哭什么 沐天阳说 看够了就走了 婉晴回头 看着他 我想在这里陪他 他锐利地看着他 别忘了 你现在是我的 昨晚不是已经 他冷笑一声 你以为一晚上够吗 你还没那么值钱 婉晴被绝屈辱 难过地低下头 片刻后说 可我妈妈需要人照顾 我已经给他请了最好的护士 可是 没有可是 沐天阳说 再可是 我就叫人把他的氧气停了 把他扔到垃圾堆去 我看他活到了几天 婉晴恨恨地望着他 他冷笑 恨吧 但别忘了 他是我救的 婉晴隐忍地低下头 一步三回头地跟上他的脚步 离开医院 沐天阳开车到一家西餐厅 你先下车 在门口等我 我去停车 沐天阳说 婉晴一浪 点头 哦 他抬起他的下巴 别想逃跑 知道吗 是 他怎么知道他想逃跑 他哼了一声 甩开他 下去吧 婉晴缓缓地下车 站在西餐厅的外墙下 看着他把车开走 他望着开阔的马路 还是想逃跑 想着许可威还躺在病房里 而他居然来吃西餐 好罪恶 这时 他看见一辆眼熟的汽车开过来 情不自禁地走过去 汽车在他前面停下 两个女人从车上下来 接着汽车开远 应该也是去找地方停车 你把这场经济危机终于度过去了 一会儿我们去把卡德亚那个耳环买下来 雪丽娜说着 一转身与婉晴撞在一起 经不住大好 干什么 没长牙 丁婉晴 你在这里做什么 旁边另一个女人丁采言嫌悟地说 婉晴看着他们 他们就是她父亲现在的正排妻女 享受着本应该属于她和母亲的一切 你妈死了吗 雪丽娜得意忧恶毒地问 你在这里做什么 说着 她突然一愣 眼光扫过她的脖子 伸手抬起她下巴 婉晴一掌将她排开 眼中满是怒火 她大笑一声 瞧我看见了什么 吻恒呀 你不是还在上高中吗 这么早就谈恋爱了 还谈得这么火热 婉晴听了 脸色一变 伸手捂住脖子 吻都吻了 还捂什么 丁采言说 敢做还不敢认啊 薛丽娜见她脸色心虚 一愣 你该不会是出来卖吧 你胡说什么 婉晴大吼 薛丽娜吓了一跳 接着说 怎么 恼羞成梦啊 被我说中了吧 丁采言不可置信地说 你居然去卖身 真是丢了爸爸的脸 婉晴又羞又怒 扑过去就打 你们给我闭嘴 狐狸精 你骂谁是狐狸精 薛丽娜和丁采言大怒 一把将她推开 啊她跌倒在地上 抬头 听到丁志刚的声音 在闹什么 还不进去 丁志刚走过来 看到婉晴脸色一变 你 你怎么在这里 婉晴望着她 冷笑一声 我怎么不能在这里 昨夜 就是她 她的亲生父亲 亲手将她推入火坑 丁志刚脸色一阵白一阵红 说不出话来 她甚至不敢看她 只能将眼神望向别处 说什么 进去了 我都要饿死了 薛丽娜说 扯着丁志刚就往餐厅里走 婉晴趴在地上 看着他们的鞋尖 从自己面前经过 很想拿一把尖刀刺过去 突然 她大叫一声 丁志刚 丁志刚一将 停在原地 回头看着她 她 叫她的名字 她直接喊她的名字 她可是她父亲 我是不是你的女儿 婉晴悠悠地问 丁志刚脸色刷白 看什么看 牛排都快没了 薛丽娜 妈妈咧咧地把丁志刚拉走了 婉晴望着她的背影 难受地哭泣 突然 一双金色的高跟凉鞋 出现在她面前 她抬起头 看到了丁采颜高傲的表情 和你妈一起去死吧 丁采颜说 抬起脚在她手上 狠狠地踩了一下 阿婉晴痛地尖叫 满地打滚 丁采颜已经踩着高跟鞋头 也不回得进去了 好痛 婉晴痛地浑身发抖 路过的行人都围过来看着她 看什么 慕天阳回来了 扫视众人一眼 不帮忙就滚开 大家被她凌厉的眼神吓了一跳 纷纷走了 她走到婉晴身边 将她扶起来 看着她红肿破皮的左手 问 谁干的 婉晴哭倒在她怀里 气不成声 她快要痛晕了 根本听不见她说什么 谁 干 的 慕天阳沉下声音问 是 是采颜 采颜 丁采颜 很好 感动她的女人 她会让她好看 我好痛 忍着 慕天阳推开她往餐厅里走 婉晴身子晃了一下 看清她的动作 大叫 我不想吃了 你说什么 慕天阳危险的杨启梅 她拉住她 祈求道 我求求你了 我们走吧 我不想进去 我不要进去 如果被薛丽娜看见他们在一起 她卖身的事实不是被坐实了 就算她真的卖了 她也不要薛丽娜知道 她不要接受薛丽娜的冷嘲热讽 慕天阳看了看餐厅内 根本看不到丁家一家三口的身影 因为薛丽娜害怕丈夫关心婉晴 特意选了另一边角落的位置 他们看不到马路上 马路上也看不到他们 好吧 看在你受伤的份上 慕天阳说 她先带她去医院 经过检查 发现她的骨头差点被踩裂 慕天阳听后 嘴角闪过一丝阴冷的笑意 钉采言 我都没采 你竟然敢采 伤口处理好 二人走出急诊室 婉晴望着住院部 十分不舍 这是她妈妈住院的医院 现在她妈妈就在楼上 她好想去看一眼 慕天阳看穿了她的想法 是恩的说 上去看一眼吧 给你五分钟 婉晴愣了一下 摇头 还是不要了 如果妈妈醒着 看到她这个样子会担心的 慕天阳皱了皱眉 转身就走 既然不要 以后就不要让我看到你这副表情 婉晴吓了一跳 捧着包扎好的手跟上去 慕天阳没再去找餐馆 直接回了家 别墅里灯亮着 婉晴有些奇怪 她记得今天白天在那里时 除了她没有别人 难道 她的家人在 走进别墅 迎面走来一个 一折朴素的中年女人 对慕天阳说 先生 你回来了 我是张美丰 知道了 慕天阳摆摆手 去做两份晚饭 是 张美丰马上往厨房走去 慕天阳在沙发里坐下 对婉晴说 她是刚来的保姆 以后你的一日三餐由她负责 从明天起 保镖阿诚和阿华会轮流跟着你 你要出门就叫他们开车送你 想要什么东西就叫他们去买顿了一下 她思索地看着她 我想你不用出门吧 你好像没哪里可以去 那就好好待在家里好了 我妈妈 去浴室帮我放一下洗澡水 她打断她 婉晴一致 有些反应不过来 她挑眉 没听见 听见了 婉晴娜娜地说 转身上楼 根据记忆回到那间充满噩梦的房间 走进浴室 她只能用一只手 拧开水龙头 试了水温 就愣证地看着水浆浴缸灌满 背后传来声音 她吓了一跳 回头见慕天阳走了进来 慕天阳懒散地揉了揉脖子 解开衬衣的扣子 婉晴说 我 我先出去了 慕天阳一把勾住她的腰 将她抱在滑里 一起洗 你一只手不方便 我帮你 不用了婉晴尖叫 我去帮忙做饭 做饭是保姆的事 她将她按在墙上 膝盖抵在她双腿中间 在这里 你是主子 不用做那些事 我的女人 我还养得起 她的女人 婉晴觉得这个说法好刺耳 就好像她失去了一切人生自由一样 她紧张地看着她 我 我先出去 我不想麻烦你 我不怕麻烦 她说 抬手解她胸前的扣子 婉晴用眉受伤的手抓住她 想阻止她 但这根本毫无用处 她那点力气 她甚至不用推开 就照常把她的衣服解开了 看着她身上残留的亲子 她想起昨夜的激情 下半身有些蠢蠢欲动 她更加靠近她 让她能感受到自己突然薄发的欲望 一边吻她一边问 是不是还在痛 这样的问题 婉晴羞于其耻 深深地将头埋在自己的肩膀上 慕天阳撩起她的裙子 将她的内裤脱下 她惊恐地发抖 不知道她要干什么 突然 她没有任何前夕就进入了她 通婉晴大叫一声 为受伤的手死死地抓住她肩膀 受伤的手无力地垂在一边 下次叫你做事 听话点 慕天阳开始运动 听话 就不会痛 呜呜呜 婉晴痛得直流泪 只能被动地认她为所欲为 第二天一早 慕天阳带婉晴去商场 身后跟着阿诚和阿化两个保镖 这件 这件 还有这件 慕天阳随手指了一堆衣服 对婉晴说 去使 婉晴愣了一下 跟着店员走进十一间 换好一件出来 见她坐在一边看报纸 她走过去 小心翼翼地问 可以吗 慕天阳头也不抬 换 婉晴回到试衣间 重新换了一件出来 继续 第三件 换 第四件 再换 她根本就没看 婉晴忐忑不安 不知道她要干什么 店员也忐忑不安 不知道要什么样的衣服 才入得了她的法眼 最后 她懒得再开口 婉晴也不敢再问 就一直是一直是 事到疲倦 慕走 导购走到慕天阳身边 战战兢兢地说 已经试完了 慕天阳从报纸中抬起头 所有的都试完了 是 尺码合适的全部包起来 她放下报纸 别包错了 让我发现一件不合适的 小心你的饭碗 是 店员大声说 马上去打包 慕天阳站起身 招手把婉晴叫到自己身边 拨了拨她的头发 累了 婉晴张嘴 本想说是 但意想不对 马上摇了摇头 那就好 她果然喜欢这个答案 搂着她向外走 对店员说 衣服连同账单 一起送到家里 接着 她带婉晴到卖鞋的庄柜 又让她一口气试了几十双鞋 婉晴不想要这种恩赐 但她不敢拒绝 如果再反抗她 她不知道会遭受什么样的后果 如果能让她花钱花得高兴 说不定还少受点罪 走出鞋店 穆天羊搂着她 在她耳边说 现在去给你买几件珠宝 化妆品和内衣 还有别的什么你需要的 下午自己来买 听到内衣二字 婉晴的脸一红 买好看的 她说 脱了衣服 我希望有惊喜 多买点 不够二十套 你就自己看着办吧 我知道了 她满意地在她脸上啄了一下 带着她去珠宝店 她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珠宝 妈妈本来有两件值钱的 是离婚时从丁家带出来的 可为了治病都卖了 丁采言逢年过节 心血来潮 都会去买珠宝 如果她没离开丁家 也是那样简易玉食 珠光宝气的大小姐 想什么 穆天羊在她耳边问 我觉得这个耳环好闪 珠宝哪有不闪的 嗯 就这个吧 婉晴把耳环取下来 突然疑惑 她要什么时候带 她不是不准她出门吗 难道天天在家里打扮好 等她回去看一眼 穆天羊的手机突然响起 她拿出来一看 皱眉接起 喂 穆先生 那边说 24号床的病人醒了 再问她的女儿 平常她不在 你们怎么说的 哦 昨天晚上就醒了 已经问过好几次了 所以 知道了 穆天羊挂了电话 婉晴没听见那边说什么 对着镜子看脖子上的项链 可以吗 她问穆天羊 可以 穆天羊对店员说 就这些 买单 结账后 二人走出珠宝店 穆天羊说 你母亲醒了 婉晴飞快地看着她 那 我可不可以 穆天羊低头在她颈边笑了笑 轻声说 准许你吃了午饭再回来 两点钟为止 时间很长了吧 婉晴急忙看了一眼 自己手上的电子表 十一点 只有三个小时了 来回坐车还要单个时间 那也没多久 可不可以 穆天羊沉下脸 怒道 你以为你可以讨价还价吗 如果不是我心情好 你以为我会告诉你她醒了 别得寸进尺 是 婉晴马上说 我一定会准时回去的 穆天羊情哼一声 对阿诚说 送她去 准点回 婉晴看着车窗上自己的倒影 我自上还残留着前两天留下的吻痕 她伸手遮住 绝对不能被骂看到 想了想 她对阿诚说 你先送我回家 竖着报了自己家里的地址 阿诚从后视镜里看了她一眼 总裁叫我送你去医院 我要换件衣服 婉晴大叫 阿诚犹豫了一下 伸手去摸手机 想问一下 穆天羊 婉晴怕穆天羊不同意 大声说 我会按时回去的 不会给你添麻烦 阿诚愣了一下 好像这是不好说 总不能对总裁说 小姐脖子上有你留下的吻痕 她不想被她妈知道 所以申请换衣服 总裁多半会朝她犹豫吧 于是 她把瘦缩了回来 婉晴回家画了件有领的衬衫 将吻痕遮起来 然后马不停蹄地赶去医院 走进病房 见许可威醒着 妈 婉晴 许可威看到她 露出一丝欣慰的笑容 你 你的手怎么了 哦 婉晴愣了一下 集中生智地说 上体育课不小心摔的 怎么不小心点 许可威皱眉 她躺在床上不能动 等婉晴到床边后 她拉住婉晴的手 伤得重不重 没事了 婉晴坐下来 妈妈你还好吧 我好担心你 说着就哭了起来 都是沐天阳 不让她见她 哭什么 我没事了 许可威说 你好好上课就是 小心点 别再碰伤了 看着心疼 嗯 婉晴抽了抽鼻子 许可威问 没上课 我 我请了假 一会儿还要回去 下午有测验 有测验你就不用来了 许可威说 妈没事 手术都做了 还能有什么事 以后好好上课 不用管我 老师耽搁不好 明年就要高考了 把心思都放在学习上 嗯 婉晴点头 许可威沉默一阵 问 手术费哪来的 虽然婉晴一直不让她知道住院的花销 但她明白 那一定是笔不小的树木 更何况是幻肾 是 婉晴轻咬下唇 是爸爸 许可威一愣 想着复兴的前夫 脸色有些不好 婉晴安慰道 本来就是她该给的 妈你不用再喂钱的事担心了 安心住院 她给的钱 够你把身子养好 许可威没说话 片刻后问她关于学习上的事 说着说着 突然问 你吃饭了吗 还没 我们一起吃 我现在不能吃 许可威说 护士有给我输营养液 喂专门的东西 你不用管我 自己去吃吧 婉晴摇头 那我再陪你一会儿 我回去的路上吃 饿坏了怎么办 许可威不同意 婉晴撒娇的说 你就让我再陪陪你妈 回了学校 不知道哪天才要来了 说着又忍不住想哭 好好好 再一会儿 不要哭了 许可威叹气 这么大人了 还哭 婉晴回到别墅 见一辆一架的送货车 停在车道上 几个工人 在往楼上搬家去 她问张美凤 张妈 他们在干什么 张妈说 先生给你买的衣橱和鞋柜 衣服和鞋子 已经送来了 先生刚刚打电话来 让我帮你整理 哦 谢谢 婉晴往楼上走 到房间一看 床上和地上堆满了装衣服和鞋子的袋子 衣帽间的门开着 里面传来挪动家具的声音 婉晴在床上坐下 随手打开一个袋子 拿出里面的紫色连衣裙 标价8888 从前 她一年都花不了这么多 紧紧握住裙子 她有一股将她撕毁的冲动 突然想起沐天阳让她去买内衣 她身子一寒 决定不予理会 她要整理这些衣服 等她问起 她就说她忘了 很快 送货的工作人员从衣帽间出来 阿华跟在他们身后 对婉晴说 小姐我先下去了 有什么需要请教我 不等婉晴答应 她就出去了 轻轻地带上了门 张妈一见 起身跑去衣帽间 叹道 好大啊 有钱人就是好 装衣服的地方都这么宽 婉晴走过去一看 的确很大 比她家的客厅还大一半不止 四周都是柜子 中间有沙发 布局美观 一点也不拥挤 反而很凸显品味 婉晴打开其中一间衣柜 看到清一色的西装 吓了一跳 这是沐天阳的 她赶紧把门关上 走向另一边 另一边的衣柜色彩不那么朗硬 是工人刚刚组装好的 构成了一个额外的小空间 旁边还有梳妆台 这才是她的了 她打开柜门 果然空空如也 张妈已经提着袋子进来 拿起一架一件一件的挂衣服 顺手用剪刀把吊牌剪掉 虽然价格很吓人 但她没有出声 毕竟在家政公司培训过 什么该说 什么不该说她都知道 整理完衣服和鞋子 张妈就去做饭了 晚晴江为数不多的化妆品和珠宝 摆在梳妆台上 看着这华丽的空间 她很茫然 这就是她将来的生活嘛 豢养在笼中的金丝雀 扣扣扣 门外传来声音 晚晴快步走出开门 一个陌生的女人站在门口 你好 我是内衣店的 女人说 穆先生叫我给小姐送内衣来 晚晴第一反应是不能让陌生人进门 接着想起这是穆天阳的家 外面门卫森严 没她同意根本进不来 于是开门让她进来 内衣 穆天阳是猜到她不会听话 所以叫人亲自送上门嘛 有更衣是吗 送内衣的问 内衣和其他衣服一样 也要穿上绅饰了才知道效果 不然不但不好看 还可能会破坏胸型 晚晴有些不自在 但还是领她进了衣帽间 女人带了两个行李箱 进去后将其中一个打开 整整齐齐的都是内衣 她拿起一件 对晚晴说 听说这是小姐的尺码 你不要害羞 我们经常给客人试内衣的 有些客人不会穿 特别是像你这样的小女生 还得我们亲自教 你要在哪里换 晚晴冷着脸说 我去浴室 好吧 女人也没有坚持 只给她说了内衣穿戴的注意事项 然后说 你穿好后让我看一下 万一效果不好就换一种 晚晴胡乱点了一下头 心想她真是敬业 最后留下了几十套内衣 效果都不错 各色都有 女人将内衣整整齐齐地摆进她的衣橱 又打开另一个箱子 里面是睡衣和浴袍之类 这些就不用试了 你看看颜色和样式 喜欢的都留下 这是穆先生交代的 一句穆先生交代的 就像无形的命令 晚晴只能一件一件欣赏 样式和花案很多 棉制的 保守的 晚晴全部留下 私制的 半透明的 甚至情趣的 她统统不想要 女人微笑道 留下吧 穆先生会喜欢的 晚晴愣了愣 有些愤怒 你不是说喜欢的才留下 女人仍然微笑着 留下也不一定要穿 但穿了穆先生肯定高兴 我想穆先生回来 看到你衣柜里没这些 会生气的 晚晴想到穆天阳这两天的行为 不得不承认她可能是对的 女人见她不再坚持 就给她挂起来 顺口说 男人都喜欢稀罕的东西 你天天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 哪天换一件风情万种的 她自然喜欢的不行 被你受得服服帖帖的 反正说服男人 世间大学问 一直顺着不行 一直反抗也不行 晚晴听了 若有所思地看着她 她收拾好自己的东西 告辞了 晚晴好像懂了什么 打开衣柜 拿了浴袍去洗澡 然后选了一套新衣服 换上 我一点粉 喷了一点香水 点了一下唇彩 穿上新买的高跟鞋 到楼下客厅看书 墨天阳回来时 就见她赤脚横坐在沙发上 凉鞋摆在前面的地摊上 她手捧一本杂志 头发垂在胸口 遮住私有若有的春光 她笑了笑 走过去坐在她旁边 顺手将她抱到自己腿上 你 晚晴吓了一跳 有些不自在 想要下去 坐好 她命令 拉开她脸口瞧了一眼 笑道 白色的 婉晴满脸通红 低着头部说话 她在她脸上吻了一下 又秀了秀 不错 有香味 婉晴抬头看了她一眼 窃窃地问 你喜欢吗 摩天阳一愣 她在讨好自己 她看着她 这感觉还不赖 笑道 喜欢 你这么懂事 我当然喜欢 婉晴松了一口气 怯生生地说 我想求你一件事 摩天阳瞪她一眼 这就和我交换条件了 穿成这样还不够 交换条件 你还得做更多来取悦我 我不是 婉晴委屈地说 我要回学校 回学校 我要去上课 婉晴望着她 我明年该高考了 她沉下脸 挥手道 我养你还没问题 你还考什么考 不就为了找份好工作 多赚钱 然后买好看的衣服嘛 你不需要了 我不读书 我妈妈会伤心的 你不是休学了吗 她想起她前天晚上说的 我妈妈不知道 我瞒着她的 她现在做了手术 过一阵就会出院了 如果我不赶快回学校 会被她发现的 要是最后被她知道 我和你 我和你 我就死定了 婉晴说着 大哭起来 穆天阳阴沉着脸色 说 那你就在我这里 就和她说你去上学了 你在我这里读住校 我每个月给你放月价 让你回家见她 婉晴抽烟了几声 她 她会问老师的 穆天阳默地盯着她 你就非要去世吧 婉晴难受地说 我才17岁 那本来就是我该做的 很好 我还奈何不了你 她生气地点点头 突然将她双腿分开 让她挂坐在自己腿上 你干什么 婉晴大叫 她来开自己裤子的拉链 抓起她那只没受伤的手伸进去 啊 小声点 摸天阳咬牙 叫她握住自己的分身 别被张妈听见了 婉晴害怕地想要缩手 但被她按住了 她紧张地看了一眼厨房的方向 请求道 不要 求求你 不要在这里 让她硬起来 她冷酷地命令 不然我马上打电话去医院 让你妈知道我们的事 婉晴急忙摇头 你不要这样 我就坐 我就坐 说着就紧紧握住她的分身 然后问 我 我要怎么做 她握着她手臂上下滑动 握住她 就像这样 上下套弄 婉晴羞耻地照办 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 很快 她的欲望就在她的小手下复苏 慕天阳舒服地叹息一声 手在她身上游走 婉晴身自发抖 想要抗拒 她威胁地看她一眼 她只能顺从地坐在她腿上 一点不敢退缩 慢慢地 她的手伸进她的底裤里 扶弄着她的花瓣 不要 婉晴英明一声 痛 还是肿的 她看她一眼 她前两天要得太厉害了 不过她不打算放过她 因为 她实在是太美味了 片刻后 她的火热已经坚硬如铁 她推开她的手 将她身子提起来 让自己的坚硬对准她的柔软 撞了进去 阿婉晴低窖出声 倒在她怀里 连声请求 不要 不要在这里 张妈在厨房 会看见的 谁叫你不听话 慕天阳往上撞了几下 抱着她站起来 还住我的腰 别掉了 你要做什么 上楼 她抱着她转身 往楼上走去 每上一步楼梯 都撞进她最深处 婉晴难受地咬住她肩膀 今天和前两天不一样 出了头 还有一丝陌生的感觉 带着愉悦 婉晴出惊人事 慕天阳却连续三日虚索无度 使她的脸色看起来很苍白 再加上不能去看许可威 她的心情更加糟糕 吃早饭时 她整个人都显得微米不振 三明治吃了一半 她无意识地用叉字戳着生菜 整个人神游天外 慕天阳眼睛一眯 冷声下令 把牛奶喝了 哦 婉晴回过神来 端起牛奶一饮而尽 慕天阳又说 东西吃完 我不喜欢浪费 婉晴看着盘中还剩下一半的早餐 默默地拿起来吃着 慕天阳已经吃完 却一直迷眼看着她 浑身散发着危险的气息 直到她吃完了 她才没事人一样站起来 对张妈说 买点东西给她补一下身子 白得像鬼一样 看了倒胃口 说完就离开餐厅 婉晴身子震动一下 将坐在原位 过来 慕天阳在玄关处喊 过来给我穿鞋 婉晴震惊地扭头 不可置信 她叫她做什么 穿鞋 她暖床还不够 还要做女仆嘛 慕天阳坐在玄关的凳子上 看不到餐厅的情况 自然也看不到她惊讶的表情 她很冷静 但很严厉地重复了一遍 过来 婉晴护得站起身 蹬蹬蹬地走过去 站在她面前 不动身 她抬头看着她 穿鞋 婉晴嘴唇动了动 什么都没敢说 默默地蹲下身 打开鞋柜 见里面好几双皮鞋 小心谨慎地问 你要穿哪双 慕天阳反问 你说我该穿哪双 婉晴愣了一下 看着她身蓝色的西裤 拿了一双黑色的 这个可以吗 慕天阳没说话 她就当她是默认了 因为一只手受了伤 她能活动的只有另一只手 费力地抬起她的脚 仍然抬不动 她愣了一下 抬头望着她 双眼闪烁着可怜的光芒 慕天阳一见 自己把脚抬了起来 她急忙脱掉她的拖鞋 将皮鞋穿上去 第二只脚石 慕天阳自己穿了进去 反而让准备服务的她一愣 她低下头 抬起她的下巴 薄唇印上她的 重重的一顺 宝贝今天很听话 给你一个奖赏 等你守好了 就让你回去上课 真的 婉晴抬头望着她 她一笑 当然是真的 她出门后 婉晴坐在客厅里 盯着自己的手出神 好希望 她马上好起来 都怪丁采言 如果不是她 她可以马上回学校了 等放学的时候 就可以去见妈妈 正想着 张妈从厨房过来 手上拿着钱包和钥匙 好像要出门 婉晴灵机一动 问 张妈 你要出去吗 我去买菜 张妈说 小姐中午想吃什么 我也不知道 不然我和你一起去吧 我们可以一起选 这 张妈为难 先生好像对她管得很紧的样子 可以随便出去吗 就是这时 阿诚走了进来 说 小姐 先生有交代 你不能随便出门 张妈 你自己去吧 阿华在外面 叫她开车送你 好 张妈如萌大赦 飞也试地跑了 婉晴气怒地看了阿诚一眼 坐在沙发里看报纸 阿诚走到她身边 手上重重其事地捧着一个盒子 小姐 这是总裁给您买的手表 万情一顿 放下报纸抬头 兼盒子上有一枚类似四叶草的标志 下面一行英文 Betcher & Constantine 江士丹顿 动辄几万 甚至几十万的世界名表 阿诚说 这是总裁在江士丹顿定做的 这个款式全球只有这一只 总裁本来打算过两个月送给他妹妹做生日礼物 大概是昨天看小姐的手表捡了 所以一早就嘱咐我去去来给小姐 婉晴说 这怎么好意思 小姐不必客气 这是总裁吩咐的 穆天阳吩咐的 反正不能围绕就是了 婉晴懂得 伸手拿过来 打开一看 立即被表上面镶嵌的钻石闪化了眼 眨了眨眼 仔细一看 也没有很浮夸 虽然碎钻较多 收华却也典雅 的确是一款很讨人喜爱的手表 很漂亮 我很喜欢 他僵硬地说 那我不打扰小姐了 阿诚转身 刚走到门口 手机就响了起来 一定是总裁打过来 问手表怎么样了 看样子 总裁很在意丁小姐呢 他拿出手机一看 却发现不是穆天阳打来的 而是穆家大宅的电话号码 他隐约觉得出了事 不然大宅那边不会找他 喂 阿诚 少爷最近又在干什么 打电话来的是穆天阳的母亲乌鸦 少爷都在好好上班 别骗我了 好好上班会大清早地去逛街 他身边的那个女人是谁 阿诚一浪 明白是昨天穆天阳带碗 请买东西的情况被狗仔队拍到了 一定是夫人看到了八卦杂志 特意打来问的 最近大宅那边很忧心总裁的婚事 连续安排了几个家境不错的千金小姐 但总裁一点面子都不给 连吃顿饭都不赏脸 弄得大家很不高兴 从那之后 凡是总裁和哪个小明星 小模特出去吃饭 一上报夫人就会打电话来心事问罪 对不起夫人 我不知道 你会不知道 吴雅怒吼 谁不知道你和阿华是他养的两条狗 他的是老天爷可能不知道 但你们绝对不会不知道 你说是不说 我真的不知道 阿诚无奈地说 好 吴雅气呼呼地说 你不说就算了 哪天被我逮到 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阿诚听见电话挂断 马上打给沐天阳 总裁 怎么了 沐天阳语气危险 以为婉琴闹了什么乱子 昨天的事 可能被狗子对拍到了 刚刚夫人打电话来问 沐天阳顿了一下 说 不用管他 是 沉默了几秒 阿诚听那边没声音 问 总裁 那这件事怎么处理 杂志社和报社要知会一生吗 照片拍得怎么样 哦 我没看到 小姐在客厅里 别让他看见 沐天阳脱口而出 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 愣了一下 他问 手表给他了吗 给了 小姐说很喜欢 嗯 沐天阳挂了电话 阿诚马上进屋 尖装手表的盒子放在茶几上 而婉琴正在翻报纸 小姐 她大喊一声 婉琴吓了一跳 抬头看着她 怎么了 没 手表你不戴吗 婉琴看了一眼 说 怕弄坏了 总裁送你 肯定是希望你戴的 婉琴愣了片刻 点头 也是 说必放下报纸 拿着手表上楼了 阿诚等楼上传来关门声 确定她进了屋 飞快地走到茶几边 拿起报纸 翻到娱乐版 沐天阳写神秘女子商场购物 两小时挥霍上百万 下面的配图是一张模糊的照片 婉琴几乎只照到背影 沐天阳也只露了半边侧脸 这当然是因为狗仔对忌惮沐天阳 不敢拍得太清楚的缘故 如果婉琴是个有点知名度的明星 他们倒不用怕 毕竟哪个富豪不玩明星 沐天阳从前也没少玩 但如果这个人换成一个从来没在公众媒体露过脸的小姑娘 而且气质上无论如何都与浮华的娱乐圈和奢侈的上流社会搭不上边 大家自然就小心谨慎了谁知道沐天阳是不是突然动了真感情 万一将她的心头肉曝光了 惹来了什么麻烦 他们肯定吃不了兜着走 与此同时 丁家别墅的丁采言也看到了这则新闻 妈 她把报纸给一边的薛丽娜看 你看这项不像婉情 薛丽娜一愣 怎么可能 她怎么可能和沐天阳在一起 可是这件衣服明明是她那天晚上穿的那件 长得像罢了 那可是香奈儿的最新款 我不会认错 丁采言说 如果她不是认识了沐天阳 她穿得起码 薛丽娜中美想了一下 横横的说 肯定是你爸买给他的 这个老东西 公司刚度过危机就给那小贱人买东西了 你别懂想细想 她哪有机会认识沐天阳 说不定也是爸介绍的 她哪比得上你 薛丽娜安慰 沐天阳连你都看不上 又怎么看得上她 按常人的标准 丁采言锦衣玉食 打扮高贵 外形上又比婉情成熟性感 的确更吸引男人的目光 她拢了拢长发 扔下报纸 哼 多半又是哪个小明星 婉情这死丫头 居然弄得我胆战心惊 我输给谁都行 就不能输给她 薛丽娜看她一眼 那你又不去争取 沐天阳现在是一块无主的肥肉 别人可以抢 你照样可以抢 丁采言得意地看着她 放心吧 总有一天 我会成为沐太太 晚情吃晚午饭 给沐天阳打电话 沐先生 你叫我什么 沐天阳声音一脸 浓浓的威胁感 透过电话线传来 虽然接到她的电话很意外 但这称呼很刺耳 婉情愣了一下 试探地喊 沐总 不然她要怎么称呼 沐天阳的手指在办公桌上敲了敲 冷笑道 或许你该叫金主合适些 婉情脸色一变 娜娜地说 我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你 什么事 沐天阳没时间和她讨论这个 我很忙 你最好有要警示 不然看我怎么收拾你 想到她的收拾方法 婉情身子一抖 颤着声音说 我今天该去医院换药了 所以我想给你报备一声 哦 顺便再去看你妈 是不是 如果可以的话 婉情细弱文盈地说 当然 我会听你的 那只换药 不准去看你妈 婉情听了 鼻头一酸 眼泪塌塌塌地落下来 她哽咽着问 真的不可以吗 沐天阳正批阅文件的手一顿 皱起眉 你再哭 没有 婉情急忙擦了擦眼泪 我没 沐天阳闷声沉默了片刻 说 去吧 从鼻墅到医院只要半个多小时 我给你两个小时来回 谢谢 婉情说 但是我想五点半左右再出发 为什么 因为学校五点放学 从那里赶到医院差不多六点 我不想让我妈怀疑什么 那你有没有告诉你妈 你是住校还是走读 我 我从前是走读 无论住校还是走读 晚上都要上自习 沐天阳没发表意见 问 还有事吗 没了 啪 她挂了电话 婉情到医院 发现许可威比昨天精神了许多 你怎么又来了 许可威见到她 虽然心里很高兴 但总是忍不住担心她的学习 因为放学了呀 婉情笑道 放学了就来看妈妈 晚上不上晚自习 我有请假 不要老是请假 许可威严肃地说 我知道了 婉情低头孤怒 一副我知道错了的样子 许可威叹口气 握住她的手 你的手怎么样了 好多了 许可威拍趴她的肩 突然看着她身上的衣服 新衣服 哦 她忘了 这是沐天阳买的 妈妈没见过 许可威拉着她的衣角看了下 到底曾经是豪门贵妇 这地如何一下就能感受出来 很贵吧 不 不贵吧 婉情不知道怎么解释 冷汗直流 许可威看她一眼 问 你爸买的 婉情一呆 突然想起她还有一个爸 她不知道该什么反应 僵硬地点头 嗯 爸爸买的 说完 她很想哭 爸爸已经把她卖了 又怎么会给她买衣服 许可威收回手 脸色淡漠 至少她对你还是好的 妈 婉情不知道怎么劝她 许可威笑了笑 问 你们现在经常见面吗 婉情摇头 没有 那对母女怎么会同意 他们巴不得我们死掉呢 许可威冷哼一声 突然气得肋骨发痛 婉情见她脸色发白 急道 妈 你怎么了 你别急 我们不想他们了 她急忙把护士叫来 护士和医生一阵忙活 才没让许可威出事 婉情急得哭起来 都是我不好 我不该惹起妈的伤心事 没事 你不哭 妈就不伤心了 许可威虚弱地说 好 我不哭 婉情急忙擦干净眼泪 休息了一会儿 许可威问 最近有考试吗 成绩怎么样 挺好的 我进步了呢 婉情说 上次考到了班上第七名 年级已经进了前一百了 想考个好大学一定没问题 许可威听了她的话 总算得到了安慰 心情愉悦起来 其实婉情平时的成绩 在班上十名左右 如今几个月末学了 在考的话多半跌出二十名以外 说不定更远 但这时候为了安慰许可威 她也没有办法了 大不了过几天赴了学 她就加班加点 把之前的都补起来 二人又聊了十多分钟 护士走进来 病人需要休息了 婉情不舍得望着许可威 那我走了 以后别请假了 放假了再来 许可威说 婉情点点头 检查了一遍她盖的被子 才离开病房 走出病房 看到阿诚站在外面 她吓了一跳 阿诚低声道 小姐 婉情看看病房里面 往前走了几步 压抑着怒气问 你叫护士进去的 居然打扰她和妈妈相聚 太过分了 阿诚仿佛知道她在想什么 说 总裁打电话来催了 小姐别忘了正事 先去把药换了吧 正事 对了 换药才是正事 看她妈只是顺便 几天后 婉情回学校 走出别墅 汽车已经停在外面 阿诚拉开车门 小姐 请上车 谢谢 她低头坐进去 发现沐天阳在里面 有些下注 她 她要送她去学校吗 她以为这种小事 她会直接叫阿诚做 沐天阳正在看一份商业杂志 头也不抬地说 她拿了我的工资 你不用跟她客气 婉情轻咬下唇 我只是习惯了 礼貌而已 她朗笑一声 好习惯 有素质 这话听得好不舒服 她恼怒得醋眉 却不敢反驳 汽车缓缓开动 沐天阳放下杂志 将一个信封交给她 学费 婉情愣了一下 伸手接过来 谢谢 好可悲 无论她多不情愿 她的衣食住行 一切的一切 全都要仰仗她 我在你身上花了这么多钱 你要谢也谢的大方点 我和阿诚能一样吗 沐天阳隐含怒气地问 婉情吓了一跳 同时感觉前面开车的阿诚 也抖了一下 她手足无措地看着沐天阳 见她如王者一般坐在那里 莫名想要退缩 她眼睛一眯 危险的气息散发开来 她深吸一口气 看了一眼前方的阿诚 她应该不敢回头才是 鼓起勇气 她凑上去 飞快地在沐天阳脸上吻了一下 沐天阳神色不满 就这样 你是仙女下凡 一平一笑都价值千金 一个吻就价值万斤了 婉情无奈 只能再次靠过去 这次坚持了三秒 她又要退开 她突然抓住她 对准她的唇狠狠地吻下来 压婉情惊呼出声 前面还有人啊 她怎么敢 沐天阳没理会她 几乎将她整个人揉进花里 狠狠地揉拎着她的唇瓣 啃视着她 直到她呼吸不过来才放过她 婉情跌坐在位置上 完全不敢抬头 看前方的阿诚是什么反应 迟早有一天 沐天阳会彻底地羞辱她 今天她可以当着别人的面吻她 难不保某一天会 想到那天在客厅里发生的事 她浑身发抖 其实 已经发生过了不是吗 羞耻和绝望爬上心头 她难过地哭起来 和我接吻的女人 一向都是一乱情迷 敢哭的 你是第一个 沐天阳伸手搬过她的脸 掐住她的下巴 很难受 被我吻让你难受 我 婉情下恶发痛 被她掐得发不出声来 还敢不敢哭了 她加重力道 她痛哼一声 想说话 却说不了 想摇头 也摇不动 疼痛让她落泪 她怕这泪让她更生气 拼尽全力发出一个阴结 不 沐天阳瞪着她 猛地将她甩开 把眼泪擦干 婉情趴在座位上 扯起衣袖擦了擦眼角 直到擦干了才坐直身体 沐天阳从身子递过来一个小盒子 拿着 婉情深吸一口气 用双手接住 是什么 自己打开看 沐天阳闭上眼 懒懒地靠在椅背上 婉情打开盒子 是一只漂亮的手机 这她抬头看着她 以后用这个联系 不准关机 一放学 婉情就飞快地往学校外面跑 刚出校门 就看到阿诚站在人群中 身后停着一辆黑色的私家车 默默地看着她 她吓了一跳 不由自主地后退一步 阿诚拨开人群走过来 恭敬地叫道 小姐 你怎么在这里 婉情压低声音问 恍然不安地看了一下周围 还好 学校外停的车不止他们这一辆 而且学生的兴致根本不在这些东西上头 所以没有人注意他们 总裁叫我来接你 还不到时间 他告诉沐天阳 晚饭在学校吃 下了晚自习才回家 所以 要接也应该在晚自习下课的时候 那你为什么出来 我 我出来吃晚饭 食堂太挤了 阿诚默默地看着她身上的胯包 里面鼓鼓的 明显是塞了书本 如果是出来吃饭 没必要塞书本吧 婉情被她看得心虚 她的确不是出来吃晚饭的 母亲的情况 班主任一直知道 她说放学后要照顾母亲 所以请假不上晚自习 班主任表示理解 同意了 这是她一早就计划好的请假 去看许可威 但告诉沐天阳自己在上自习 只要赶在自习课下课之前回来就是了 但她没想到 沐天阳居然猜中了她的心思 居然派人在这里堵她 回到别墅 婉情躲回房间 不知道该怎么办 显然阳风因为这一套对她不起作用 而且又一次惹恼了她 等她回来 她肯定又会教训她 过去的几日 历历在目 那些春光以你 无尽羞耻的夜啊 婉情一想起就浑身发凉 五官都产生了幻觉 她好像听见她粗重的喘息 看到她一满汗水的脸庞 还有在她身上游走的粗力大手 她猛地甩了甩头 拉开胯包 拿出书本 决定用作业来麻痹她的神经 虽然休学半学期 但她仍然回到从前的班级 这是高二下学期 有些课目的内容已经完全上完 提前进入了高三复习 婉情错过了太多 只能用自学和无尽的习题补回来 拿出席题集她看了看四周 没有桌椅 只能走进更衣室 坐在梳妆台前坐起来 不知道什么时候 头顶的灯闪了闪 她吓了一跳 抬头就见慕天阳靠在墙角 手指正按在开关上 你 你回来了 婉情慌忙站起来 发现整个梳妆台都被书本和试卷占据 急忙收拾起来 怎么在这里写 慕天阳问 婉情听她声音没有波澜 没有声气和发怒的迹象 大胆地说 我又不敢进你的书房 慕天阳笑了一下 朝她走过来 她吓了一跳 往后一退 碰得梳妆台上的瓶瓶罐 罐一阵乱响 她走到她身边 勾起她的下巴 在她唇上一吻 听说你今天想偷跑 我 婉情不知道这时候该不该说实话 我没有 是吗 慕天阳地吻顺着她的脸颊向下 真的没有 婉情双手搭在她肩上 想推开她 但又不敢 只好轻轻地抓住她的衣服 这一句欢迎的姿势取悦了她 她一把将她抱起 让她坐在了梳妆台上 也婉情惊呼一声 很快淹没在她漆上来的唇舌里 她抱住她的头 霸道地亲吻 让她除了喘息 什么声音都发不出来 她整个人压着她 让她背靠着梳妆台的镜子 火热的唇从她的唇上移开 席向她细嫩的脖子 婉情只觉得脖子上一阵刺痛 忍不住呻吟了一身 禽兽 一定会留下吻痕的 这种力道 怕是几天都不会消 就算穿有脸的衬衣也不一定遮得到 疼 婉情叫了一声 慕天阳抬起头 双眼又深地看着她 疼 嗯 婉情示弱地揪住她衣袖 不要在这里好不好 慕天阳眼睛一眯 心头猛地窜起一股怒火 她居然用这种楚楚可怜的表情求她 她居然用这种楚楚可怜的表情求她 而该死的是 她居然很受用 她居然想答应她 将她抱回房间 放在床上温柔地对待 不 她只是丁志刚献上来的贡品而已 她只是用来发泄而已 该死的 是谁教她的 谁教她用这招对付她 她猛地扯住她的衣领 往两边一撕 踢里啪啦 衣服上的扣子全部弹到了地上 不要 婉晴大叫一声 慕天阳抬起她的下巴 狠狠地问 你今天放学后想去哪里 我 我想去医院 婉晴知道逃避不了 只能老实交代 我真的很想我吗 那你去医院的时候有没有想我 慕天阳解开自己的皮带 想你 为什么要想你 以后可以试着想一想 既然她可以影响到她的情绪 她也用不着和自己过不去 就将她圈养在自己的视力范围内好了 宝贝 从今以后 你就是我私有的 你的世界 只能有我 其他任何人不能染指 啊 婉晴惊呼一声 因为 她 她又把她的手拉进了她的 无 因为她小手的碰触 慕天阳忍不住轻哼一声 宝贝 如果你不想那么难受 就不要抗拒 试着去享受 这种是怎么享受 婉晴想奋起反驳 但不敢 只能满含恐惧和耻辱地握住她的分身 她伸手抚摸着她的脸 轻笑道 你会享受的 一个小时后 激情的风暴终于平息 莫天阳站在梳妆台前 衬衫和领带已经扔在地上 她的背上满是汗水 隐约可见几刀指甲抓出来的红痕 一双白细的小手攀在她肩头 指尖微微颤抖 婉晴喘息着 两条腿还挂在她腰侧 手无力地攀附着她 背靠在镜子上 她半眯着眼睛 眼角挂着泪水 莫天阳伸手将她眼角的泪拾去 今天表现不错 在接载里 她果然值得调教 心这回事 就由不得你去动她 不动 她就是快不解风情的木头 一旦动了 自然食髓之味 疯狂生长 她今天刻意放慢步调 动作轻柔了些 前戏做足了些 就激发了她身体本能的欲望 让她得到了享受 她自己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一味地只想逃避 只知道哭 没有关系 这朵含苞待放的花 只为她开放 她会慢慢教导她 让她从深到新 一切的变化与成长 都只为她一个人 宝贝 穆天阳在婉晴的脸上亲了一下 明天起 你每天都可以去医院看你吗 直到她出院为止 真的 刚刚还死气沉沉的婉晴 突然间精神起来 纵使样子很狼狈 但她的双眼却依依生辉 别乱动 穆天阳按住她的腰 让她的下身与自己紧密贴合 小心流出来了 啊 婉晴低呼一声 想起自己的作业还在梳妆台上 低头想看一下情况 却看到了二人交合的部位 吓得她马上闭眼 穆天阳将她抱起来 仍然让自己停留在她体内 必愿要有按时吃吗 嗯 婉晴扶在她肩头 心里五味沉杂 看样子你得重新买书了 她突然说 她抬起头 见自己的书本在梳妆台上皱成各种形状 有些甚至被她身体里流出来的液体和她们的汗水打湿了 怎么办 婉晴觉得末日降临 这样的书 她还有脸继续用吗 何况有些还要交给老师 就算把纸张抹平了 但抹不掉这段记忆 她一看到就会想起 水真多 穆天阳舔着嘴角一笑 像只慵懒的猫儿 挟实而魅惑 看样子你很喜欢我碰你 你说什么 婉晴羞愚死 乖 我们去洗澡 穆天阳抱着她走向浴室 洗完澡 二人下楼吃晚饭 吃了一半 穆天阳突然问 那些都是新书吧 啊 婉晴不明 所以 穆天阳看着她 暧昧地往楼上一瞟 那些书 今天发的 是 是 婉晴脸烧得通红 急忙低下了头 一会儿把书名写下来 让阿华去买新的 今天能买到吗 婉晴别扭地问 明天要交作业 买不到她就可以滚了 吃完晚饭 婉晴回到衣帽间 虽然很不想面对 但为了学业 必须面对 衣帽间还残留着暧昧的气味 几乎让她想杀死自己 她咬着牙匠书装台收拾干净 把书本整理了一下 把坏掉的书记录下来 然后交给穆天阳 一个小时后 阿华就捧着 崭新的书出现在她面前 麻烦你了 婉晴看了一眼手表 九点钟 不算晚 因为好多书店 要十点多才关门 那我先出去了 阿华看着穆天阳 等待指示 嗯 穆天阳坐在沙发里 看报纸 头也不抬 等阿华走出客厅 她问 手表怎么不戴 婉晴看着自己手上的电子表 想起她送的那块僵尸单顿 有些害怕地说 太贵重了 带去学校不好 穆天阳皱眉 冷笑一声 看样子应该给你转个贵族学校 到一个满是千金小姐的地方 人人僵尸单顿 卡得呀 她不带也不好意思了 婉晴僵硬地笑了下 拿起茶几上的书 我去做作业了 穆天阳扔下报纸 跟我来 婉晴心里咯噔一下 以为她又要做什么 但她又能怎么办呢 刀山火海也不能围绕 她小心翼翼地跟上她 直到进了她的书房 她的书房很大 干练沉稳的风格 两边高耸的书架 加上中间那张黑色的书桌 几乎压得她喘不过气来 穆天阳往书桌边一指 坐那里 书架有空位 自己找个地方放你的东西 但别弄乱我的东西 是婉晴抱紧胸前的书 还愣着干什么 明天不是要交作业 婉晴马上跑过去 把书放在书桌上 桌上除了一台电脑 一个鼻头 什么都没有 我 她直指外面 我还有些书在那边 快去 穆天阳瞪她一眼 她马上跑出书房 拿好东西回去 穆天阳已经坐在书桌前 打开了电脑 婉晴慢慢地走过去 不知道该坐哪里 虽然书桌很大 但她的气势更大 她一坐在那里 就好像整张桌子都是她的了 桌子似乎小到 只是她手里的一张卡片 这边来 穆天阳敲了敲她左手边的位置 别挡着我的光 婉晴一见 就抱着书移到她左边那方 幸好她书房的椅子不止一把 她随手拉了一把就坐下来 翻开席提及准备做作业 但穆天阳就在旁边 她莫名感到害怕 怎么也集中不了精神 时不时就要去去她一眼 正在敲电脑的穆天阳抬起头来 怎么了 想让我上你 你婉晴险些晕过去 她怎么能说这种话 她急得脸都红了 委屈地红了双眼 不想让我上你 你就别一直看我 婉晴一咬牙 说你在这里我没法用心 为什么 是 是你打电脑的声音太吵了 穆天阳狠狠地瞪着她 还在闹事看书呢 这点你就忍受不了了 要么好好做题 要么让我做你 自己选 婉晴吓得抖了一下 慌慌张张地拿起笔 低着头看起题来 第二天 婉晴偷偷将她之前 从家里穿来的衣服 塞进了包里 放学后 她先到厕所换了衣服 才离开学校 阿诚见到她愣了一下 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片刻后才想起来 小姐 你怎么换了衣服 要遮稳衡的话 上午那套也能遮 总裁要你问的 呃 阿诚闭上嘴 小姐 请上车 许可微的情况已经好了许多 婉晴总算放心一些 母女俩聊了一阵 许可微问起学校的情况 婉晴这次底子足 威威道来 有几科已经学完 开始复习了 没学完的也一定会在这个学期学完 反正高三就全部是复习 下个月是毕业会考 不过那个不用担心 闭着眼镜也能拿全优 都这么忙了 许可微一叹 那你没事别来了 这里护士挺好的 你学习要紧 我知道 婉晴说 但许可微无论如何也不准她再聊了 今天的探病只能到此结束 接下来两天 婉晴也来医院 但没有与许可微见面 只是躲在暗处偷偷地观察 确定她无恙 直到第三天 她才出现在病房 许可微皱眉 不是叫你别来了 我都快出院了 婉晴撒娇道 妈 我担心你啊 两天没见了 我再不来看你 上课都集中不了精神了 好了好了 你就会找借口 许可微无可奈何地说 突然 她捧起婉晴的脸 怎么黑眼圈都来了 啊 最近作业有点多 婉晴心虚地说 她不但有当天的作业 还要自学之前错过的课程 每天都会弄到很晚 但最恐怖的是 结束这些之后 还要应付慕天阳的需求 那你还来医院 就这一阵吗 婉晴挽着她的手 妈 我正想和你商量这件事 什么事 住校的事 这是慕天阳交代的 她如果不办妥 她会直接把他们的事曝光 住校 许可微点头 的确住校时间比较多 作息也更规律 之前因为我 你都耽搁了 婉晴笑道 没有的是 现在住校刚刚好 之前不住也是可以的 都是老师搞得我们紧张 好像我们明天就要高考一样 一下子好多事件和习题 甚至占用婉自习讲课 婉自习讲课是班主任告诉她的 班主任对她期望很高 听说许可微已经做了手术 就劝她在合适的时间回去上晚自习 好将进度跟上去 许可微说 那你就搬去学校吧 不用担心我 过几天就出院了 那我明天就搬去学校 婉晴说 你出院的时候 我来接你 穆天阳有应酬 婉晴一个人吃晚饭 住到这里这么久 这是第一次单独吃饭 她觉得气氛轻松不少 连饭菜兜香了许多 张妈问 小姐今天胃口很好 平时她只吃一碗饭 今天居然吃了两碗 那当然 对着穆天阳的时候 提心吊胆 消化不良 谁还有心思吃饭啊 饭后 她回书房做作业 穆天阳在的时候 她很怕她 根本没法专心 总怕她恶阳扑郎 毕竟除了床之外 在衣帽间 浴室 客厅沙发她都碰过她 在她眼里 她根本是不分场合的人 谁知道她会不会在书房动手 她有做不完的作业 面对她又战战兢兢 装不了心 解题的时间是平常的两倍 甚至更多 但一到十一点 她就不有分说的命令她睡觉 根本不管她有没有做完 现在她已经形成条件反射 一到她关电脑的时候 就收拾书本 然后和她一起回卧室 希望她今天应酬到不要回来 晚情暗暗地想 很快 她的思绪就掉进了蹄海里 开门声响起的时候 她正在做一道物理题 正在关键时刻 她皱着眉继续解题 没有抬头 很快 一股酒气飘散过来 她的一声 一件黑色的西服落在书上 她这么一下 抬起头 看见发型微乱的沐天阳 她好像醉了 几点了 沐天阳单手撑在书桌上 低下头 酒气一阵一阵地扑到她脸上 她望着她 难受地憋了一口气 急忙低下头看表 还没看清 她突然把她拉起来 我给你的表 为什么不戴 我晚情吓了一跳 急忙站稳 我不是说过吗 带去学校不好 你敢跟我呛声 她大吼一声 将她按在桌上 三两下将她的电子表扯下来 伸到她眼前 这是几点 十 十一点半 她的一声 沐天阳把表摔在地上 揪住她的头发 我不在 你就敢不听话 疼 晚情大叫一声 哭起来 我不是故意的 我在做作业 没注意 那我要怎么惩罚你好呢 沐天阳突然松了手 薄唇贴着她的耳朵问 晚情身子发抖 感到她的手在自己身上游走 已经猜到她的企图 你 你喝醉了 晚情挣扎着想起来 我们回房好不好 我想在这里 她将她压在珠上 而她背对着她 她吻着她的耳朵 慢慢向下 吻到脖子 肩膀 你 不要这样 晚情害怕地说 我早就想这样了 沐天阳的手伸到前面 握住她胸前的柔软 第一天你坐在这里 我就想在这里要了你 不要晚情低叫 我说过什么 沐天阳口气不善地问 顺着我 免得受伤 免得疼 我 晚情知道 如果不顺着她 她会用墙的 不经过任何前夕 就强行进入她 像强暴一样 到时候 痛苦的只能是她 乖了 要不要让我在这里上你 沐天阳贴着她的耳朵 温柔的语气 却问出难听的话语 晚情咬着唇 无声哭泣 要不要 她轻轻咬了一下 她的耳朵 上下两只手 分别揉弄着她 晚情颤抖一下 一出一声声音 这反应取悦了她 她的动作温柔不少 声音也带着宠溺 宝贝 我在等你的回答呢 呀 你说什么 我没听见 哦 晚情难受地挣扎了一下 羞耻地说 呀 果然是我的宝贝 吃了一声 她撕掉了她身上的衣服 火热地稳落在她背上 回房好不好 晚情问 听话 沐天阳揉着她腿间的珍珠 不然 你知道后果 哦 突然 她进入了她 啊 晚情大叫一声 紧紧地抓住书桌 轻一点 求求你 叫给我听 大声点 嗯 嗯 啊 如此过了十多分钟 沐天阳将她翻过来 正对着她又刺了进去 嗯 不要 抱着我 沐天阳命令 晚情泪眼萌萌地望着她 缓缓地将手还在她肩上 抱稳一点 沐天阳将她抱起来 离开了书桌 晚情急忙抱紧她 生怕掉在地上 真乖 她在她脸上吻了一下 就这样抱着她回房 你 晚情见她走出书房 秀得无地自容 害怕有人出现 只能要紧牙关不出声 走进卧室 她将她抵在门上 开始心一轮地冲刺 接着 又换到床上 再换到浴室 等她停下来 她已经累得无法动弹 第二天起来时 她不在房间 她下牢后才发现 已经十点钟了 迟到了 急急忙忙收拾好书 叫阿诚开车 送自己去学校 阿诚却说 总裁已经给你请假了 小姐在家休息就好 我要去上课 阿诚为难地看着她 这是总裁的命令 我不敢违抗 晚情弄了一会儿 拿出手机给木天阳打电话 嗯 木天阳淡淡的声音传来 虽然只是轻轻一嗯 却有一股说不出来的气势 晚情有些色缩 壮起胆子说 我想去上课 木天阳沉默 几秒后直接挂了电话 什么都没回答她 晚情不知所措 这是阿诚的手机却响了 她接起来 嗡了两声 挂上电话说 小姐 请上车 总裁叫我送你 晚情松了一口气 急忙上车 汽车驶入繁华的路段 这根本不是去学校的路 晚情问开车的阿诚 这是去哪里 阿诚目视前方 规规矩矩地握着方向盘 总裁叫我送你去她办公室 办公室 可是我要去上课 这是总裁的命令 晚情气得不行 当下就想推开车门跳车 阿诚急忙叫道 小姐 你冷静点 都快中午了 现在去学校也已经放学了 总裁估计是想和你一起吃午饭 如果吃完饭 他同意你去学校 你还能赶到下午的课 晚情一正 知道他说的没错 但心里终究是不舒服 木天阳分明是故意的 总之他想害得自己读不成书就是了 晚情心里很愤怒 却不得不忍受这种愤怒 汽车很快停在牧师集大厦前 牧师大厦总共有三十多层 牧师集团所有的员工都在这里办公 楼层越高 自然越受重视 越有前途 大厦里除了办公室 还有员工餐厅 健身房等设施 晚情站在大厦前 望着庄严肃目的大门 觉得自己渺小的仿佛一粒尘埃 小姐我送你进去 阿诚说 走进大厦 门口的保安和大厅的前台都疑惑地看着晚情 晚情有些许不自在 只能僵硬地跟着阿诚 电梯停在三十二层 阿诚打开电梯 对晚情说 小姐到了 晚情问 你不进去了吗 我去楼下看车 他说 晚情只好独自走出电梯 外面是走廊 空旷安静 看不到人影 晚情听到附近有声音 下意识地走过去 看到一个办公室 有几个人在办公 他紧张地搓了搓一脚 走到入口处的一张办公桌前 你好 办公的女人抬起头来 见她不是公司的员工 一愣 你找谁 我 我找穆天阳 女人一惊 总裁 你是谁 你有预约吗 好像没有吧 女人更加惊讶 本来想骂一顿或者不予理会 但接着一想 都到32楼了 应该不是闲杂人等 请稍等 女人拿起内线电话 李秘书 门口有人找总裁 说完 晚情就见远处一张办公桌后的女人望过来 她身后移到门上有一块烫金的名牌总裁室 晚情一见 直愣愣地走了过去 李秘书打量了她片刻 当然也知道闲杂人等上不来32楼 既然上来了 还是小心为上 她拿起分机电话 问 小姐怎么称呼 丁晚情 请稍等 李秘书接同总裁室 甜美地道 总裁 有位丁晚情小姐找您 也不知那边说了什么 她一愣 压然地看着晚情 然后放下电话 恭敬地站起来 丁小姐 总裁请你进去 晚情没什么表情 直接走到总裁室门口 推开门走进去 总裁室很大 她来不及欣赏 因为她一进门 就听到了穆天阳的声音 过来 定睛一看 见穆天阳坐在办公桌后 她背后是一整片落地窗 放眼看去 一座城近在眼底 她坐在城市之巅 霸气外露 夜晚 书房里的她 比起现在来 真不知温柔多少倍 但对她来说 无论哪种穆天阳 都令她害怕 现在的她 却不会让她更害怕 因为她对她的恐惧 是没有轻重之分的 只是有或没有 至于程度 大概无人弄得清 乖乖走到她面前 她伸手揽住她 抓起她的手看了看 暧昧地摸缩着她的指尖 吃早饭了吗 没有 为什么不吃 我醒过来已经十点了 准备去学校 她看她一眼 吃完午饭送你去学校 她一喜好 突然 她将她抱到腿上 她挣扎了一下 怕抗拒引来她的反感 万一她一个不高兴 不让自己去学校了怎么办 当下 她不敢再拒绝 僵硬地坐着 心想 如果她要在这里占有她 就由着她吧 她的手在她腰上流连 我开衬衣探入 一边吻着她的面颊 宝贝 嗯 她实在不喜欢她喊自己宝贝 她又不是没名字的人 吻我 婉情一愣 抬头看着她 几秒钟后 她听话地吻上她的唇 她的唇很薄 微凉 有些冷硬 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吻 怕她不满意 她吻得很努力 用尽了自己的想象 回忆着她吻自己的情况 有样学样 似乎 不是这样的 她越吻越急 也不见她有所反应 想是自己做得不够好 突然 她推开她站起来 走吧 婉情弄了一下才回过神来 跟着她离开办公室 她一路上都低着头 不敢让人看见自己的脸 上车后 她抬起她的下巴 笑道 刚刚做得不错 一下子 她的脸色爆红 她吻了吻她 算是奖赏 晚上 她做作业时 她大约是无聊 拿起她的书翻看 她看了一眼 也不敢问她在做什么 就由她去了 突然 她从书里抽出一张纸 问 这是什么 婉情当然不知道是什么 伸手去拿 她一开 注视着她的双眼 看不出情绪 婉情满心忐忑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她扑斥一笑 逗你玩呢 做作业吧 婉情松了一口气 看她的眼神不禁有些埋怨 居然吓她 她当然不敢跟她好 只好继续做作业 穆天羊撇了撇嘴 拿着那张纸认真的看起来 片刻后将她扔进抽屉 继续看书 第二天 婉情到学校 班上一个男生走过来 问 丁婉情 那个 哪个 见对方欲言又止 她不禁疑惑 男生鼓起勇气问 我给你的信 你看了吗 婉情一愣 不知为什么就想到 昨晚那张纸 有些下注 什么信 我 我夹在你物理书里面的 物理书 穆天羊昨晚看的就是物理书 她大叫 你写了什么 男生下注 舅 舅 我问你要不要做我女朋友啊 你没看 婉情疼得站起来 怒不可乐 我当然没看 被我妈看了 你 你害死我了 啊 男生彻底呆了 她这是什么运气啊 因为丁婉情收到情书是直接扔垃圾头 她才想到用这个方法 不用信封装 而是直接夹在她书里 她看到一张指甲在书里 肯定会打开来看的吧 谁知道 她没看到就算了 居然还被她妈看了 她吞了吞口水 问 那 没看到就算了 你 你愿意吗 还问她愿不愿意 婉情发火 我不愿意 煞时 全班同学都看着他们 片刻后 有男生起哄 魏林书 你终于表白了哈 男生脸一红 气愤地看着婉情 不愿意就算了 吼什么 说完就走了 婉情比她更气 一拍桌子坐下 埋头哭起来 完蛋了 沐天阳祖晚没发火 会不会在今天等着她 一放学 婉情就忙不迭地往外跑 刚出校门 魏林书推着自行车拦在她面前 丁婉情 你还想做什么 婉情不耐烦地问 对不起 魏林书说 虽然大庭广众被她拒绝很没面子 但她想了一下午 还是应该向她道歉 那个 我没想到会被你妈妈看到 如果她不理解你 我可以帮你解释 就说是我开玩笑好了 这种玩笑不能开的 如果沐天阳以为她在学校谈恋爱 不知道会怎么收拾她 魏林书神色复杂地望着她 我 我不是开玩笑 我是说 我那么跟你妈妈解释 你不要说了 婉情说 明年就高考了 好好读书吧 说完 她转身就走 魏林书一把拉住她 那高考之后呢 你放手 婉情尖叫 因为她看到了停在马路对面的车 是阿诚来接她了 她慌忙甩开魏林书 唧唧忙忙地跑过去 使劲拍着驾驶坐的车门 阿诚摇下车窗 小姐 你不要告诉她 婉情急到 那只是我班上的同学 没有什么 阿诚呆呆地望着她 片刻后扭头往后看 婉情一震 顺着她看过去 见沐天阳抱着胸坐在那里 生气凌人 她倒抽一口气 差点吓晕 丁婉情为林书追上来 看见这辆豪华的轿车 疑惑地问 你在干什么 和你没关系 婉情大怒一声 拉开后座的车门坐进去 只有一刹那 魏林书看见了坐在里面的沐天阳 沐天阳冷冷地看了她一眼 吓得她动弹不得 还没反应过来 车已经开走了 奇怪 丁婉情家里不是很穷 她妈妈生病没钱做手术 老师还叫同学募捐呢 怎么会有这么好的车来接她 沉闷的车厢里 没人说话 婉情将坐着 一动不动 突然 沐天阳问 她就是魏林书 你怎么知道 婉情抬起头 眼中满是惊恐 沐天阳却淡淡地没什么表情 那封信有落款 婉情见她表情闲适 好像并不生气 也就放下心来 或许在她眼里 这根本不值一提吧 她要的只是她的身体 又没有感情 干嘛要生气 她写了什么 她问 你猜她高深莫测地一笑 婉情被她笑得背上发麻 一颗心又掉了起来 看样子 她只是生气得不明显 下车时 她对阿诚说 给小姐转笑 婉情一愣 呆呆地望着她 却不敢反对 果然 生气得不明显啊 阿诚也一愣 问 转哪里 哪里好就转哪里 沐天阳说完 走进别墅 婉情跟进去 把书放在一边 不敢轻举妄动 片刻后 见张妈端着咖啡过来 她马上迎上去 我来吧 张妈把咖啡交给她 她端到沐天阳面前 说 你的咖啡 沐天阳看她一眼 伸手接过咖啡 去做作业吧 婉情一愣 搞不明白她怎么这么好说话 抄起书就往楼上跑 做了半个小时作业 突然想起那封信 她看看门口 沐天阳应该不会进来 因为她这时候 都在隔壁的健身室里 锻炼身体 她站起身 走到书桌正前方 拉开抽屉 奇怪 明明见她扔在这里的 怎么没有 每个抽屉都找了一遍 还是没有 她正在着急 突然听人说 想看看魏林书怎么表白 按婉情跳起来 砰的关上抽屉 回头就见沐天阳站在面前 她穿着一件白色的T恤 胸口汗湿 脖子和手臂上都有胃干的汗水 这样的她 比平时多了一股阳刚之气 甚至 有些性感 婉情看到她凸显的肌肉 有些害怕 她 不会打她吧 你喜欢她 她眼睛危险地眯起 去近她 婉情摇头 我 我只是找一份笔记 笔记 我记得有一张笔记 加在书里 找不到了 婉情紧张地说 可能 可能是你扔掉了吧 我 她突然掐住她下额 撒谎 我没有 婉情眼睛一红 掉下泪来 我真的不会做那道题了 所以 所以才去找笔记 她放开她 将擦汗的毛巾扔在桌上 坐到她位置上 过来 婉情不明所以地走过去 她一把将她抱到腿上 下巴摩缩着她的头顶 温柔地问 哪道题 啊 啊什么啊 我问你哪道题 她 她要给她讲题吗 婉情心中一阵惊讶 愣愣地指了指示题卷 这道 穆天阳拿起卷子看了一遍 捞起物理书一番 在某页看了两分钟 就拿起笔在草稿纸上写起来 写完 扔给婉情 这样对吗 婉情愣愣地看着 愣愣地点头 好像对 她疑惑地看她一眼 你 你怎么会 穆天阳摆她一眼 我也读过高中 啊 还不快做 她说 在她后紧吻了一下 声音突然变得温柔 做完这道题吃晚饭 好 婉情抓起笔 感觉到她握着自己细腰的手 有些不自在 咬了咬牙 想叫她放开 但又及时打消了这个念头 就坐在她腿上做起提来 做完 穆天阳从她手中抽掉笔 火热地唇落在她脖子上 穆先生 先陪我洗个澡 她晚了两下 将她抱起来 一路走进浴室 她自然不是要洗澡这么简单 边脱衣服就边对婉情摸来摸去 脱光后 二人躺进浴缸 婉情靠着她 在她抚摸自己时 以伸手抚摸她 她似乎并不反对 她的胆子就大了一点 摸完胸口摸小腹 摸完小腹又往下 她平时都会要求她这么做 要求她去握她的肩硬 今天 不用她下令 她就主动做了 摸天阳享受了一会儿 在她耳边问 犯了错就这么主动 婉情像烫着了一样缩回手 我没有 嗯 这还没有 她腰向上挺了挺 坚硬又碰到了她的小手 婉情又缩了一下 低着头道 我没有犯错 那你干嘛心虚 婉情咬着唇 她不是心虚 是害怕 她念如地说 还不是你 我怎么了 你 婉情不惩罚你 婉情肩膀微微发抖 握紧她的分身 套弄起来 第二天 她就给婉情转了校 婉情的书 基本都还在原来的学校 她送她去去 路上 婉情担心地问 被我妈知道了怎么办 你不是什么都推给你罢了 她冷冷地递她一眼 婉情心虚地看向车窗外 摸了疑惑 她为什么要心虚啊 到学校时 正好是下课时间 大家见她收拾东西 都过来问是怎么回事 她笑了笑 我爸给我转校 转校 为什么啊 转哪里了 都高三了 是转了更好的学校吧 看样子你非清华北大不上了 她没有解释 收拾好书 背上背了一包 手上抱了遗落 笑着说 再见 走出教室 刚好上课铃响起 只有几秒钟时间 走廊和楼梯就变得异常安静 然后整个校园都安静了 她抱着书 慢慢地下楼 突然听背后传来声音 丁婉晴 听出是魏林书的声音 她愣了一下 没有回头 魏林书一见 急忙追上去 我送你出去 不用了 婉晴不耐烦地说 您回去上课吧 魏林书有些尴尬 这些书很重 我帮你报吧 送你到校门口 真的不用 婉晴飞快递不下楼梯 她愣了一下 又追上去 你转校 和我有关吗 婉晴站住 猛地回头 你以为你是谁 魏林书张红了脸 转身就走 婉晴深吸一口气 走下楼梯 转弯时 看见慕天阳 站在下面的梯子上抽烟 吓得她将手上的书 全部摔在了地上 噼里啪啦 发出很大的声响 慕天阳吐着烟雾 淡淡地扫了她一眼 但就是这慵懒的一眼 让她如芒刺在背 婉晴上面传来 叮叮咚咚的跑步声 魏林书导了回来 你怎么了 慕天阳望着婉晴 似笑非笑 婉晴如坠冰窖 呆立不动 魏林书气喘吁吁地跑到她身边 松了一口气 吓死我了 我还以你摔跤了 婉晴绝望地吸了一口气 哼哼地望着她 你来干什么 我 魏林书看到她的表情 有些伤心 突然 她看到了慕天阳 疑惑地看了她一眼 她是 婉晴没理她 低下头剪输 她挠挠头 好像是那天车里的男人 当时她没看清 也不敢肯定 不过看气质 实在和她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应该不是婉晴认识的人 她蹲下身 帮婉晴剪输 婉晴猛地推了她一把 大好 你走 她害她还不够吗 魏林书不耐地说 好歹我们是同学 你就不能让我帮你一把吗 丁婉晴 你怎么这么不讲情面 我就不讲情面怎么了 她要害死她才甘心吗 魏林书气节 一时不知道该把书全部摔到她身上 还是继续帮她捡 她怎么会喜欢她 怎么会喜欢这么不可爱的女生 穆天阳突然走了上来 问 你喜欢婉晴 婉晴身子一僵 魏林书局促地站起来 莫名有些害怕 你是 你是婉晴的 亲戚 穆天阳点头 我是她哥 婉晴张张嘴 拉住她 我马上就收拾好 就让你同学帮你吧 婉晴一呆 不知道她什么意思 魏林书却很高兴 飞快地将书捡起来 却不知道该递给谁 他们的表情好怪异 穆天阳报过书 但笑 好好读书 别惦记婉晴了 魏林书一呆 穆天阳一审 拉着婉晴走了 上车后 他们的江书砸向婉晴 婉晴嗖嗖一下 大气都不敢出 这么点时间 你也要亲亲我我 我没有 婉晴大声反驳 还敢顶嘴 穆天阳暴怒 婉晴隔了一下 不敢说了 穆天阳拿出烟点燃 对阿诚说 那个小子叫魏林书 放学的时候找几个人 把他给我打一顿 婉晴一惊 抬头望着他 怎么 舍不得 穆天阳冷哼 又对阿诚说 看他父母做什么的 也给我好好教训 班大的孩子不教好 居然敢泡我的女人 婉晴忍不住说 你教训他就算了 又关他父母什么事 穆天阳一怒 猛得将烟扔在地上 一耳光扇过去 将他压在椅子里 你说什么 你跟我说什么 婉晴被他打懵了 大哭 我没说什么 痛 你放了我 还敢叫痛 穆天阳按住他脑袋 残暴地说 你是谁的女人 随着你和另外的男人 勾勾搭搭搭 我没有 婉晴误夜道 是他 一个巴掌拍不响 你敢说你没勾引他 我没有 婉晴大喊 我没有 那我教训他 你又心疼什么 我没 婉晴哭道 我错了 我错了 我再也不说了 你放了我吧 现在知道错了 早干什么去了 我再也不了 婉晴大哭 他看着他 手静松了一点 说 为什么给他求情 你喜欢他 他是我同学 穆天阳冷冷的 没说话 婉晴正了一下反应过来 自己似乎在答非所问 马上说 我不喜欢他 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喜欢我 你要打就打吧 穆天阳将他扯起来 一脚将地毯上还未熄灭的烟头踩吸 婉晴靠在车门上 捧着脑袋 整个头皮发麻 穆天阳立眼一瞪 过来 婉晴急忙爬过去 磕磕碰碰地将散落的书灰开 穆天阳抬起他的下巴 发现他嘴角有点血迹 应该是刚刚那一耳光扇的 他一叹 你惹我做什么 我平时不够疼你吗 你干嘛要惹我生气 我错了 你就仗着我对你好了一点 就赶顶撞我是不是 婉晴急忙摇头 他狠狠地吻了他一下 以后听话点 不然我没法疼你 嗯 婉晴乌夜 他抱住他 柔声道 乖 今天不去上课了 在家休息两天 你母亲差不多要出院了吧 是 婉晴身子发抖 他不会不让他回家了吧 看你最近表现 他严禁于此 婉晴脸色苍白 果然 果然 他要怎么表现 天天脱光了在床上等着他吗 他已经睡过他无数次 这样子似乎并不稀奇 将婉晴送回别墅 穆天阳就去了公司 婉晴在沙发上坐了一下午 直到听到汽车声响 知道他回来了 急忙跑去玄关 站了一会儿 穆天阳进来 看到他一浪 他忙把拖鞋递到他面前 紧张地望着他 他看了他片刻 伸手在他脸上一摸 正好摸到上午挨过打的那半边 痛得他一搜 他狠狠地甩开手 将拖鞋踢开 头也不回地上楼 他生气了 怎么又生气了 他要怎么做 婉晴急得不行 眼看母亲就要出院了 他要是一直生气 肯定不会让自己回家的 婉晴走到书房外 见穆天阳坐在办公桌前 不知道要不要进去 犹豫了半天 穆天阳从椅子上转过来 他倒抽一口气 直挺挺地站在那里 不敢动 穆天阳看见他的神色 十分烦躁 不悦地道 进来 婉晴紧张地走进去 将门关上 走到他面前 他颤抖着解开自己的扣子 穆天阳眼睛一瞇 你干什么 我 他也不知道 但除了这样 他还有什么办法 穆天阳狠狠地瞪着他 瞪得他不敢再继续下去 只得缓缓地垂下了手 他不说话 只是看着他 他不敢与他对视 就低下了头 慢慢地 他哭了起来 眼泪一颗一颗往下掉 但又不敢发出声音 不许哭了 晚情一阵 胡乱抹了抹眼泪 睁大双眼盯着地面 不让眼泪掉出来 但片刻后 还是有泪忍不住流出来 他又抹了两下 穆天阳站起来 吓得他一退 他伸手去碰他的脸 被他打肿的那半边 他自己打的 但看到他这样 他居然觉得心疼 觉得不舍 他怎么会心疼 怎么会不舍 这是他自己打的 又不是别人打的 锦衣玉石供着他 他一点瞧不上 天天想往外面逃 他又何必心疼 心疼了又怎样 他除了怕他 顶撞他 还会做什么 穆天阳手一颤 突然拽过他 将他按在了书桌上 啊 晚情叫了一声 马山咬蛛牙 顺着他 顺着他 不然 他会更生气的 穆天阳扯着他的裙子 撕开他的衬衣 衬衣的扣子 霹雳啪啦落在地上 你想来勾引我 他想起他刚进来时的动作 一举侵入他甘涩的涌道 啊 晚情大叫一声 好痛 眼泪止不住地流出来 他却不敢哭出声 只能紧紧地咬着下唇 又哭什么 不是如你所愿 吴 晚情捂住自己的嘴 免得自己求饶 穆天阳拉开他的手 命令 叫出来 吴 晚情摇头 你敢不听话 他扯住他头发 晚情愣了一下 回头看着他 哭道 轻点 求求你 穆天阳面部扭曲地笑了一下 心中疼痛难耐 他动作温柔下来 吻着他的耳朵 低声诱惑 喊我名字 晚情惊讶地看着他 他下声莽的一状 朗怒地下令 叫我名字 我 我不敢 晚情趴在桌上 难受地呻吟 不敢 他气得发抖 握住他的腰 猛烈地撞击起来 他想让他叫他名字而已 他居然说不敢 啊不要 不要 痛晚情大声求饶 但他却丝毫没有停下来的趋势 终于 他忍不住大喊 天阳 天阳 穆天阳一正 在他的喊声中达到了顶端 停了下来 呜呜 晚情趴在桌子上 痛哭 穆天阳搬过他的脸 爱莲又急切地吻着 叮晚情 吻了几下 他狠狠地掐住他下巴 神色悲伤而愤怒 你为什么不对我笑 晚情茫然地望着他 他说 我还没见你笑过 晚情一呆 他想看他笑 乖 笑一个 他不需要他怕他 不要他战战兢兢地伺候他 他想看他笑 真心实意地对他笑 当然 如果是假的也没关系 装装也好啊 晚情看着他 笑不出来 他努力地扯着嘴角 结果却比哭还难看 穆天阳一见 颤抖着手 很想再挥他一耳光 但是 他舍不得了 他甩开他 从他体内退出 晚情低吟一声 从桌上滑到了地上 你给我滚 穆天阳怒吼 为他花了钱不算 还为他动了心 结果他连笑都不愿意对他笑 晚情穿上衣服 慌慌张张地离开了书房 穆天阳低坐在椅子里 痛苦地闭了闭眼 望着天花板发誓 丁晚情 不能我一个人难受 如果我爱上了你 你也必须爱上我 第二天 穆天阳突然开恩 让婉晴去看许可威 婉晴又惊又怕 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不敢答应 穆天阳桌子一拍 你现在胆子是有多大 连谢字也不会说了 谢 谢谢 婉晴急忙说 穆天阳扔下早餐 明天去学校 以前买给你的东西 该穿就穿 该戴就戴 那里大家都这样 你不用再觉得不好 是 婉晴说着 举得手腕有些凉 穆天阳火大地踢了踢凳子 离开别墅 婉晴也随之结束早餐 换了衣服去医院 和往常一样 许可威担心她学习 劝她别来 她则满嘴谎言 哄许可威放心 许可威说 现在不是你放月假的时候 不要以为我不知道 好啦 婉晴说 你出院的时候 正好我放月假 你总不会说什么了吧 学习重要 我没有荒废 婉晴正准备离开 护士来叫许可威吃药 婉晴把包放下 说 我等你吃了要再走 说着就去倒水 许可威无可奈何 一低头 发现有东西要从她那破解的小布包里掉出来 伸手一拉便拉出一只手机 婉晴到碗水回来 看她拿着自己的手机 愣住 许可威眉头紧锁 问 这是哪里来的 是 婉晴双手发抖 急得不知道怎么解释 许可威淡淡地一撇嘴 将手机放在一边 她能够疼你 也不错 婉晴恍惚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 她说的是丁志刚 她以为这手机是丁志刚买的 婉晴心中悲凉 很想告诉她不是 丁志刚什么都没给她 反而将她卖了 她还不如承沐天阳的琴呢 至少沐天阳救了她母亲 给她买着买那 怎么也比那个称之为父亲的人强 婉晴放下水 冷冷地说 这样东西而已 代表不了什么 许可威看她一眼 既然这样 以后少拿她的好处 被那对母女知道 又得闹出事来 哎 婉晴回到车上 阿诚说 总裁刚刚打电话来 让我送你去公司 婉晴一愣 急问 急马 不急的话 先送我回家 我要换衣服 阿诚点头 先开车回别墅 婉晴飞快地跳下车 上楼换了一身名牌 慌慌张张地在脸上 铺了一层粉 加了加睫毛 涂上唇彩 总共花了不到十分钟 看着镜中的人 有点不像自己 她伤心地扯了扯嘴角 拿起了优的手提包 好歹有点被人换养的样子 正要离开 突然想起这样还不够 又拉开抽屉 拿出一条钻石项链戴上 最后 她摸到了 印着Vacheron Constantin的盒子 走进办公室 看到慕天阳低着头在办公 婉晴慢慢走过去 低声叫道 慕先生 慕天阳抬头 看到她 一浪 天刻后眼睛扫过她脖子上的项链 再扫到她手腕上的僵尸单段 她神色满意 推开键盘 过来 婉晴走过去 她将她抱到腿上 亲着她的脸 还化了妆 婉晴咬着唇 有些不自在 她抽起纸巾 递到她面前 唇彩擦掉 婉晴一愣 疑惑地接过纸巾 慢慢地擦着自己的嘴唇 我有没有告诉过你 我不喜欢擦口红的女人 婉晴仔细想了半天 说 好像没说过 大概是我忘了 我以后会记得 嗯 乖了 她抬下她的下巴 轻轻地吻上去 缠绵了大半天 我可不想天天吃那些化学物品 慢性中毒不说 还影响口感 婉晴忍不住问 那你给我买化妆品干什么 慕天阳一愣 偏头看着她 你敢顶嘴 婉晴脸色一白 我 我不是故意的 哼 慕天阳轻笑一声 伸手勾住她连衣裙的细肩带 这衣服真不错 说着把肩带拉到了肩膀下 她胸前的内衣立刻露了出来 婉晴一急 慕先生 她要在这里吗 这可是办公室 你叫我什么 婉晴一愣 结结巴巴地道 天 天阳 慕天阳伸手抬起她的翘臀 让她张开腿坐在自己大腿上 一只手从裙子下钻进去 在内裤底端扶摸 慕天阳晚情害怕地发抖 紧紧地抓住她的衣领 她想求她不要在这里 但又不敢 因为每一次求她 都只会招致更残暴的对待 突然 桌上的电话一响 慕天阳停下来 两眼冒火地盯着电话分机 片刻后 分机里传来秘书甜美的声音 总裁 丁小姐在楼下 她想见您 丁小姐 晚情疑惑 她不是在这里呢 还有第二位丁小姐 慕天阳愣了一下 笑道 请她上来 挂了电话 她对晚情说 是你姐姐 晚情已经 火速从她腿上跳了起来 脸色一阵青一阵白 她 她怎么会来找你 她是丁家大小姐 名愿千金 怎么不能来找我 我 我不想见她 晚情着急地抓住她的手 你 你能不能让我走 我不想见她 我什么都答应你 好像你曾经说过这话 结果却总是反抗我 我 我错了 晚情急得快哭了 我可不可以先离开 你离开不了 她说 晚情正疑惑 她为什么这么说 秘书又接近电话 总裁 丁小姐到了 她一惊 盯着大门 整个人颤抖着如风中的落叶 慕天阳对秘书说 让她进来 切断电话 她往旁边一指 那边是休息室 门上的把授已经在旋转 晚情扭头就跑 丁采言笑夜如画地走进来 却看到一个女人的背影跑向休息室 她笑容一将 只中了三秒就恢复神色 笑盈盈地走到慕天阳面前 慕走 叫我天阳就好了 慕天阳起身 搂住她的腰 我还以为你忘了我们的约会 我怎么敢忘 丁采言满心欢喜 整个人都挂到了她身上 无论休息室的女人是谁 现在慕天阳抱的是她 所以她才是胜利者 或许 休息室里是此前经常和她约会的赵美娜吧 看样子 赵美娜是宠了 不然慕天阳可以拒绝见她的 虽然她一直想接近慕天阳 但她之前就是看不上她 昨晚她去参加一个宴会 因为知道她会去 她费心地打扮自己 终于让她的目光落到了自己身上 宴会结束 她没有送你搬赵美娜回家 而是送的她 她就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 昨晚她说请她吃午饭 但没说具体日期 打铁要趁热 她今天就来找她了 如果她见她 自然再好不过 如果不见 她只能再努力 至于那个先到的女人 她就当没看见 她现在不过是她的其中之一罢了 地位都还稳定 自然不会奔到大吵大闹 争风吃醋 或许 赵美娜就是在为昨晚的事生气吧 哼 她的目标是当穆太太 绝不会这么目光短浅 当然 她能如此放得开 也是因为没认出那个人是婉晴 不然不知道被自己成什么模样 二人亲热了一会儿 穆天阳说 我们去吃饭 好啊 丁采言高兴地回答 二人搂抱着离开办公室 躲在休息室里的婉晴已经僵硬了 她抱着膝盖坐在地上 失神地想 她和采言 在交往嘛 早该想到 她这样的男人最不缺的就是女朋友 但没想到 是采言 而自己 无论她有多不情愿 她现在的身份都是万人托骂的小散 如果被采言知道 她一定会杀了自己吧 晚情蹲了很久 听见背后有人敲门 她已经 以为穆天阳回来了 站起来把门打开 穆天阳的秘书站在外面 笑道 孙先生叫我来找你 她在外面 孙先生 阿诚 哦 原来阿诚姓孙啊 走出办公室 看到阿诚 阿诚说 总裁叫我送你回去 哦 总裁说你可以先在外面吃午饭 不用 我回去吃 穆天阳第二天早上才回来 看见张妈在收拾餐桌 问 晚情吃晚了 人呢 小姐已经去学校了 张妈回答 穆天阳一愣 皱眉往楼上走去 很好 她一夜未归 她居然高高兴兴上学去了 她自然不是想让她吃醋 她只是想收拾丁采盐而已 新的学校是贵族学校 晚情一去就感觉周围的人像镀了金一样 个个都贴着有钱人的标签 但就算大家都有钱 也分大富和小富 所以也有攀比 上课前 老师向全班同学介绍了她 下课时 就有人来问她 丁晚情 你爸爸是谁 晚情心下有些厌恶 脸上却微笑道 她叫丁志刚 丁志刚 问她的女生想了一下 好像没听说过 也就是说她爸爸并不有名 说不定只有几十百把万 刚刚好供她读这座贵族学校 你爸爸是谁 晚情问 女生得意的杨齐下巴 杜月明 杜月明可是商场有名的战将 连穆天阳都必须给她面子 晚情说 我也没听说过 你 女生一致 愤怒地看着她 你说什么 没听说过很奇怪吗 她本来就没听说过 她又不是千金小姐 又不用去豪门参加宴会 不需要了解这些 你故意的 女生站起来 抽起桌上的书打她 丁晚情 你以为你是谁 杜欠你别这样 别的同学拉住她 她没见过世面的 你何必跟她一般见识 估计是哪个员工的亲戚 靠关系进来的吧 有人说 你和她说话 降低了你的身价 就是 你可是杜远明的女儿 但杜欠还是不舒服 横横地瞪着晚情 晚情却坦然地看着她 一点也不害怕 就好像杜远明什么东西都不是 她深吸一口气 你马上跟我道歉 我为什么要道歉 我教你道歉就道歉 悠着又是谁在撒泼了 前方突然传来一个声音 晚情抬头 看见一个身穿白T恤的女生 正不屑地看着杜欠 杜欠已愣 表情精彩地变了几遍 最后没好气地回头 要你管 你挡我到了 女生说 杜欠一将 横横地让开 晚情心底暗笑 看样子这个女生的爸爸 比杜远明厉害 女生从中间走过去 说 人家带着僵尸单顿 看起来比你杜小姐 还有身价呢 骚包 杜欠瞪了一眼 晚情手上的僵尸单顿 晚情恍若未闻 低下头看书 何必那么大反应 女生讽刺地笑道 说不定是假的 穆天雪 杜欠大好一声 你不和我做对要死是不是 我乐意 晚情突然回头 看着穆天雪 刚刚就觉得她眼熟 听着名字 难道 吃过晚饭 穆天杨还没回来 晚情乐得自在 大概和彩岩约会去了吧 希望不久之后 她就会放自己离开这里 做作业做到十一点 设定的闹钟响起 自从上次之后 她就设定了闹钟 免得不小心忘了时间 又被她借题发挥 关掉闹钟 她有些迟出 还有两道题 到底要不要做完 或许 她和昨天晚上一样 不会回来了 但这别墅里不止她一个人 张妈和那两个保镖 都可能是她的眼线 要是被她知道了 谁知道她会怎样 晚情叹了一声 收拾好树本回卧室 洗澡时 听到外面传来声响 她知道她回来了 慌忙冲洗身上的泡沫 还没冲完 穆天阳就进来了 你回来了 婉晴动作有些僵硬 不敢在她面前遮遮掩掩 只好背对着她 穆天阳嗡了一声 婉晴看她一眼 知道她喝了酒 但只是微醺 并没有醉 她站在镜子前刷牙 婉晴默默地冲洗完 拿起睡衣穿上 正要出去 穆天阳开口 新学校怎么样 听好的 婉晴犹豫地站住 想起那个叫穆天雪的女孩子 想问一下她 但她应该不会回答她吧 多半会骂她一顿 她有什么资格管她的事 穆天阳放下牙刷 过来给我搓背 哦 婉晴拉了拉睡衣 走到她身边 她抬起她的下巴吻过来 很强势地撬开她的嘴 大肆掠夺了一番 放开她 她已在关系台上 笑问 味道怎么样 哦 啊 婉晴一愣 抬头看着她 她看起心情很好 这牙膏蛮清新的 她大手一挥 放水去吧 见她要脱衣服 她赶紧跑去放水 背对着她 免得看到不该看的 天刻后 她从身后抱住她 她身子有些僵硬 知道她现在什么都没穿 睡那么多次了 还不习惯吗 她吻着她的耳朵 婉晴 你说我干得你舒不舒服 啊婉晴大叫一声 激动地震开她 你 你快洗吧 水好了 她怎么可以说这种话 这么难听的话 她不要听 慕天阳一笑 低头贴近她的脸 这样就不喜欢听了 我要问你干得爽不爽呢 你别这样 婉晴闭上眼镜 难过地请求 只能做 不能说是吧 慕天阳伸手刮了一下她鼻子 逗你的 你不喜欢 以后不说就是了 但前提是你没惹我生气 婉晴一愣 她怎么突然这么好说话了 疑惑地睁开眼 见她光着身子站在自己面前 看见她腿间那个东西 她吓得马上闭眼 慕天阳哈哈一笑 躺进浴缸 婉晴过了几秒才睁眼 蹲下去给她擦背 她看着她 让她颇不自在 只能一直低着头 突然 她的手机一响 她说 给我拿来 婉晴起身去拿 见来电显示是丁彩岩 她手一抖 差点把手机摔在地上 把手机递给她 她说 脱衣服 进来 然后接起电话 婉晴愣了一下 听她叫着采颜 自己在旁边默默地脱衣服 然后坐进浴缸 她摸着她腿心 示意她坐到她腰上去 嘴上却对电话那边说 当然想你 婉晴愣坐在一边 看着她 她眼神一立 吓得她哆嗦一下 马上骑到她大腿上 对着她挺立的坚硬坐下去 嗯 婉晴咬住牙 痛苦地抓住她的肩 片刻后 她退了下来 用口型说了一个字 疼 她那里还是干涩的 根本进不去 我去洗澡 不聊了 沐天阳挂断电话 扔在一边 将她捉到腿上 洗了这么久 我都硬了 你还没事 你别 婉晴痛苦地呻吟 她为什么总把话说得那么难听 嫌我说话难听 沐天阳怒吼 你是个什么东西 还配得到我的甜言蜜语 对 我不配 婉晴突然抬头与她对好 只有丁采言才配 好玩 于是李安静了 沐天阳瞪着她 她一个寒战 如世界末日一般 哆哆嗦嗦地颤抖 对不起 我错了 她急急忙忙地抓住她 痛哭流涕 我错了 我不该这样 你要我做什么 我马上做 说着 她就往她那根英镑上做 她却拉住她 声音出乎意料地平静 算了 婉晴呆愣地看着她 她推开她 去床上等我 婉晴半天才反应过来 是 是 她急急忙忙地爬出浴缸 扯着衣服裹在身上 就这样往外走 摩天阳扯了扯嘴角 提起还挺硬 这么硬的脾气 她要再宠一下 不犯了天了 第二天 她去上班时顺路 送婉晴去学校 婉晴还在为 昨晚的事后怕 一路小心翼翼地 瞧着她的脸色 她瞥她一眼 看什么 我脸色有范利 婉晴摇头 突然想到一个借口 班上有个女生叫慕天雪 是吗 慕天阳淡淡地应了一声 有什么问题 她 她名字和你很像 你在一班 是 那就对了 她是我妹 她欺负你了 她哪敢说她妹的坏话 急忙摇头 早自习下课后 她去上厕所 被杜倩堵在卫生间 当时卫生间很多人 但大家看到杜倩拦她 纷纷离开 还体贴地把门关掩饰 婉晴见杜倩一行有三个人 而自己被逼到墙角 有些害怕 你们要干什么 杜倩冷冷地看着她 另外两个女生冲上来 拉住她胳膊 她还没反应过来 杜倩就抓住她头发 将她按在关系台上 放开我 婉晴大喊 杜倩把她手上的手表扯下来 猛地砸在地上 僵尸单断 嗯 丁志刚算什么东西 那么小一个破公司 我爸爸一句话就会让她破产 她爸爸的却有这个能力 但杜家家较言 由不得她任性 昨天回去 她也只是找杜远明的下属打听丁志刚 一点都不敢去问杜远明 你就让她破产好了 婉晴一点都不心疼丁志刚 但这话听在杜倩儿里 却是另一种意思 杜远明是出了名的严格 一点不会踪容子女 如果这是被她知道 她不但不会对付丁志刚 还会惩罚杜倩 杜倩觉得 婉晴这根本是讽刺自己 看不起自己 还有 她根本就知道杜远明是谁 所以昨天说不知道真的是故意的 杜倩气得发疯 转身看到清洁工留在角落里的水桶 提起来 对那两个帮忙的女生说 让开 然后 一桶污水就泼到了婉晴身上 婉晴大叫一声 已经成了落汤鸡 杜倩得意一笑 扔下水桶 我们走 婉晴吐着呛到口中的水 难过地哭起来 她为什么要遭受这些 她原先的学校读得好好的 根本不会有这些事 多日积压的情绪如潮水般涌上来 她蹲在地上放肆大哭 恍如世界末日般的崩溃 厕所门突然打开 有人走了进来 看到这一幕愣在门口 婉晴抬起头 看到了木天雪 她是我妹 她想起木天阳的话 这是木天阳的妹妹 木天雪看见满地无水 皱了皱眉 本来想去上厕所 但怕脏了自己的鞋 只好转身去别的楼层 手碰到门坝前 她扭头说 有什么好酷的 回寝室换一件不就得了 在这座学校 就算是走独生 也有寝室床位 为的是午休 或者偶然留宿 婉晴正正的没有反应 她根本没有衣服在学校 怎么换 片刻后 她站起来 大喊 木天雪 木天雪已经出门 听见声音又到回来 干什么 我没有衣服 可不可以 你不会想让我借给你吧 木天雪瞪大眼睛 恶狠狠地说 想得美 说完碰的甩上了门 婉晴颤颤地眨了眨眼 上课铃声已经响了 教室里 老师看着她的座位 问 丁婉晴没来上课 杜倩等人洋装看书 低下了头 木天雪说 我刚看到她在厕所 哦 老师皱了皱眉 既然是上厕所 也不能责备人家 但为什么不早点去 非要弄得上课迟到 她衣服弄湿了 天雪补充 也不知道是不是被人故意泼的 浑身都湿透了 说完看了杜倩一眼 老师也看着杜倩 然后全班都看着杜倩 杜倩抬起头 恼火地瞪着天雪 你什么意思 我要告诉大家 我进去之前 正好看到你和你两个跟班出来嘛 或许有更多的目击证人哦 不知道他们愿不愿意作证 木天雪 杜倩猛地站起来 一脚踢开了凳子 木天雪也站起来 将书往地上一摔 怎样 好了好了 老师急忙叫住他们 都做好 这群学生一个比一个有背景 真是不好管 天雪冷哼了一声 捡起书做好 哦 老师 刚刚丁婉晴告诉我 他没有衣服 说完怂怂间 好像与自己无关 老师很无言 他说他没有衣服 很明显是要跟你借啊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有爱护住 老师没法 只好扔下班上的同学 去厕所找婉晴 婉晴正在水龙头下洗脸 看到他来 无助地哭泣 老师 你跟我来 老师说 婉晴拿起 放在一边的手表 跟他到教室宿舍 他找出自己的衣服 将就穿吧 没你的好 谢谢 很好了 老师叹口气 有时怎么不和老师说 没事 婉晴说 他不愿追究 老师还正好省事 那你在这里休息一节课吧 我回去上课了 婉晴洗澡后 把自己衣服洗了 晾在外面 现在是夏天 很容易干 不出意外的话 下午放学就可以穿回来了 那样 穆天阳就不会看出他发生了意外 末帝 他看着桌上的手表 拿起来仔细检查了一遍 除了边缘有些刮花 别的没有问题 希望不会被他发现 放学走出学校 婉晴在一堆私家车中看到了属于穆天阳的那辆 在这所学校 没人知道他实际的情况 他不用怕被人看见 直接走过去 打开车门 看见穆天阳 穆 刚想叫穆先生 想起他最近多次要求他直接叫名字 只得改口 天阳 穆天阳从iPad中抬头 伸手摸了一下他的脸 笑道 这么乖 那去给你买几套新衣服做奖赏 婉晴脸色一变 娜娜的说 不 不用了 穆天阳看他一眼 不喜欢 当然不喜欢 讨了他欢心 他就买一副首饰给他 就好像他是情妇 他才不是 婉晴双眼无神地望着窗外 心中喃喃自语 他不是 不是 穆天阳握住他下巴 让他对视着自己 你在看哪里 婉晴将视线移到他身上 他说 你只能看我 他不喜欢他刚刚的样子 好像什么都不放在眼里 要在这个世界游离开去 因为来接学生的私家车太多 马路上堵成一团 饶食穆天阳这车最为豪华 也只能憋屈地在中间蜗牛漫步 就在这时 一个人影突然趴在了车窗上 双手使劲拍着车门 穆天阳眉头一皱 放开了婉晴 阿诚回过头来 总裁 是小姐 而突然想起平时叫婉晴也叫小姐 他不知道怎么再解释清楚一点 穆天阳说 开门 阿诚将车门解锁 婉晴这方的车门立即被人拉开 穆天雪钻进来半个身子 哥哥你怎么会来接我声音戛然而止 他看着婉晴 正了半晌 望着穆天阳 穆天阳说 坐前面去 穆天雪一愣 气怒地瞪着婉晴 很是不服 穆天阳历声重复 坐前面去 穆天雪郁闷地甩上车门 这是来接他的司机追上来了 本来家里有司机来接他放学的 他刚刚看到穆天阳的车 以为穆天阳来接自己 所以追了过来 司机问 小姐 大嫂他 稍烦我 穆天雪没想到会在各个车上看到自己班上的同学 心情有点糟糕 将那司机打了一下 绕到副驾驶上车 司机本来想跟穆天阳打个招呼 但穆天阳并没有摇下车窗 他只能站在路边目送他们 平稳行驶的汽车上 穆天雪扭头瞪着婉晴 婉晴看了他一眼 并不怕他 低头看着自己膝盖 一点也没有要与他交流的意思 他只受过穆天阳的恩惠 只需受制于穆天阳 穆天阳没有要求的事 他不必去做 他是谁 穆天雪问穆天阳 穆天阳没理他 将iPad塞到婉晴手中 那个愤怒的小鸟的挺好玩的 穆天雪见状 声音尖锐了几分 他是谁 婉晴会议 挽起愤怒的小鸟来 他的命令嘛 他得乖乖遵从 至于穆大小姐的吼叫 不必理会 声音轻点 穆天阳不满的皱眉 你这是千金小姐的气质 穆天雪一致 声音低下来 但仍然带着怒气 他怎么会在你车上 你们认识 你们是什么关系 穆天阳伸手将婉晴揽在怀里 低头看着他玩游戏 一只手暧昧地在他锁骨上游移 婉晴不自在地动了动 却没敢推开他 他抬头看着穆天雪 你说我们是什么关系 穆天雪倒抽一口气 你 你们 他 他是你情 父 他 婉晴手上的IPID砸在了膝盖上 他浑身颤抖着 泪水落在了屏幕上 穆天雪闲雾地瞪了他一眼 不要脸 穆天阳眼睛一眯 将婉晴抱到腿上 抬起他下巴就亲吻 婉晴强烈地抗拒着他 不要 你们干什么 穆天雪大吼 丁婉晴 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 放开我哥哥 穆天阳扑痴一笑 又不是他抱着我 你叫他怎么放 你这话说反了 你 穆天雪瞪大眼睛 一副不可知心的表情 你 你该不会对他 到底是哥哥枕边的人 客气点 怕他说出什么打草惊蛇的话 他及时打断了他 穆天雪正了半天 不敢吼他 对婉晴发难 你不要脸 狐狸精 我没你这样的同学 你居然勾引我哥哥 骂得激动 抓起自己的香奈儿包包就打过来 因为车内空间狭小 他的包几次都甩到了开车的阿诚头上 阿诚不敢吭声 只能忍着 加倍小心地开车 穆天阳脸一沉 天雪 我要告诉妈 你妈早就知道了 穆天雪一愣 我怎么不知道 穆天阳轻蔑地看她一眼 叫你不好好看书 好好看报 记者拍到过几次 别说妈 连爷爷都被惊动了 唯独这个千金小姐不知道 穆天雪明白过来 脸一红 厌恶地说 我才不想关心你的花边新闻 哦 穆天阳眉毛一条 这么不想关心我 那以后不要问我要卡地亚 僵尸单顿了 自己上街的时候也不要问我要卡刷 穆家家教虽然不像杜远明家那么严格 但只有天雪一个女儿 所以上下都很看重 自然不舍得她长得太骄纵 所以很多方面都减量地约束 她的衣服 每个月只添两套 不走亲房有没有珠宝袋 未满18岁不会有自己的卡 更多的 只能向穆天阳撒娇 让穆天阳买给她 所以 听到她的威胁 穆天雪顿时就消停了一些 年轻女孩子 到底是爱美的 特别身边又有一群爱攀比的附加子 自己当然不想落于人后 若是哥哥突然不给她买东西了 以后她的出场可就寒称多了 还不被杜迁那女人比下去 婉晴听到她们一来二去的对话 默默地收起了iPad 看样子 她们两兄妹感情很好 这样一来 以后还真要小心伺候着穆天雪 不然得罪了她 穆天阳一为她出头 又是自己遭殃 突然 穆天雪又回头问 她的衣服都是你买给她的 不然呢 穆天阳笑着反应 穆天雪闻言 看婉晴的眼神不禁又带着几分轻视 我还以为你真是千金小姐呢 没想到居然是出来卖的 天雪 穆天阳立声呵斥 谁教你说这种话的 成什么样子 一个千金大小姐 开口闭口出来卖的 她也不觉得丢人 穆天雪被她一吼 又气又怒 她敢做 还不能别人说了 看到她搂住婉晴的手 更是火冒三丈 你放开她 她就是一个贱女人 嘴巴再不放干净点 我就告诉爷爷 一提到穆家老爷子 天雪灯十年老 扭头就捂着脸啜气 回到别墅 她死也不肯下车 要阿诚送她回大宅 阿诚为难的望着穆天阳 穆天阳冷哼 别管她 越宠越娇 你直接开车去洗 她爱吓不吓 穆天雪一听 飞快地冲下车 追上去一皮包打在她脑袋上 阿诚和婉晴倒抽一口气 穆天阳却只是皱了皱眉 转身就将她手牵住 穆天雪又踢又踹 你混蛋 我没你这样的大哥 来人 穆天阳眼睛都不眨一下 把她送回大宅 阿穆天雪立声尖叫 更疯狂地扑了上去 你欺负我 欺负我 为了一个野女人 连我都不疼了 呜呜呜 你不是我哥哥 晚晴被她吓得木凳口呆 在学校时 穆天雪是多么地高傲有气质 这时候怎么疯了 别墅内的张妈听见声音 也悄悄过来探视 惊恶地问婉晴 怎 怎么了 这个难道是先生的正牌女友 发现先生金屋藏娇 所以上门来算账了 婉晴呆呆地摇头 小声地推她 你快进去 张妈当然知道自己不该管主人的闲事 马上就进去了 还是先煮饭吧 看样子得多煮一个人的 穆天雪闹了半天 像打在棉花上 一时气不过 见婉晴站在旁边 一脚就踹了过去 正中婉晴小腹 啊婉晴大叫一声 跌坐在地上 后脑勺撞在门框上 痛得她眼泪直飙 穆天雪 穆天阳大吼一声 是真的发怒了 她甩开她 转身扶起婉晴 伤了哪里 婉晴痛的背都是麻的 却还是摇头 穆天阳眼睛一眯 将她打横抱起 大步走进客厅 将她放在沙发上 她扶着她的背 让她趴在自己腿上 紧视她的头部 疼 污 婉晴揪紧她的裤子 穆天阳身子一震 急忙将她小手拉开 塞了一个抱枕给她 别乱摸 摸得她都有反应了 婉晴一僵 想要爬起来 这样她都能有反应 她是禽兽嘛 她压住她 干什么 我 婉晴哪里还敢动 只好乖乖趴着 穆天雪走进来 心里头有些害怕 但脸上还是一副桀骜不驯的表情 穆天阳瞟她一眼 对婉晴说 以后她发疯 你躲远点 穆天雪气呼呼地在一边坐下来 狗男女 穆天阳眼睛一瞇 你说什么 哼 穆天雪扭过头去 穆天阳冷冷地看了她片刻 却也没说什么 扭头较张吗 拿冰块来 安静的客厅里 婉晴趴在穆天阳的腿上 穆天阳用冰块给她敷着后脑 穆天雪在一边看着 眼中满是极恨 哼哼哼 太过分了 哥哥是她的 哥哥还没这样关心过她呢 这丁婉晴算什么东西 太过分了 太过分了 她哼哼地瞪着婉晴 双眼从婉晴的白皮鞋向上扫 哼 全身名牌 哥哥还真舍得 墨地 眼睛停留在她手腕上 她恶然地瞪着穆天阳 她戴的僵尸单顿 不会是我的吧 她年初说过给她买手表的 嗯 穆天阳淡淡地回应 原本就是你的 谁叫你不好好读书 调出班上前十名 我就转手赏给她了 阿穆大小姐发疯一样尖叫 她私人定做的僵尸单顿 全球只此一块 我要杀了她 穆天雪扑过去 婉晴吓了一跳 急忙爬起来 往一边躲 穆天雪按住她 使劲扯她头发 我让你勾引我哥 啊 婉晴痛叫 又不敢还手 只能缩在一脚痛哭 穆天阳眼睛一眯 助手 你是狐狸精 不许勾引我哥 你不配 穆天雪还在扯婉晴的头发 穆天阳深吸一口气 将冰袋扔在茶几上 碰的一声 穆天雪吓得放开了婉晴 转身害怕地看着她 不许闹了 穆天阳说 期末考试进了全班前五 给你定做百达斐力 香粉钻 百达斐力 比将诗丹顿更胜一筹的世界名表 穆天雪文言 眼里闪过一抹向往的光 扬起下巴 我一定会考到的 要是我考到了第一 我要一只香粉钻的手机 苹果的 苹果没那样的 穆天雪靠过去 抱着她手臂撒娇 你帮我定做吗 那你努力 穆天阳俯开她 起身往楼上走 婉晴你上来 是 婉晴急忙跟上去 穆天雪一见 刚刚缓和的脸色又变得不自在 婉晴跟着穆天阳走进房间 门一关 穆天阳回过头来 为什么不还手 婉晴一愣 冷冷地垂下头 我不敢 什么 她是你妹妹 我不敢打她 穆天阳一笑 抬起她的下巴 她要不是我妹妹 你就动手了 婉晴顿了顿 下巴向上抬了抬 那当然 哈 穆天阳一把将她抱进华里 搂着她走向大床 我喜欢你这脾气 站在床边 她放开她 伸手解她衬衣的扣子 同时低下头亲吻 婉晴有些抗拒 晚上好不好 现在就想要 穆天阳拉着她的小手 伸向自己胯下 你刚刚差点把她唤醒了 婉晴躲了躲 站着没动 穆天阳从她的脸腕到脖子 突然一愣 站着了身体 两眼犀利地盯着她 什么胃 什么胃 婉晴根本不知道她问什么 只能疑惑地看着她 她一把掐住她下巴 双眼冒火 你身上是什么味道 婉晴吓了一跳 瞪着惶恐的大眼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穆天阳一把将她扔在床上 扑上去压住她 暴力地撕扯她的衣服 只有片刻 她就全身 而她 仍然整整齐齐 不属于我的味道 哪里来的 穆天阳掐住她的脖子 一不小心 就可能让她毙命 两行泪从婉晴的眼中流下来 她不知道 不知道 她战战兢兢地张嘴 我 我不知道 我没有 我不敢 她以为她掏人马 她哪里敢 哪里敢 突然 她想起来了 伸手握住她的手 我想起来了 穆天阳的手松了一些 说 是沐浴露的味道 我在老师那里洗了一个枣 老师的沐浴露 和这里的不一样 穆天阳眼睛一眯 身上散发的气息更加危险 有人用污水泼我 婉晴急忙把白天的事告诉她 不信你问穆天雪 她看见了的 老师是难得你的 你的 你还是可以问穆天雪 怒气终于消散 穆天阳翻身坐起 去洗掉 婉晴难过地爬起来 走进浴室 十分钟后 她裹着浴巾回到穆天阳身边 害怕没被洗掉 过来前还喷了点香水 谁知 穆天阳说 香水未洗掉 婉晴只好再次去洗澡 这次过来时 整个人像穆偶一样 头发上还在滴水 穆天阳将她按在床上 扯开自己的皮带 发现她浴巾下什么都没穿 她露出一个笑容 似乎满意不少 抬起她一条腿 啊 婉晴身影 好痛 她攀住她的肩膀 难受的忍耐 穆天阳一笑 动作很是温柔 你这一天过得够呛 先是被同学泼 后又被天雪打 现在又被我 啊 婉晴看着她 脸红红地往她胸口靠 她这父母样 自然比流泪忍耐让她满意 她亲吻着她的脸 轻声问 头还痛吗 不痛了 下面呢 刚刚那么干 不知道有多痛 婉晴将了一下 捉住她衣服的手 忍不住收紧 缓 有一点 穆天阳一听 就慢条丝里地摸着 婉晴轻轻地呻吟 忍受着痛楚 几分钟后 痛苦变成了欢愉 呼吸忍不住急促 声音的音调也变了 嗯 她咬住下唇 不想泄露自己的情况 但穆天阳已经听了出来 暧昧地问她 舒服吗 嗯 婉晴怎么会回答她这种话 她加快速度 宝贝 告诉我 啊 婉晴没法再靠在塌华里 躺倒在被窝里 嗯 呃 宝贝 穆天阳的声音 有着一股危险的气息 婉晴身上一股寒颤 睁眼看着她 舒 舒服 大声点 啊 婉晴羞耻地流下热泪 服从她的命令 穆天阳似乎仍不满意 仍然大好 在叫 婉晴嗚叶一声 提高音量 或许是叫声刺激了她 她的动作更加疯狂 在叫 大声点 如此这般 又要求了四五次 婉晴以为她是兴奋 到最后发现她是愤怒 小小的身躯已经承受不起她的摧残 只得求饶 不要了 呜呜 啊 穆天阳咬着牙 像狂兽一样冲刺 不发一语 不 呜呜 求求你 身上的人越来越疯狂 婉晴终于忍不住大叫 天阳 天阳放了我 求你 穆天阳默地停了下来 搬起她的小脸就稳 身下又变成了最初那慢条丝里的年柔 片刻后 她放开她的唇 早叫我不就没事了 婉晴这才明白 她不是要她叫多大声 而是要叫她的名字 就在这时 门烹得被撞开 穆天阳反应极快地掀起被子 将二人盖住 婉晴吓得抱紧她 她不用猜也知道是谁 回头瞪着门口的穆天雪 你发什么疯 穆天雪指着他们 手指颤抖 你们 你们真的 出取 穆天阳不容置疑的命令 你们 穆天雪一脸绝望加受经过度的表情 你们太过分了 她海天真的以为他们是说来玩的 没想到真的是这种关系 大白天就在屋里干这种事 出取 穆天阳仍然命令 婉晴靠在塌华里 颤抖地哭泣 穆天雪虽然看不见被子下的光景 但光看被子的形状 也知道婉晴的双腿还还在穆天阳的腰上 也就是说 他们现在那里还 还 而穆天雪疯狂地大叫一声 转身就跑 门也没关 穆天阳深吸一口气 按住婉晴继续运动 婉晴已经被吓得没有情欲了 大叫 关门 天阳 关门 闭嘴 穆天阳大好一声 婉晴虽不敢再说话 默默承受她的侵袭 晚饭时 穆天阳的母亲打电话来 穆天雪告诉她 我以后要住哥哥这儿 怎么突然想到住那里去 穆天阳警告地看着她 她说 哥哥一个人住太孤单了 连饭都不好好吃 我要监督她 好吧 乌鸦想了一下 要是看到哪个女人和她走得近 记得告诉我 告诉你干嘛 穆天雪明知故问 一派天真 我可不想她乱找女人 你应该也不喜欢随随便便的女人做你大嫂吧 那倒是 穆天雪挂上电话 对穆天阳说 我以后住在这里 住到她走为止 她指着婉晴 婉晴低头安静地吃饭 根本不理她 穆天阳也只是淡淡地瞟了她一眼 对她的宣告不做任何评价 气得她挽快一摔 实不下眼 穆天阳说 特地聘了家庭教师教你礼仪 你就是这样学的 穆天雪委屈地咬着下唇 拔完捧起来 当千金小姐就连发脾气的权力都没有嘛 做什么都要端着 发脾气也要端着 任何时候都不能失态 不能有损形象 第二天去上课 汽车开到学校附近 穆天阳叫阿诚停车 然后对穆天雪说 下车 为什么 还没到 你不会想让人看见你和婉晴从同一辆汽车上下去吧 她的确不想 她哼了一声 高傲地抬起下巴 看着婉晴 那让她下去 我舍不得 穆天阳说 婉晴抬头看着她 不知她是真是假 不过穆天雪的确气得够呛 一摔车门就下去了 还狠狠地踢了一脚 混蛋哥哥 我你就舍得 我恨死你了 明明以前只宠她的 丁婉晴为什么会出现 穆天阳笑了笑 注意形象 好妹妹 走两步 告诉那些纹固子弟 你和他们不一样 你不是眼高于鼎 只会享受的千金大小姐 说吧 白手让阿诚开车 天雪气得又想踹过去 但见马路上来来往往都是送学生上课的私家车 值得忍住 迈着优雅的步伐往学校走去 几分钟后 走到校门口 正好遇到杜倩下车 杜倩一笑 哟 这不是穆大小姐吗 怎么穆家破产了吗 你居然要走路来上课 天雪披腻地看她一眼 我只是体验生活而已 正这时 穆天阳的车从后面开来 摇下车窗 天雪 杜倩和其他人一看 都摒弃宁神 痴痴地看着她 她可是穆天阳啊 长得好看 又会经商 在家时 谁没听自己的父亲夸赞她 谁的父亲没说忘过 将女儿嫁给她 纵然她们还只有十七八岁 但穆天阳也不老啊 反正她们的未来已经注定了 嫁给某个富二代 企业联姻 如果真要这样 那自然是选择最好的 最好的无疑就是穆天阳 干什么 天雪口气不善 在每个女孩都小心期待时 也只有她才敢失脸色 这就生气了 穆天阳温柔一笑 就算我不对 你也不用惩罚自己走路吧 哥哥会心疼的 哇 她对天雪真好 天雪好幸福啊 我也想要这样的哥哥 周围传来此起彼伏的赞叹声 让天雪的虚荣心 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横横 知道你是故意的 给你定做一支百达斐力总够了吧 这是她的亲妹妹 她岂会让人敲情了她 私下里严加管教 但在外面 谁都妄想欺负她 周围传来抽气声 天 百达斐力 她用百达斐力来给妹妹道歉 天雪瞪她一眼 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我去上课了 太过分了 百达斐力是早就说好了的 居然让她拿来演戏 穆天阳一笑 开车走远 周围认识天雪的人都围上去 天雪 你好幸福啊 你哥哥做了什么 要用百达斐力给你道歉 没事 就扮了一下嘴 天雪了一眼旁边的杜茜 杜茜脸色很不自在 哼了一声就走了 大家更是羡慕 半嘴就给你买百达斐力啊 唉 你别理杜茜 她就是嫉妒你有个好哥哥 午餐 学校食堂 婉晴端着餐盒 正在寻找座位 一群人从她后面路过 一杯冰冷的可乐突然袭向她的后背 按婉晴尖叫一声 扭头一看 自己的白衬衣遭了殃 没听见道歉声 她抬起头 发现那群人连停都没停 静止往前走 果然是故意的 婉晴咬咬牙 弯着那高傲的身影 双手颤抖 有本事就过去报仇啊 耳边传来幸灾漏祸的声音 婉晴一看 是沐天雪 沐天雪盯着她手里的餐盒 大方的献计献策 盖她一脸 婉晴愤怒的心突然释然 我才不会那么笨 拿去盖她了 我吃什么 竖着扭头一看 那群陷害她的人已经找到座位坐下了 正对他们的是杜茜 眼神挑衅 不用怀疑 可乐一定是塌坡的 婉晴撇了撇嘴 找了一个角落的位置坐下 拿出纸巾擦拭衣衣 擦得半干 这要吃饭 面前一阵响声 她吓了一跳 抬起头 看见一个装着残羹盛制的餐盒架在自己的餐盒上方 那餐盒里的剩菜剩饭 就那么倒进了自己的饭菜里 她觉得胃部一阵恶心 恼怒地抬起头 见沐天雪擒着笑站在前方 沐天雪把那个餐盒拿起来 笑道 对不起 我正要拿去餐具车那里 但不小心跌了一跤 就成这样了 你不会介意吧 婉晴咬咬牙 压着满腔怒气 你说呢 我说啊 沐天雪偏头一响 我说你不会生气 呵呵 我回寝室午睡了 你慢慢吃 她还怎么吃得下 婉晴端起餐盒 大步越过沐天雪 把食物倒进了垃圾桶里 回到寝室 婉晴发现自己没有衣服可换 没心猝起 很是烦躁 这么多灾多难 明天一定要带几套衣服来 转身走到盖洗台 她拧开水龙头 拿毛巾沾了水 去擦拭留在腰上的可乐 寝室是四人间 除了她 已经回来两个 正在旁边刷牙 看她这副样子 忍不住问 怎么弄成这样 是杜倩 她嘀嘀地说 两个女生互看一眼 笑道 你离她远点就好了 你刚来 她想给你下马威 过一阵就好了 就是 她眼界高 敌人也要挑的 我们学校 只有天雪 有资格成为她的对手 千 天雪根本不屑 杜家和穆家 那根本是两个档子吧 哎 今天早上 我看到天雪的哥哥了 好帅 正说着 外面传来关门声 另一个室友回来了 两个女生马上闭了嘴 专心洗漱 婉晴疑惑 回头一看 见穆天雪走了过来 真是冤家路窄 婉晴心想 穆天雪看到她 狠狠一凳 滚开 我要漱口 婉晴挂起毛巾 进屋 爬上床 那两个女生走进来 在一边换睡衣 问她 你不换衣服吗 婉晴说 我忘了戴 哦 一个女生说 那我借你 你趁衣也要换吧 多事干什么 天雪在外面说 小心好心没好报 那两个女生笑了笑 不再说话了 婉晴郁闷了片刻 突然发现 寝室里唯一剩下的床位在自己旁边 趁天雪没进来 她拿起枕头换了一个方向 之前是头挨头 现在脚对脚 片刻后 穆天雪爬上来 一看就火了 那边两个同学已经睡下 她也没大吵大闹 拿起枕头去打婉晴 压低一声音说 你给我换过来 干什么 婉晴坐起来 也压低了声音 天雪指着自己的枕头 我一向睡的这边 你要我闻你的脚臭吗 婉晴只好晃过去 也不搭理她 就那样躺下 天雪躺下来 莫名有些心智勃勃 睡不着 撑起上半身扯她头发 婉晴一怒 翻身看着她 天雪小声警告 不许向我哥哥告状 婉晴愣了一下 无奈地说 知道了 下午 穆天杨梅亲自来接他们 阿诚和阿华哥开了一辆车过来 婉晴和天雪一人坐一辆 回到别墅 婉晴去换衣服 刚进更衣室 天雪就走进来 有事 婉晴问 天雪打量着这小小的空间 眼中生起疾恨 她飞快地打开衣柜 看见各式各样的名牌 拽起来就往婉晴身上甩 这都是我哥哥买的 嗯 婉晴淡淡地应声 不惧不怕 天雪大怒地扫翻梳妆台 我都没有 她为什么要对你这么好 婉晴愣了一下 悠悠地说 她不是对我好 我才不想待在这里 我想回家 你天雪没想到 她会这么说 一致 稷而不幸 嫌悟地说 你少装清高 你都爬到我哥哥床上去了 还装什么装 婉晴不想理她 拿起衣服去卫生间 天雪见她不理自己 感觉很没面子 怒气冲冲地扑过去 扯住她头发 你干什么 婉晴大叫 教训你 狐狸精 天雪将她摔在地上 整个人扑上去 疯狂撕扯 开始时 婉晴不敢还手 后来被打痛了 也反过来抓天雪的头发 天雪已痛 不可置信地搭好 你居然敢打我 你可以打我 我为什么不能打你 你 天雪气得发抖 你不准还手 我可不是傻子 我 我咬死你 天雪咬住婉晴肩膀 婉晴痛得大吼 握紧拳头猛捶她的背 正打得难舍难分 听见沐天阳的吼声 你们在干什么 二人一将 急忙分开 沐天阳看着他们 倒抽一口气 都给我起来 二人急忙爬起来 天雪怕 婉晴更怕 沐天阳指着他们 手指发抖 都给我照镜子 看你们成什么样了 二人走到镜子前 一照 看见两个疯婆子 阿天雪马上捂住脸 七手八脚地整理头发和衣服 刚刚打得欢 现在叫什么叫 沐天阳板着脸 正该让外面的人看看你 沐大小姐现在的样子 天雪气呼呼的 没说话 婉晴低着头 默默地用手指梳理头发 再让我看到你们打架 你就别想要百打斐力了 天雪不服 你干嘛不说她 她不会 沐天阳盯着地上的化妆品 珠宝 衣服 大手一挥 都滚去做作业 然后叫了庸人来收拾 做作业时 天雪又和婉晴蒸桌子 气得婉晴蹲下来用椅子 天雪不乐意了 对沐天阳道 哥哥 你看他 你还有理了 沐天阳冷力地瞪过去 安静点 我还处理公事呢 打扰了我 小心你的百打斐力 我不要了 天雪末地大吼 老用这个威胁他 好像吃定了他似的 沐天阳皱眉 行了行了 你看不惯他 就回大宅去 我告诉妈丁婉晴才是外人 为什么要赶他 随便 沐天阳也不乐意理他了 啊 他气怒地叫了一声 抓起笔继续做作业 写了几个字 忍不住拿起一本书 扔在婉晴头上 婉晴愣了一下 没理会 沐天阳摇了摇头 也没说什么 晚上睡觉时 沐天阳抱着婉晴 天雪把你欺负得够呛 没有的是 婉晴说 他不满意你对我好罢了 沐天阳愣了一下 吻着他的相间 终于知道我对你好了 婉晴一愣 心里漫过恐惧 他 他为什么变得这么温柔 他有什么阴谋 怎么不说话 沐天阳问 说 说什么 沐天阳不满他这种反应 翻身将他压住 包他衣服 婉晴突然发现 比起和他聊天 他宁愿和他做这件事 心智高昂时 外面传来 砰砰砰的响声 好像是从 天雪的房间传来 沐天阳一浪 没管 继续挺动 啊 天雪的叫声传来 沐天阳烦躁地皱起眉 草草地结束这一战 劈起衣服离开房间 天雪还在叫 他急忙过去敲了敲门 天雪你怎么了 天雪很快打开门 受惊的小脸望着他 我房里有老鼠 老鼠 哎 沐天阳深吸一口气 猜到他是故意的 去起时只在他脑门上 谈了一下 好好睡觉 天雪嘟嘟嘴 见他转身就走 叫道 哥 干什么 你和他 大人的事 小孩少管 我是小孩的话 他也是小孩 睡觉去 沐天阳脑目的命令 后面的日子 和这一天都差不多 在学校时 天雪对婉晴各种看不顺眼 找着机会就欺负一下 不过 天雪在外面要保持他千金小姐的形象 所以从来不像杜谦那样在大庭广众之下欺负 回到家 倒是没再打过架 但天雪总有办法扰得婉晴不安生 到晚上时 一旦发现沐天阳和婉晴在房内办事 他就会在外头弄出点状况 沐天阳很宠他 从来没真正罚过他 但每次一闹起来 沐天阳只教训他 从来没说过婉晴 弄得他心里很不舒服 更加讨厌婉晴 渐渐成了不公带天之士 放月假那天 只来了一辆车接人 天雪奇怪 难道要让人看见他和丁婉晴上同一辆车 那他可会直接告诉大家 丁婉晴是他哥的情妇 回头寻找婉晴的身影 见他提着书 穿过重重豪车 只往前走 好像不准备搭车 天雪疑惑地皱了皱眉 朝汽车走去 没想到 今天是沐天阳亲自来接 天雪一喜 坐到他身边 见他在看公文 好像很认真的样子 他盯了一眼 密密麻麻都是字 完全没兴趣 拥挤的车流中 汽车慢慢往前爬 天雪问 不等丁婉晴吗 怎么 你想他 沐天阳收起公文 且 谁想他 我只是想到没有人给我欺负 心里不舒服 这时 他看见婉晴站在公交站牌下 惊讶地问 他在干嘛 沐天阳看了一眼 说 他要回家 天雪一愣 原来他也有家啊 谁没有家 又不是石头里蹦出来的 我以为他是你的私有物呢 天雪突然神道道地冒出一句 暖床的工具而已 沐天阳一呛 怒问 你在哪里学到的 呃 天雪脸一红 娜娜的回答 言情小说 少给我看那些 还暖床的工具而已 这是一个千金小姐该说的话吗 哼 我就不信他不看 天雪不满地孤怒 突然 沐天阳眼一眯 天雪感觉周遭弥漫危险的气息 打了一个寒颤 抬头一看 原来是婉晴在和一个男生说话 天雪幸在漏祸的一笑 说那是我们班帅 他爸爸是律师 妈妈是教育局的 爷爷是军区司令 两个叔叔 一个在部队 一个在市政 标准的 婉晴对那个男生必如蛇蝎 公交车一来 马上跳了上去 所谓的 只能望车心探 摸天阳见了 脸色缓和 白了天雪一眼 我问你了嘛 天雪头甩得像波朗鼓 我只是提醒你而已 他好像很喜欢婉晴 虽然我不知道婉晴怎么会和你在一起 但他好像不情愿 这件事用脚趾头也能想到 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子看上一个老男人 要么是被迫 要么就是为了钱 总不会是为了爱情 如果他向班帅寻求帮助 你可能奈不何忧 你说谁是老男人 沐天阳危险地打断他 他一致 善笑道 我这是夸张的修饰手法 你比他大了十岁 可以这么说吗 十岁算什么 沐天阳咬牙切齿 他才二十七岁 明明很年轻 年轻的不像话 是不算什么 反正你们都滚一起去了嘛 天雪冷哼 不过你二十岁 在和别的女人滚床单的时候 他才十岁 立嫁还没来呢 这样一想 简直是两个辈分的人 信不信我扔你下去 天雪乖乖闭嘴 婉晴不在 天雪欺负不到人 觉得很无聊 干脆就回家去了 走之前还问沐天阳 丁婉晴还回不回来 沐天阳想说不回来了 免得他又来欺负人 后来一想 若是有深一步的打算 以后到底是一家人 真接了仇可不好 趁他们还是小孩子心性 多相处应该能改善情况 朝野可以吵出感情来 这叫做不打不相识 于是说 要 明天晚上就回来了 那我明天晚上再过来 天雪说 我就赖你这里了 他不消失 我也不走 沐天阳眼睛一眯 你这是想做什么 打到狐狸精 清除祸害 沐天阳摇了摇头 果然是小孩子 相比较 婉晴淡定许多 大约是年纪轻轻 就受了磨难的关系 如果婉晴没离开丁家 也和他一样 是个无忧无虑的大小姐 想到丁家 他突然想起 他好久没礼丁采颜了 都是这晚情 占了他大半心思 他浑然忘了自己还在和丁采颜耍暧昧 既然这两天宝贝不在 他就花点心思在丁采颜身上吧 当下就拿起手机打电话 周部长 晚上一起吃个饭吧 那快递还要你多帮忙啊 你这小子 那快递不是你的囊中之物了吗 还要我帮什么忙 这不是想找个机会盛情款待你吗 周部长围观比较清廉 大他没有 小他不断 最重要的是个好色的主 慕天阳和他说了几句 他呵呵一笑 颇是期待 那好 晚上见 慕天阳挂上电话 又打给丁采颜 采颜 有空吗 啊天阳 丁采颜还在睡懒觉 突然听到他的声音 扎呼一声做起 这慕天阳真是太难把握了 前一阵约他吃饭 送他礼物 弄得那些千金小姐又度又线 丁家才是一般 他在社交圈中一向不上不下 遇到家是比他差的 他不愿意结交 比他好的 人家又不愿理他 好不容易因为他 那些人主动来结交他了 虽然说话酸理酸气 但他知道 他们都是妒忌 结果 他这几天又不理他 打电话给他秘书 总是说他在忙 他还以为自己什么好处都没捞到就是宠了 没想到他又亲自打电话给自己 看样子 他这几天真的很忙 不然不会不联系他的 想想也是 他可是牧师的总裁 能不忙吗 他越忙 证明越有实力 他的前途也越可观 有空啊 他扒了扒头发 甜甜的说 你都不联系人家 人家都闲得发霉了 抱歉 最近很忙 慕天阳轻言细语 向情人间的呢喃 我这刚刚忙完 不是联系你了吗 彩颜哥哥的一阵笑 却不说话 等着他的邀约 果然 慕天阳接下来就问 你在哪里 我来接你 我在家 彩颜轻轻地说 如果他能来家里接他 传出去 大家多半会猜测他已经一只脚踏上了慕太太的宝座 以后 谁还敢轻视他 我来接你 一起去吃午饭 然后下午去打高尔夫吧 好啊 彩颜的声音微微激动 穆家 穆家大门已经向他敞开了 不出一年 他就会成为穆太太 下午到高尔夫球场 穆天阳的几个好友已经在那里 都是名门小开和企业才俊 各个镀金相迎 前途无量 男人玩球 自然少不了美女作伴 所以中间也做了几位千金小姐 出乎意料的 有穆天阳的上一任绯闻女友赵美娜 其他几个 丁采言也认识 停时参加宴会都见过 不过他们大多瞧不上他 赵美娜被众人簇拥坐在中间 形成一股重心捧月之事 大家都知道他从前和穆天阳是一对 也认为他们终究会是一对 谁知道 半路杀出个丁采言 他一下子就成了下堂妇 他一向是优雅的 从来不生气凌人 大声说话 被抛弃后 也从来没闹过事 但就是这样 一对朋友更为他抱不平 用不着他开口 已经全将矛头指向了丁采言 事先 他们并不知道丁采言会来 所以都在开导赵美娜 闺蜜千金说 丁采言就是一个小老板的女儿 而且以前是私生女 他爸妈大学的时候花了她 结果又分手了 过了几年找上门 把人家正气挤走 就占雀巢 有人说他根本不是丁家的亲生女儿 是他妈看丁采刚发展的好 故意去框他的 就是 另一个千金接口 无论哪方面说 他和天阳都门不当户不对 不说天阳的母亲会反对 我看天阳也未必是真心喜欢 他要气质没气质 小气兮兮的 一点都上不了台面 天阳怎么可能看上他 多半是玩玩罢了 天阳那么优秀 自然也只有同样优秀的你才配得上 今天你们好好聊一聊 看他在打算什么 如果是玩 就叫他顾及你的脸面 闹得太难看 对谁都没好处 正说着 就见慕天阳带着丁采颜出现 众人面面相娶 脸色一阵难看 张美娜擦着笑看着他们 温柔优雅 反而是最镇定的人 慕天阳只当他们是不认识采颜 大手一挥 指着采颜道 这是采颜 似乎就在介绍他们的关系 大家善笑着打招呼 男人的表情一下子就掉过来 很热络的欢迎 唯独那几名千金 眼神里含着敌意 丁采颜不在乎 他现在的心情好得不得了 他把他介绍给他的朋友 这代表什么 代表他们的关系更进一步 已经成了正式的男女朋友 的确可能是这样 但也可能只是玩一玩 端看男人自己的心思 但他不知道 他满脑子都是上流 社交圈的美好前景 成为被所有人巴结的穆太太 打球时 赵美娜没来缠穆天阳 丁采颜心道 算他实相 打完球 有人提议去泡巴 穆天阳摇头 指着采颜说 陪他吃饭 男人们看了一眼采颜 采颜禁不住脸红 想不到 商场上雷厉风行的穆天阳 私底下会这般无所顾忌的体现亲密 大家也没料到穆天阳会这样说 他从前对赵美娜都没这么看重 赵美娜站在远处 淡淡地看了这边一眼 没有说话 其他人面色个异 男人大都和穆天阳比较好 如果他非要喜欢丁采颜 他们也只有祝福 所有笑得比较暧昧 算是承认了丁采颜的身份 但女人就没那么好打发 无论是为姐妹抱不平 还是单单出于自身的嫉妒 都横横地盯着丁采颜 丁采颜心里甜蜜地发颤 这点小小的恨意 他根本不在乎 穆天阳 穆天阳 或许他不仅仅是快金砖 也是一个体贴的男人 如果加入豪门的同时 还能得到一个爱自己的男人 那该是多么幸福的事 丁采颜想着 舍不自觉地就吻上了穆天阳的手臂 穆天阳低头看了他一眼 对众人说 那我们先走了 天阳 身后突然赵美娜的喊声 采颜看过去 心头冷笑 终于藏不住了马 穆天阳望着赵美娜 嘴角动了动 低头对采颜说 我过去一下 采颜抓着他的手微微一紧 真怕此刻放了他就会失去他 不过一想他就觉得自己多虑了 必要时还是该大度点 在这方面 赵美娜还真是个中高手 他应该学着点 于是他放开了他 甜甜一笑 好 我等你 穆天阳便走向了赵美娜 采颜回过头 见大家看着他 有些不自在 我们先走 有人说 大家陆陆续续地离开 其中一个女人走到丁采颜身边 一直有他们两人能听见的音量说 你别做梦了 天阳不过是玩玩你 你以为你有资格嫁进豪门吗 你连给美娜提鞋都不配 那你也在做梦 丁采颜毫不客气地反击 你什么意思 如果我想嫁进豪门是做梦 那现在离梦想也不远了 而你觉得我不可能嫁进去才是在做梦 就看看我们谁的梦想先成真吧 你 女人恨恨地瞪了她一眼 甩手走开 她一扭头 见赵美娜站在木天阳面前 正低着头流泪 顿时一震 看向木天阳 赵美娜现在的神态 是个男人都会心动 她怕她也会心动 赵美娜穿着白色的运动服 此刻垂头落泪 真是娇弱到极点 一点也没打球时的意气风发 丁采颜想 她一定从来没在木天阳面前哭过 这时候突然哭 不过是想让木天阳看到她的另一面 好挽回她的心 如果这不是木天阳 赵美娜就成功了 他们都不知道 木天阳的心早已经交给一个叫丁婉晴的女人 只有那个女人 无论是哭还是笑 都会让她的心房震动 哪怕只是害怕地偷去她一眼 她也喜欢 连木天阳自己都觉得可怖 她什么时候这么在意她 原本 她只是 只是 只是什么呢 如天雪所说 暖床的工具而已 最后 木天阳并没有理赵美娜 对她的眼泪视而不见 转身走到丁采颜身边 我们去吃西餐怎样 丁采颜得意地看了一眼赵美娜 赵美娜挂着泪望着她 眼里蹦射出一丝冷意 她没来由地打个哆嗦 对木天阳说 那我得回去换身衣服才行 一般西餐厅都要求穿着正装进去 他们这身运动衫肯定是不行的 还回什么回 一起去精品店 我也要换身衣服 木天阳搂着她的腰离开 到精品店后 木天阳三两下便选好一套衣服换上 丁采颜则在一边精挑戏选 木天阳也不急 就坐在一边等她 拿出手机给婉晴打电话 丁采颜以为她在忙宫市 一直甜甜地偷看她 完全想不到 另一端的人会是她恨极了的妹妹 婉晴正在和徐可威一起逛菜市场买菜 本来 徐可威刚出院 她不想徐可威那么累的 说好一切让她来 但徐可威已经太久 没呼吸外面的新鲜空气 没见到外面的人一点也不想待在家里 婉晴只好和她一起来 他们一直在这个菜市买菜 所以卖菜的小贩都认识 哟 这不是徐姐吗 好久没见你了 你到哪去了 卖鱼的小贩问 婉晴笑着说 我妈妈调去外省工作了一阵 刚回来 她没向外人说过徐可威生病的事 现在好了 更不会说 那不是涨工资了 小贩说 徐可威说 在长爷只有那么多 还不能照顾婉晴 整天提心吊胆的 就是就是 小贩一下子找到了知音一样 孩子大了 得多操点心 特别在这个年纪 又特别是女孩子 要出点事 可真不是闹着玩的 婉晴听了 突然很讨厌她 好像她在指着鼻子说自己一样 徐可威也点不喜欢 知道她是什么意思 女孩子自己不检点 未成年就怀着孩子跑回家 甚至天天换男朋友 在这菜市场听了不是一桩两桩 但她的婉晴 怎么可能那么不懂事 徐可威只是笑笑 婉晴懂事 我不担心 小贩笑道 那倒是 你不在家 婉晴经常一个人来买菜 可节省了 只买素不买肉 只买便宜的不买贵的 这么小就会持家的可不多见 刚说完 婉晴包里的手机一响 她一震 这个号码只有沐天阳知道 后来又被沐天雪知道 除了他们 没人会打 她抢作镇定 将手机掏出来 小贩一看 傻了眼 这个很节约 会持家的姑娘 居然拿着一只很漂亮的手机 在手机普及的年代 有手机不代表是有钱人 两三百块也可以买一只 但丁婉晴这只 看那样子 少说要两三千把 她忘了一眼徐可威 觉得自己刚刚说人家节约 持家的话都是笑话 徐可威说 她爸买给她的 然后付了钱 提着杀好的鱼走了 小贩疑惑 原来她不是离婚丧偶的女人啊 隔壁卖肉的王哥暗恋她好久了 看样子注定失恋了 婉晴落后许可威几步 接起电话 压低一声音 喂 在干什么 穆天阳问 陪我妈买菜 哦 穆天阳挑起梅 你会买菜 那你会做饭吗 会 不然她妈住院那么久 她吃什么 穆天阳扯了扯嘴角 我倒是很好奇 你做的饭什么味道 婉晴没说话 她这是 让她做饭给她吃嘛 穆天阳又问 有没有想我 婉晴一下 抬头看徐可威 见她站在前方的店铺前买鸡蛋 顿时松了一口气 没想我 穆天阳追问 婉晴没好气地说 我想你干啥 穆天阳一愣 顿时笑了 这丫头 仗着她对她好 居然敢对她大呼小叫 虽然她从来没明说过 甚至一劲而虐她 但女人的直觉和其敏锐 就算她脑子没反应过来 但本能已经知道 她言语上再恐吓 床上再虚索无度 本质上却舍不得伤她 婉晴没想到自己会冒出这一句 顿时吓得不行 结结巴巴地改口 想 我有想 希望 她大人有大量 不计较她刚刚的冒事 穆天阳没计较 只是顺着问 想我哪里 啊 想我全身最硬的地方 想我用她狠狠地爱你 穆天阳说着 喘了一口气 顿觉下腹坚硬起来 弄得她不自在地挪了挪身子 正好 丁采言穿着一套 超低胸的威领连衣裙出来 还以为是自己的身材太火爆 勾得她这样了 她满意一笑 对岛购源说 就要这套了 今晚 她就让她拜倒在自己的石榴裙下 一定要成就好事 穆天阳扯了一下嘴角 这样也好 本来就像她穿暴露点 这真是美妙的误会 这婉晴 这样也能帮她一把 婉晴却被她的话吓得发抖 握紧了全掩饰自己的内心 你不要这样 怎样 穆天阳见丁采言去打理头发了 决定尽快结束这场谈话 你知道我现在和谁在一起吗 和谁 婉晴忐忑地问 其实 她更想问 那和我有什么关系 丁采言 婉晴愣了一许久 问 你会和她结婚吗 穆天阳挑眉 结婚 她居然会考虑那么远 大概吧 谁知道呢 如果她知道我们的事 会杀了我的 你还轮不到她来杀 穆天阳说完 挂了电话 谁杀谁还不知道呢 婉晴也挂上电话 一抬头 见许可威站在鸡蛋摊前望着自己 吓了一跳 她急忙走上去 妈 我来提拔 许可威把鸡蛋给她 一边走一边问 谁的电话 是同学 许可威探究地看着她 你交男朋友了 没有 婉晴急忙否认 许可威不信 伸出手 手机给我看 婉晴只好给她 早就预防着这一天 都做过手脚 许可威一番 发现通讯录里只有五个名字 丁志刚 小雪 杨阳 赵老师 周老师 再一番通话记录 出了一通杨阳刚打来的电话 只有前两天 小雪的一通电话 看样子 这两人是她同学 看名字也是女生 许可威把手机还给她 好好读书 等上大学了 妈不反对你交男朋友 但现在读书更重要 我知道了 婉晴亲热地抱着她手臂 我才不会交男朋友呢 我要一直陪着吗 说什么傻话 许可威好笑地问 心里却感觉一阵窝心的甜蜜 果然女儿就是母亲的小眉袄 丁采颜妆点好 接受到慕天阳赞赏的眼光 顿时信心十足 慕天阳挽着她 刷卡付账 离开精品店 刚上车 她就接到一个电话 周部长 这样啊 行 我马上来 采颜询问地盯着她 她挂上电话 在她鼻子上刮了一下 一个部长请我吃饭 带你去见见市面 采颜忙不迭地答应 好啊 慕天阳请着笑 发动汽车 帮着前方的眼去发出冷意 到达一家知名的私人会所 她问服务生 周部长来了吗 来了 在包厢 服务员热情地笑道 慕总请随我来 二人走进包厢 看见一个略微发福的中年男人 男人看到丁采颜 眼睛亮了一下 然后才站起身影 向慕天阳 慕总 好久不见 慕天阳与他握手 周部长不必客气 叫我天阳就好 你叫我慕总 我可不敢当 你年轻有为 能够将慕士发扬光大 医生慕总还当不起马 可对着你 我到底是晚辈 自然不敢当 慕天阳将晚情拉到跟前 这是丁采颜 丁小姐 丁小姐 你真漂亮 周部长马上与丁采颜握手 眼神在他胸口停留了几秒 丁采颜暗恨自己 早知道有这个变故 就不该选这套衣服 慕天阳倒是君子 却白白背着老男人吃冰激凌 想想就恶心 但现下 他却一丁点不敢表现出来 还是礼貌地笑笑 磕套完 三人在圆桌边坐下 趁丁采颜不注意 慕天阳给周部长打了一个颜色 周部长会议 喝了两口酒就到 天阳啊 那快递恐怕有点问题 慕天阳脸色有些不好看 却还是笑道 不是说好了吗 怎么还有问题 你知道的 这座房地产的又不只有你一家 周部长勤着笑 似乎胸有成竹 在算计着什么 慕天阳脸色便有些僵住 那周部长 你说说 要怎样才没有问题 这个嘛 周部长咳了两声 就说起一堆数据和形式 丁采颜听不太懂 只能不停地观察他们的脸色 感觉气氛慢慢地僵住 慕天阳的脸色很不好 连喝了三杯闷酒 他不知道怎么办 心想自己能帮他多好 他对自己的看法肯定更好 这时 见周部长在打量着他 他一笑 举起酒杯 来 周部长 买卖不成仁意在 不要伤了和气 这杯采颜敬你 周部长一笑 没你敬酒 我岂敢不从 周部长一杯酒下肚 脸色缓活许多 慕天阳却仍然不太乐意 采颜悄悄按了按他的手 站起身走到周部长身边 给他倒酒 来 周部长 这杯我代替天阳敬你 周部长冷笑 心到你凭什么代替慕天阳 慕天阳都把你卖了 你还帮着他数钱 不过采颜挨得他近 他暧昧地望着他的苏兄 接过酒杯 肥厚的大手在他翘臀上摸了一把 采颜一僵 看着他一笑 却没有动作 他一见 胆子更大 干脆就揉着他的翘臀不松手 居然得寸进尺 采颜急忙走开 又去给慕天阳倒酒 哼今天真被你吃了豆腐 要是给慕天阳知道 他还怎么嫁进慕家 周部长留恋地搓了搓手指 对慕天阳说 当然也不是不可以商量 采颜一喜 却见他的眼盯着自己 顿时心下一沉 慕天阳神色舒缓 那就好 说着举杯敬酒 采颜见了 想家把劲帮他谈成这笔生意 就又给他们倒酒 在中间活跃气氛 慕天阳很是感激地看了他一眼 他一笑 更加卖力 就算不小心被周部长吃两下豆腐也忍下来 最后 他干脆坐在二人中间 两边劝说 两边陪笑 慢慢地 慕天阳和周部长都有几分醉意 慕天阳突然揽着他 在他脸上亲了一口 在他耳边说 我去趟洗手间 丁采颜被他一亲 脑袋晕乎乎地直飘上云端 欣喜地回答 好 好 你去吧 慕天阳就放开他 不理虚浮地离开包厢 一出门 他突然站直了身体 眼睛露出一抹金光 闲适地靠在墙壁上 冷笑着 包厢里 丁采颜还在犯晕 这部长突然搂住了他的肩 来来 我们继续 采颜想推开他 但为了慕天阳的事业 他只能忍了 这部长懒着他 让他给自己倒酒 然后又给他夹菜 手指在他肩头榴莲 目光落在他胸口 从上方看下去 一览无余 连那两点小红眉都看得见 咕噜 这部长吞吞口水 又将他拦紧了一点 在他脸上亲起来 小美人 你干什么 采颜吓了一跳 你快放开我 怕什么 他又不在 这部长一手掐着他的腰 一手扳过他的脸 对着他嘴就亲下去 丁采颜感觉一跳肥溜的舌头 在自己嘴上探来探去 觉得一阵恶心 他使劲想要推开他 但又怕得罪他 不敢使劲太凶 你就给我亲起马 这部长色欲熏心 猴急地吻着他 你给我亲一两下 我就不为难他了 把那快递给他 不 丁采颜有些犹豫 反抗不再那么彻底 这部长马上抓住机会 在他脸上牵来亲去 采颜一咬牙 闭上了眼 周部长一见 一把将他抱到沙发上 采颜吓了一跳 想要坐起来 你要干嘛 快放开我 别闹 周部长压着他 我就亲起你 我们抓住机会 别给他发现 说着拉开他的肩带 含住胸前的红眉 不采颜大叫一声 使劲踢打他 他180斤的体重压着他 他哪是他的对手 含完左边 含右边 采颜吓得哭喊起来 他第一喝 你想招来人吗 他要回来了 怕什么 你乖乖让我亲一亲 要真给他抓住了 你就说我抢你的 到时候我顺利成章把递给他 算是赔礼道歉 同样是你的功劳 放心 他不会为难你的 采颜一愣 周部长见了 继续亲他 这次 他不再反抗了 咬着牙成手 周部长一边在他胸口 牵来亲去 一边捏他的臀 慢慢地将他裙子翻起 他急忙阻止 不要 够了 别怕 我让你舒服一盘 周部长突然也不缩了 直接将他的裙子翻上去 守在他腿中间摸来摸去 采颜不安地扭动 你要干嘛 快放开我 别闹 周部长发狠压着他 干脆扯掉他的内裤 采颜刚要大叫 他低头堵住了他的嘴 让他只能发出呜呜的声音 突然 外面传来脚步声和难受的咳嗽声 二人顿时将住 大害地盯着门口 周部长脸色有一丝脑目 不是说好让他尝够甜头吗 他这才到哪里 慕天阳想干什么 门把一动 丁采颜使劲挣扎 就在此时 外头传来一阵手机铃声 刚刚推开一条缝的门又被拉了回去 二人顿时松了一口气 接着 门外传来慕天阳的声音 什么事 嗨嗨 没事 喝了点酒 吐得嗓子不舒服 嗯 你慢慢说 话音渐远 周部长长嘘一口气 看着丁采颜 看样子 他要讨论一阵 我们慢慢来 慕天阳真是够意思 还来下一颗定心丸 不要了 采颜急说 周部长冷笑一声 手放在他腿中间 采颜一僵 低翅 你要干嘛 让你飞上天 周部粗短的手指在那里揉来揉去 你放了我 采颜闭眼低喊 被他弄着 他居然有点舒服的感觉 周部长揉了几下 感到失忆 顿时热血沸腾 更加卖力 丁采颜躺在沙发上 半遮半裸 开始恩恩啊地呻吟起来 周部长冷笑道 小贱人 瞧你舒服的 一会儿还有你更舒服的 说着手指就挤进了他的身体 嗯 采颜闷哼一声 觉得有些痛 害怕地推他 不要 你快放开我 周部长哪里肯听 在网里 出道一层膜 顿时满意极了 没想到 这个千金小姐居然还是个储儿 看样子 是打定了注意要嫁进豪门 所以没去胡乱玩 就算完了 也彻底坚守着这层膜 不过看他声色的反应 他确定他是没玩过的 想得他是第一个染指他的男人 他更加激动 手指开始慢慢地抽出右插入 丁采颜已经迷失了自己 虽然身上的男人长得不好看 细想一下还有些恶心 但是这感觉真的好舒服 啊 嗯 丁采颜摇晃着头 想离开这一切 可是 为什么又觉得不够 好淫荡的小妖精 周部长说 手指凶残地灵灭着他 五 丁采颜咬着唇 不敢让自己发出太大的声音 很快 他浑身一僵 抽搐起来 周部长两眼发红 天 你就高潮了 真是天生的淫妇 乌 采颜哭泣起起来 但下身还忍不住抽搐 周部长的手指还停留在他体内 感觉到肉臂的收缩 觉得下身胀痛的难受 趁他不注意 他拉开拉链 将那物件而掏出来 免得他被固的难受 趁着丁采颜还没缓过来 他得加把劲 让他迷失自己 才好进行下一步动作 于是 他蹲下身 扳开他的大腿 低头埋在了他的花丛间 啊 丁采颜觉得一阵强大的电流穿过 顿时哆嗦的不像话 有什么东西在那里来回扫弄 让他愈先愈死 他抬起上半身 就见周部长埋头在自己腿间 是他的 是他的 呜 好甜 周部长嘖嘖赞叹 大口大口地瞬息起来 啊 采颜急忙捂住自己的嘴 双腿颤抖着不像话 不知道他在下面弄了多久 他几次高潮 浑身酥软地不像话 沙发都湿透了 你说你流了多少水 周部长的声音隐隐约约地传来 他还处在浑身大爆炸的快感中 迷迷糊糊地 突然 有人掐住他的下颚 让他张开了嘴 接着一个粗掌印的东西塞了进来 他闷哼一声 没力气阻止 那东西在嘴里抽插了几下 他浑身一颤 睁开眼 却看不清什么具体的东西 他意识到那是什么 呜呜呜地想要推开 周部长发狠道 好好给我含着 含完了 那快递就是沐天阳的了 说完就在他嘴里大力顶弄 采颜雾液着 眼泪大颗大颗地流出来 最后 他是放在了他嘴里 命令他 吞下去 你要吐哪里 想让他发现吗 采颜呆滞地咽了下去 他将半软的污体处到他面前 上面的舔干净 快 走 采颜咸雾地道 吃都吃了 这点又算什么 忘了你刚才怎么舒服了 说完 干脆又走到他腿边 搬开再次舔弄 采颜开始不肯 后来却慢慢屈服在忧望之下 甚至主动迎合他 迷迷糊糊间 又让他满足了一回 周部长之下 没办法来第三回了 就压到他身上 亲来亲去 还说些误会难听的话 你快起来了 采颜说 刚说完 门就被打开 丁采颜吓得大叫一声 集中声之大喊 天阳快救我 穆天阳愣了一下 大步冲过去 一把将周部长提起来 摔在一边 周部长摔了一跤 但已经舒服两次 哪里还在乎 他爬起来 慢条丝里的扣好皮带 那边穆天阳和丁采颜都没有看他 丁采颜靠在穆天阳滑里 浑身发抖 大声痛哭 穆天阳抱紧他 很是心疼地道 没事了没事了 我来了 说完回头瞪着周部长 你不知道他是我的女人吗 周部长甜甜嘴 就摸了两下吗 你又不损失什么 算了 那快递给你了 我先走了 穆天阳大口喘着气 似乎气得不轻 豁过头 他见丁采颜上半身 刚想脱下外套照住他 他突然推开他 不要 你出去 我自己来 他的内裤被脱下来了 他好像没有看见 要是被他看见了 他肯定会怀疑已经发生了什么 穆天阳正了一下 悲痛地说 好 他沉重地站起来 转身走了出去 丁采颜精魂斧定地爬起 捡起内裤穿上 下面一阵湿润 针大大的 弄得他很不舒服 他穿好衣服 走出去 望着穆天阳流泪 穆天阳抱住他 闷声道 对不起 我不该打电话打那么久 没 没事了 丁采颜拍拍他的肩 我就是敌不过他的力气 被他摸了两下 把衣服扯掉了 其实没损失什么 穆天阳心里冷笑 早知道你这么大方 就让周部长贯穿了你 对不起 穆天阳难过地说 我没想到他这么大胆 连我的人也感动 可惜我在厉害 也不敢和他当官地作对 放心 这笔账我一定会记住 找机会给你报仇 丁采颜一笑 扑进他怀里 只要你心疼我就够了 突然觉得 他也算因祸得福了 之前无论怎样 他们之间老英周小姬一样 在约会 感情上也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这样一来 倒算是经历过波折 有了收获了 只是 想到刚刚周部长在他嘴里 他觉得好恶心 穆天阳爱怜地吻了吻他的脸 扶着他离开 上车后 二人都没说话 汽车慢慢开了一阵 突然停了下来 穆天阳转身拉住丁采颜 今晚去我那里好吗 丁采颜一喜 接着脸色一暗 试探地问 为什么 穆天阳靠过去 搂住他腰 我要消除他留在你身上的恐惧 丁采颜一哆嗦 眼珠子转了转 推开他 不了 我还很害怕 恐怕没办法 改天吧 他下面还是湿的 要是被他发现了 他就会知道 他根本不是那么不情愿 就算他能先洗澡 就那里洗掉 但他的胸口 那两点已经被那恶心的男人轻肿了 穆天阳一叹 好吧 我送你回家 采颜松了一口气 还好 还好他进来的时候 他们已经结束了 不然 他这一辈子就毁了 看见丁采颜走进别墅 穆天阳去 车离开 路上给周部长打电话 怎么样 还满意吧 满意 满意 周部长乐呵呵地说 意犹未尽地砸了砸嘴 可惜没破到他的身 周部长 你就知足吧 他现在吃了个哑巴亏 还觉得值得呢 也好 周部长说 我告诉你 那你人不是个好东西 有机会再让我玩他 他肯定乐在其中 有机会 我一定再让你玩他 穆天阳承诺 好说好说 周部长高兴地说 他到底怎么惹你了 他惹我可深了 穆天阳笑笑 却没告诉他 客套几句挂了电话 敢欺负他的宝贝 他自然让他生不如死 这个世界 就是天雪 也不能伤他半分 丁采言走进客厅 丁志刚和薛丽娜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应该是刚刚吃完晚饭 一见他 薛丽娜惊讶地问 你怎么回来了 不是说不回来了吗 丁采言不想理他 直接上楼 丁志刚忧心忡忡地看着他 穆天阳明明已经得到婉晴了 为什么又来招惹原本看不上的采言 婉晴现在的身份虽然尴尬 但难保不会有翻身的一天 如果他又和采言搅合 最后到底会选谁 而自己这个做父亲的 又应该支持哪一个女儿 薛丽娜大声问 你穿成这样 穆天阳也不上钩 你能不能不把话说得那么难听 丁采言不耐烦地大好 他知道他刚刚遭受过什么嘛 被一个和他父亲年纪差不多的男人 丁采言深吸一口气 转身跑上了楼 薛丽娜一愣 喜悼 我看他的样子 应该已经发生过什么了 就算没上床 肯定也很亲热 你就少管吧 真不知有什么得意的 丁采刚说 薛丽娜顿时冒火 我不管 难道还指望你吗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的心都在那两个贱人身上 你又说到哪里去了 我说到哪里去了 我听说那个贱人换了肾 病好了 你说 是不是你给的钱 不然他们哪里有钱来换肾 我怎么知道 丁采刚大好一生离开客厅 他到底知不知道 现今还能富贵 都是婉晴换来的 如果没有婉晴 丁家早破产 他们早就流落街头了 你还买得起迪奥 香奈尔玛 婉晴实在舍不得许可威 拖来拖去 拖到四点钟才回学校 许可威想送他去公交站 被他拒绝了 又不是找不到 这两年我都自己搭车 你不要弄得我第一天住校一样 这不是太久没 许可威一叹 妈妈觉得亏欠你 因为妈妈 你受委屈了 生病又不是妈妈想的 婉晴怕慕天阳等的不耐烦 三两下拿好东西 准备出门 有事给我打电话 那个人给的钱还有一点 都在卡里 你不要急着去找工作 不然病复发了 之前的努力都白费了 昨夜许可威说要去找工作 把他吓了一跳 幸好之前他思虑周详 让慕天阳额外拿了两万块存在卡里 从他那里得到的好处 他只能说是丁志刚给的 但丁志刚那么带他 他实在不愿帮他攒功德了 干脆就用那个人代替 反正 妈妈也只会想到丁志刚 你明年就上大学了 那可不是小树木 许可威滴滴的叹气 婉晴想说 慕天阳一定不会吝啬那点大学学费的 只可惜 慕天阳在他们之间 是见不得光的 还有一年呢 他说 你别心急 以后我会努力挣奖学金 听说大学里 奖学金都是好几千的 拿来抵学费应该没问题 好了好了 快走吧 晚自习别迟到了 到底我是吗 你是吗 你越来越爱念我了 你也有念我啊 婉晴咕弄一声 笑着出门 回到慕天阳的私人别墅 没想到他已经回来了 除了开始一段时间 他很少天黑之前回家 他是大忙人 天天都有应酬 天雪不时拿报纸给他看 不是搂着这个小明星参加宴会 就是吻着那个千金出席派对 而且现在大热天的 八点钟才黑 他六点钟老神在在坐在沙发里 看报是为哪般 难道 又要心事问罪 婉晴一阵寒战 敲声换了鞋 提着书本和义务上楼 祈求他太专注 不会发现自己 慕天阳放下报纸 冷缩缩地瞪着他 怎么穿成这样 婉晴一将 回头看着他 再看看自己身上的衣服 不是他买的名牌 是他妈在夜市上买的便宜货 你买的衣服我妈妈没见过 她会问 你每次去见他 都穿的这个 哎 慕天阳若有所思地摸了摸下巴 不错 心思蛮细腻 他要设局做坏事 必然滴水不漏 小小年纪 为了瞒他吗 什么细枝末节都能注意到 甚至没发生的也已经未雨绸缪 这样的丫头 放枕边还真不合适 谁知道他会不会哪天算计了他 婉晴没说话 低着头向认错的小孩 慕天阳突然龙心大悦 给我倒杯咖啡 婉晴一愣 放下手上的东西 快步走向厨房 张妈正在准备晚餐 她打了一声招呼 寻找咖啡 没见到煮好的咖啡 她拉住张妈 医生说 她要喝咖啡 张妈下意识地看了外面一眼 虽然看不见慕天阳 但恍惚明白了什么 她只指橱柜 咖啡粉在那里 婉晴急忙拿下来 递给她 她推开 以后你泡给她 我不会 婉晴压低声音说 相信张妈 张妈拍拍她的肩 这样你的日子好过点 婉晴莫名觉得她说得对 就自己冲起咖啡来 本来想尝一口 看味道好不好 但她就冲了一杯 她才不要和她共用一个杯子 被她知道了 她打死她怎么办 而且咖啡苦苦的 她一向不喜欢 尝了也没办法分辨好坏 于是 就这样端到她面前 慕天阳两眼盯着报纸 伸手接过 端到嘴边喝了一口 然后猛地皱起眉头 寒住不动 婉晴瞪大眼镜 完了 看样子很难喝 她缓缓地将咖啡吞了下去 抬起头 无言地看着她 婉晴急忙说 我去做作业 然后转身就跑 碰了一声 搬到地毯 摔了一跤 她回头看沐天阳 见她正眉看着自己 急忙爬起来 慌慌张张地拿了书本跑上楼 沐天阳维持那个支持 又几秒钟 又端起咖啡 喝了一口 倒 难喝 再喝一口 再倒 难喝 然后 一边说难喝 一边将整杯咖啡喝得一滴不剩 放下杯子 她扬声喊张妈 张妈擦拭着双手走过来 先生 什么事 沐天阳买手报纸 云淡风轻地说 小姐刚刚摔倒了 你上去看看 是 张妈抿着笑 转身找到急救箱上楼去 婉晴正在书房 检视自己的手臂 真倒霉 居然擦破了 扣扣扣 有人敲门 进这间屋还要敲门的 一定不是沐天阳或者沐天雪 她站起来 打开门 见识张妈 温婉一笑 张妈 在这里张妈是唯一对她好的人 像一个母亲对女儿一样 就算知道她是沐天阳的情妇 也从来没轻视过她 反而总是关心她 开导她 真摔破了 张妈看着她手上的血迹 一叹 我给你弄弄 嗯 婉晴知道书房是沐天阳的重地 不敢随意让她进去 救回了卧室 张妈仔细问了她 确定她只有手臂碰伤才放心 以后小心些 我以为只有天雪小姐 那么莽撞的人才会摔倒呢 张妈笑完读 给她贴上一个窗壳贴 婉晴感激一笑 张妈 你对我真好 张妈看着她 先生也对你很好啊 她 婉晴一审 似乎不迟 张妈一叹 不然你以为 我在厨房怎么能知道你摔倒了 婉晴一呆 神色闪过一丝慌乱 还有那杯咖啡 就那么片刻功夫 先生就把她喝光了呢 婉晴眉头紧簇 显然不想听这些 张妈拍拍她的肩 我下去做饭了 她一走 婉晴就松了一口气 望着窗外发呆 她 要干什么 书房 晚八点 这两天在家里 婉晴已经在许可微的催促下 把作业做完了 这时 她拿了一本习题做后面的 这些题老师还没有布置 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 她不着急 有点分心 突然 慕天阳伸手过来 和上她的书 没心思做作业 那就早点睡觉 谁说的 婉晴急到 我要做 早点睡 早点睡还不是陪她睡 我的话也不听了 婉晴犹豫了一下 窃窃的看着她 还很早 等我吃饱 就不早了 慕天阳走到她身后 一边摸缩她的锁骨 一边轻咬她的耳朵 或许 你要等到两三点才睡 然后明天到学校打瞌睡 婉晴身子一抖 急到 还是现在睡吧 她才不要到学校打瞌睡 慕天阳听她顺从 心思荡漾了一下 一把抱起她 大步往卧房走去 走进浴室 二人脱光 一起躺进浴缸里 虽然已经亲热过无数次 但婉晴还是不习惯 慕天阳不喜欢她躲闪的样子 锁紧她的腰 将她按在胸前 婉晴心下折磨了一番 回身给她擦拭身体 慕天阳看着她手臂上的窗壳贴 一直注意着不让水把她碰湿 这么主动 无视线殷勤 飞奸即到 婉晴愣了一下 往她靠拢一点 天阳 说吧 慕天阳淡淡地瞟她一眼 就知道她有事求自己 不然怎么可能主动 还软弱地喊她天阳 这让她心里很不舒服 只有有事求踏实 她才看得到她的好脸色 听得到她的温言细语 多想掐死她 谁叫她对她这么假 但另一方面 就算是假的 她也想要悲哀 她何时变得如此悲哀 外面还有一堆的女人 排着队要往她床上跳 她为什么要死守着一个 叫丁婉晴的小丫头 你一会儿轻点 婉晴说 慕天阳一愣 火速看向她 她说什么 婉晴脸色血红 不敢看她 举其水往自己身上叫 慕天阳抓住她手 别把伤口弄湿了 婉晴愣了一下 看着手臂上的窗壳贴 摇头道 没事 小伤口 一会儿换一张就好了 慕天阳末地发火 我说不准就不准 妈的 她关心她 她居然敢拒绝 是 婉晴小声地答应 你刚刚说什么 婉晴咬着牙 哪里还敢说第二遍 说不说 婉晴只得再说一遍 你一会儿轻点 身上留下印子 被人看见不好 现在天热 无论怎么穿衣服 都不太遮得住 慕天阳听了 当下就想抱住 她狠狠地问 最好吻得全身轻子 有人看见吗 她问 天雪每天都会骂我 婉晴抱怨 想到不应该说天雪画话 又接了一句 我们班有些男生 估计有经验 有一天问我 是不是有男朋友 我 我不知道怎么办 好了 慕天阳见她急得要哭了 将她搂进花里 轻点就轻点 不过 你这么甜 我还真不控制住 你 婉晴恼怒地瞪她一眼 又火速已开 慕天阳扑斥一笑 大不了 会被人看见的地方 我都控制住 太重了你就说 只要你乖乖地别惹我生气 我都听你的 婉晴听了 勾住她脖子 靠在她胸前 她一叹 完了 我今天特别想重重地惩罚你 主动往她怀里靠 弄得她心情激动 想狠狠地蹂躏她 婉晴飞快地坐直身子 惊恐地说 我 我又没做什么 慕天阳沉下脸 不准做出担惊受怕的样子 靠过来 婉晴只好又靠过去 蹿蹿 鸡肋缠绵 直到十一点多才停下来 婉晴内的手指都不想动一下 她的确没在她脖子上撕掠了 凡是穿了衣服遮不住的地方 她都没有留下印子 但遮得住的地方 好惨 整个胸口都被弄她吸肿了 早知道还不如不求她 迷迷糊糊地 听到手机铃声 婉晴困难地睁开眼 见她的头压下来 她还要要吗 她连害怕和躲闪的力气都没有了 她轻轻地吻了她一下 温柔地说 快睡 说完接起电话 干什么 现在十一点半了 你不觉得你应该早点打来吗 比如晚饭之前 忘了 怎么教你的 这点礼数都不懂 是你自己说今天要过来 结果 她自然早就回来了 她不敢不听我的 那你就错了 她听话 你不听话 我就会越来越宠她 越来越不宠你 你以后想要百打斐力 爱马仕 别找我掏钱 OK 随便 沐天阳挂上电话 关了灯堂下 将晚情报到花里 是天雪 她故意的 以为我们现在在办事 想打扰我们 哼 我就知道她会使坏 所以提早三个小时 一日清晨 学校 刚下早自习 班主任就拿着月考成绩表走进教室 虽然没有一婚二婶 但当第一桌的同学顺手接过后 大家就都围了上去 这里每个人都有很好的出生 却并不像大家以为的那样轻松 不用读书就可以有好工作 好未来 错了 那样只能混吃等死 做吃山空 父母创造的公司还需要他们来继承 绝不可能交给外人 所以 他们对成绩也很看重 而且 他们的父母经常在各大宴会上相遇 比玩家产比实力 还不能分出胜负 那只能比孩子了 不少人因此承受着压力 而有些人自小接受的就是精英教育 他们的字典里没有数字 凡事都要争第一 所以 这个月考成绩 他们看的并不淡 每一次考试 都是一场竞争 攸关尊严与实力的竞争 天雪坐在座位上 因为两天没看到婉晴 本来想去讥讽她一下 谁知道成绩下来 她顿时没了心情 烦躁地用手指敲着桌子 多少分 多少名呢 她和杜倩的成绩一直不相上下 名字常常都挨着 这次她能在杜倩前面吗 虽 前方众人倒抽一口气 纷纷回过头来 把她看着 她吓了一跳 他们什么表情 难道她考了最后一名 不对 谁会去关心最后一名 难道她考了第一名 天雪心情激动 正想问个清楚 突然发现 他们不是在看她 她郁闷地回头 见自己后面的一排座位中间 只剩下婉晴 她飞快地爬起来 冲到第一排 给我看看 拿过成绩表 赫然第一个名字就是丁婉晴 我靠 她居然第一 她在这里的第一次考试 居然考了第一 上天要不要这么眷顾她 天雪深吸一口气 鲜鲜欲指向下滑去 曾经 班上三大巨头 分别来自军政商三大家庭的三大帅哥 总是轮番盘踞在前三名的位置 谁也不让谁 但今天 他们齐齐向后退 坐在了二三四的位置上 而天雪 天雪不知道该喜该乐 她在第七 如果没有丁婉晴 她就是第六 还算不错的成绩 而且狠狠压过了第十名的杜欠 但她也高兴不起来 因为 那个被她哥哥包养的女人居然是第一 晚上九点 穆天阳回到别墅 心底极其可怕看到婉晴 进门 想起仪式 问张妈 小姐来了吗 张妈一愣 差点问出哪个小姐的话 还好及时反应过来 打口道 都在上面呢 我正要给她们做宵夜 先生要来点吗 嗯 穆天阳不知可否地应了一声 张妈又说 两位小姐今天怪怪的 进门后一直没说过话 没说过话 这就怪了 天雪哪吃不是大呼小叫的 恨不得用那张嘴把婉晴说得灰飞烟灭 她摆摆手 往楼上走去 走到书房外站了一会儿 里面果然没有声音 不知道是真没吵 还是吵累了正在休息 既然有天雪在 她也不急着进去 先回房换衣服洗澡 走进更衣室 一片光亮 她正了一下 走到婉晴的衣橱中间 见她趴在梳妆台上写作业 忍不住眉头一皱 怎么回事 婉晴急忙站起来 你回来了 书房灯坏了 她问 婉晴无可奈何地叹气 她不准我在那里 我只能来这里了 她除了沐天雪 不做第二人想 沐天阳狠狠地说 这丫头是越来越不像话了 居然独霸书房 她书房那么宽 之前只有一张她的书桌 婉晴只能挂在边上做作业 后来她来了 不是特地为了她买了书桌吗 当然 也顺便给婉晴添了一张 一粉红 一粉蓝的书桌 就那么摆在她黑色大树桌的两边 说实话 难看死了 沐天阳甩甩头 正想去训天学几句 婉晴迟处地叫住她 她心里不舒服 你别去说她了 不然她又记在我身上 谁惹她了 婉晴嚼嚼嘴 大概是我吧 话虽这么说 但她没有丝毫悔意 令沐天阳很是疑惑 废话 她干嘛要后悔 她到学校的第一天 杜茜要给她下马威 所有人都因为她没个好家庭而瞧不起她 但今天 她一鸣惊人 又傲人的成绩 将那些出身高贵的人狠狠地踩在了脚底下 如果妈妈能够知道这些 想必也会很骄傲 婉晴想着 突然哀哀一探 在凳子上坐下来 对着镜子正正发呆 有什么忧呢 她的人生 在遇见沐天阳的那一刻已经毁了 考得再好又如何 就算上了清华北大 甚至是牛津哈佛 读完博士 又怎样呢 就算沐天阳有一天放了她 但谁能接受她这无惠不堪的过去 她永远只能像今天这样 从不想干的人身上 赢点小得意罢了 沐天阳走进书房 天雪听见声音 以为是婉晴 气呼呼地回过头 手上还抓着一本书准备扔 见是她 她收了手 你回来了 谁又惹你了 还不是你养的那只 天雪低着头 认真的草稿纸上运算 旁边已经堆了一大落的试卷和提及 沐天阳看了一眼 语气很是安慰 今天很用功嘛 天雪写字地手动了下 知道我用功 你就不要来打扰我 再不用功 她在盯婉晴面前就抬不起头来了 吃了 沐天阳沉下脸 干嘛把婉晴赶到更衣间去 天雪护得站起来 圆珠比衣衰 我乐意 你就向着她吧 你有几个钱 迟早被那狐狸惊骇的倾家荡产 沐天阳甩秀 这都哪儿跟哪儿啊 她自然不知道 天雪偷偷摸摸看了不少小说 如今脑回路易易于常人 遇到个什么事 总会联想半天 现今她和婉晴的将来 已经在她脑子里来过N个版本 虐恋情深的 N将仇报的 痴心不改的 运走他乡的 反正 她哥作为一个男主 而婉晴却不一定是女主 已经被虐了无数遍 沐天阳刚走到门口 门上就传来敲门声 她抹了一把脸 打开门 门外站着张妈 居然不是婉晴 沐天阳顿时黑了脸 仙 先生 宵夜做好了 张妈见她脸色不对 说完就跑 沐天阳对天雪招手 走 吃宵夜 天雪午饭晚饭都没吃多少 现在做了几个小时作业 的确很饿了 气冲冲地走向她 却看都不看她一眼 直接冲下楼 沐天阳眯了眯眼 又去叫婉晴 婉晴就比较好 不给她脸色看 乖乖跟她下楼 算是让她得到一点安慰 等她带着婉晴到餐桌前 天雪早已经吃起来了 见了婉晴 她端起碗就要往客厅走 沐天阳朗声命令 坐下 天雪只好坐下 三人自顾自地吃着宵夜 空气诡异地静谜 终于沐天阳问 说吧 怎么回事 天雪和婉晴互看一看 低头搅着碗中的水果粥 都没有说话 沐天阳扫了他们一眼 谁先说 我就答应谁一个要求 婉晴眼睛一亮 抬起头道 月考我考了第一 哪知道 天雪也同时说了 她月考考了第一 说完 二人互蹬一眼 气呼呼地低头喝粥 不理对方 沐天阳点点头 看着天雪不禁有些好笑 原来如此啊 天雪瞪她 笑什么笑 谁知道她是不是作弊 婉晴手一将 冷冷地说 我不屑 你 好了 沐天阳及时制止他们的争吵 问天雪 那你呢 第几名 第七 天雪声若闻吟 不错 沐天阳说 现在第七 七末进前五 也是有机会的 哪里还有机会 前五只有五个名额 又不是十个 丁婉晴能考到第一 让她下次就跌出前五 根本不可能 加上那三大巨头 绝对也会去争第一 他们四个基本就瓜分了前四 剩下一个名额 自然竞争激烈 婉晴说 这个月月考推迟到下个月初 考完这个学期就结束了 没有期末考 沐天阳点点头 对天雪说 那只有这一次了 你要努力 算嘛 天雪问 当然算 想来学校也是拿下次月考当期末考吧 天雪点头 金钱五 百达斐力 天雪瞪了她一眼 虽然郁闷 却没想过进不了的情形 她有自信 只要她想做的事 她一定会努力 最后总会成功 沐天雪 不知一般的千金小姐 她比别人能干 她是沐家老太爷和沐天阳的骄傲 以后 不懂的就问婉晴 解决不了的就互相讨论 沐天阳还没说完 天雪盯的一声扔下勺子 谁要问她 她不过运气好罢了 说完瞪着婉晴 你不可能永远是第一 婉晴抬起下巴 冷冷地说 有一次也够了 杀你们一个措手不及 比什么都值得 那简直是在那群天之骄子身上狠狠地打脸 当然 她也没想过永宝第一 太优秀 不是好事 妈妈会拼尽全力去给她正读名校的学费 那太辛苦 小野猫 沐天阳突然伸手捏了捏她的脸 神情和语气都很宠溺 她这脾气 真是惯不得 越惯越反骨 婉晴红了脸 飞快地低下头 天雪桌子一拍 我明天搬去学校 你又发什么疯 沐天阳问 老师今天已经通知了 这个月月考挪到下个月月初 中间不放假 月考完 放三天 然后补课 大家把自己的东西搬去学校 从补课开始 到高考结束 全年级住校 要上晚自习 天雪说完 得意地看了她一眼 哼哼 我叫你们滚床单 无限还分不开你们 沐天阳听了 看向婉晴 婉晴面无表情 我自然是听你的安排 沐天阳脸色不好也不坏 淡淡地说 跟老师说 你有传染病 不能住校 你嗨嗨 天雪被呛到 可嗨嗨半天说不出话来 婉晴愿对地看了沐天阳一眼 没有说话 第二天去上课 天雪没有搬东西去学校 看样子昨晚是说来玩的 见沐天阳和婉晴坐进同一辆车 她心里又肚又气 非要和他们同车 并且和婉晴一样 要坐后面 在沐天阳身边 沐天阳没赶她 往旁边挪了挪 凉凉地问 一会儿下车走路 天雪一听 摇下车窗 对阿话说 开车跟上 半路 她突然想起一事 亲热地挽着沐天阳胳膊 你昨晚说 谁先告诉你 就答应谁一个要求 我要卡地亚王冠 婉晴不甘落后 积极地说 我要回家 沐天阳看向她 重重一哼 要东西是这么容易的吗 天雪好歹还挽住她胳膊 她呢 她什么都不做 婉晴被她的眼神吓得一缩 她撇了撇嘴 对天雪说 你们是同时说的 没有先后之分 天雪不情愿地看了婉晴一眼 所以你两边的要求都答应好了 我不计较 如果这是比赛 那就是没有胜负 不是胜利者 哪有奖品 下次再战 沐天阳推开她 搂着一边的婉晴 天雪哼哼地磨牙 下次战什么 等我想 沐天阳说完 若有所思地看着婉晴 你考了第一 你应给点奖赏 她考第一 凭什么要你给奖赏 天雪倒不是舍不得那点奖赏 纯粹是不满她处处向着婉晴 我高兴 你高兴什么 天雪大怒 有什么值得高兴 她的学费是我交的 这不叫回报吗 付出有所收获 能不高兴吗 你 你居然帮她交学费 天雪瞪大双眼 当然 我包养她嘛 她的一切花效都算在我账上 不知道为什么婉晴觉得 她这句话的口气 有点自鸣得意 包养人 是得意的事吗 接下来的一个月 在枯燥的复习课和无休止的大小测验中度过 已经有学生陆续搬来学校 老师委婉地劝接其他同学 提早搬来 晚自习好讲课 虽然他们很多人不需要报考国内的大学 甚至早已联系好国外的名校 但高考分数越高 脸上越有光不适 再来 这些天智娇子虽然努力 也聪明 但平时的交际也没少 这没那么多时间读书 别只能在校内比 一旦扔出去 大多数都比不过 这不 丁婉晴一来就把他们打趴下了 天雪和穆天阳说了这情况 穆天阳自然不同意 他一般去学校 婉晴自然不愿意特书 不闹着住校 肯定也要去上晚自习 晚自习回来都11点多了 吃点宵夜 洗漱一番 他哪还有时间折腾 攸关他的幸福 他一点也不让步 我还想进前五呢 天雪大吼 要是我进不了 全怪你 手表已经在座了 进不进得了都是你的 不管 我一定要进 他当然知道手表在座了 穆天阳在吼他 也很心疼他 那手表始终会到他手上 进了前五 是奖励 没进 是安慰 他不要安慰讲 他要实力讲 一直没说话的婉晴开口 先让他去吧 我下个月再去 穆天阳看着他 伸手捏着他的脸蛋 真的 嗯 婉晴躲开他的手 低头继续吃饭 这边东西够吗 穆天阳问天雪 不够还得回堂大宅 够的 天雪瞪了一眼婉晴 恶狠狠地说 少勾引我哥哥 累坏了他身体 我和你拼命 扑穆天阳被汤呛到 扔下碗大吼 你脑子里成天乱七八糟的 装些什么 嗯 书上说 男人纳事儿做多了容易体恤啊 甚亏 精进人王神马的 穆天阳讹脚跳了跳 很想大吼一声 你哥一夜七次郎没问题 但想想不合适 只能狠狠地揉了揉太阳穴 暗下脾气 晚上 晚上一定要修理晚情 至少要让他知道 他是累不坏的 至少不会被他累坏 月考结束 天雪向背包了一层皮 回到别墅 就到进沙发里 张猫端来西瓜 婉晴坐在一边斯文地啃着 天雪爬起来 有没有没切的 我想用勺子挖着吃 有有有 张猫喜欢他活泡的样子 笑嘻嘻地说 我切成两半 你和婉晴小姐一人一半 我不要 婉晴说 吃不完 少装输你了 天雪抱着抱枕歪在一边 银白的小腿搭在沙发上 你才是淑女 婉晴说 这点自知之明 她还是有的 摸天雪再怎么说 也是千金小姐 从小得到的教育 让她的优雅和高贵 从骨子里散发出来 就算是发脾气 气质也不会消失 只会改变 变成一种气势 天雪扫了她一眼 放松四肢吹着空调 张猫抱着西瓜过来 她兴奋的结果 用勺子咬了一口放进嘴里 喜滋滋的说 真的比较甜 婉晴疑惑的看了她一眼 她没这么吃过吗 天雪吃了几口 突然想起什么 放下西瓜朝厨房跑去 张妈 天雪扯着张妈的衣摆 像个找大人撒娇的小孩 还有西瓜吗 还有 怎么了 给我一个 天雪急忙去找 从冰柜里拿出来 放在砧板上 等她不会滚了 她举起长刀笔在中间 准备切 张妈急忙拉住她 小姐你做什么 小心上了自己 我切西瓜 你不按着她 她会跑的 门口传来婉晴的声音 天雪不悦地瞪她一眼 要你管 就你抖啊 婉晴靠在门框上 我买过菜 做过饭 名牌时装没你抖 厨房里的事还真比你抖 天雪脸色变了变 握着刀的手有些发抖 也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好像有点纠结 片刻后 她一手按住西瓜 一手往下砍 砰的一声 砍成了两半 但没被她按住的那一半 差点滚在地上 幸好张妈及时接住 天雪抱过来 与其还有残留的愤恨 谢谢 不 不敢 张妈娜娜地说 把西瓜刀收走 害怕他们打起来 甚至 别的刀也不动声速地拿远 天雪找了两个勺子 插进西瓜里 一手捧了一个 往外走 走了两步 感觉西瓜要跑 她急忙叫婉晴 给我拿着 婉晴伸手去拿那半大的 天雪却把那半小的给她 然后就大阔步地走出别墅 婉晴疑惑地跟着她 走进了别墅后面的车库 车库里停着几辆名车 洗刷的声音中传来男人的交谈 要在这里开一辈子的车嘛 能被总裁赏识也不错了 我倒是无所谓 反正只是高中生 但你 哗啦啦 水声冲散了声音 婉晴和天雪走过去 见阿诚和阿华在洗车 二人感觉有人来 抬起头 同时力正站好 恭敬地道 小姐 小姐这是做什么 难道今天车开得太快了 他们来找他们算账 连西瓜都来不及吃完 天雪笑盈盈地看了他们片刻 把西瓜递过去 请你们吃西瓜 哦 阿华看着阿诚 这是怎么回事 大小姐要请他们吃西瓜 还是 整个用勺子挖 当他们三岁小孩嘛 不敢 阿诚也盯着西瓜纠结 到底怎么惹到大小姐了 你们倒是吃啊 天雪见他们不动 怒了 二人急忙接过去 挖起瓜嚷就往嘴里塞 吞了一口气才反应过来 谢谢小姐 天雪与手一挥 豪爽又俏皮 不用谢 然后 二人继续吃西瓜 吃了一阵 疑惑地飘着他和婉晴 还不走 还要回收西瓜皮和勺子 天雪也看出他们不自在 一腔热忱突然像被冷水浇了一样 冷却下来 然后想起 他来这里干什么 给两个司机送西瓜 太搞笑了 他可是木大小姐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也弄不明白自己 我也有些不自在 说是你们教我这么吃西瓜的 对 应该是这样 所以想分享 他从来不会这么吃西瓜 徒子都要用帕子掩着 这种乐趣 他没体会过 听他们说后 他就一直想是 今天终于找到机会了 我们什么时候说过 阿诚疑惑地问 有 天雪见他忘了 有些不高兴 你们刚到我哥哥手下做事的时候 那天我过生日 那应该是三年前 他还真的忘了 阿诚看向阿华 想问他还记不记得 阿华急忙用眼神否认 大小姐一说他倒是想起来了 有天送总裁回家 去车库停车回来 半路遇到了停停欲立的大小姐 那是第一次见他 被他叫去做事 他没见过世面 吓都吓死了 大小姐问什么答什么 但到底说了什么 他根本就不记得 难道 他们居然告诉这高贵的小姐 怎么吃西瓜 天雪见他们不记得了 有些气恼 转身就走 二人走后 阿华看着阿诚手里的西瓜 说 你的好像比我的大 要话 不 阿华靠近他 小声说 我觉得大小姐好像对你有意思 要是这样 你干嘛不抓住机会 少奋斗三十年啊 他只是高中生 就算攀上枝也是扶不起的烂泥 但阿诚就不一样了 人家可是名校研究生 虽然没毕业 但证明有实力 像这样的人 给他一个跳板 他就可以闯出一片天 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 阿诚恼目地说 将西瓜放在一边 继续洗车 我没说我没说 阿华不舍地看了一眼西瓜 也放在一边 本想解解渴呢 但人家都不吃了 他在吃 好像怪怪的 天雪和婉晴走进别墅 见沐天阳坐在沙发里啃西瓜 扔了一下 二人走过去 天雪问 这么早就回来了 没去见你的音音艳艳 直到你们放假 接你们去外面吃饭 去哪里吃 天雪急忙坐到他身边 抱着他手臂问 西餐嘛 西餐好麻烦 换个简单的火锅吧 你是怎么了 不去西餐厅吹空调 倒喜欢去火锅店取暖 沐天阳放下西瓜皮 朝婉晴伸手 婉晴急忙把手放进他手中 被他拉到身边 他搂着他 在他羞发里吻了一下 天雪皱眉 我还在这里呢 你们就不能注意点 刚刚去哪里了 沐天阳问 天雪一致 突然没了气势 抱着西瓜就咬 婉晴看他这样子 应该是不想沐天阳知道 一时纠结 到底要不要说实话 说了实话 会怎么样呢 他还真好奇 就在外头走了走 婉晴说 天雪想游泳 我们去游泳池看了看 吴 你好像没泳衣 晚上顺带买几件 我也要 天雪说 我的泳衣没带来 好吧 都买 沐天阳说完 又问婉晴想吃什么 天雪又不乐意了 你干嘛不问我 你什么没吃过 我 话虽这么说 但你不关心自己妹妹 却关心外人 会不会太过分了点 婉晴有些无力地皱了下眉 随便吧 我没吃过 也没法给一件 其实 他比较想回家 昨天他没答应 现在也不给他开口的机会 分明就是不准了 天雪西瓜吃到一半 想起车库里的人 想起十四岁的夏天 对沐天阳说 哥 我要卡蒂亚的王冠 你又来了 沐天阳大怒 那王冠箱钻石的 他知道多少钱吗 买了一个手表还不够 还要王冠 再说 他一提王冠 婉晴就要回家 果然 婉晴望着他 悠悠地说 我要回家 天雪被他一吼 闷闷地靠在沙发里 沐天阳柔啊柔啊 问 你要王冠做什么 我下个月过生日 我要带着他开party 婉晴坐直身子 这是上次没分胜负闹出来的 如果你给他买 你今天就让我回家 明明是放三天假 他却让他骗他妈 是放两天 他一定要争一争 慕天阳沉着脸 没说话 婉晴一见 以为他铁石心肠 绝对不会答应 眼眶树得红了 伸手就扯住他一宿 可怜兮兮地掉泪 天阳 他哭了声 正想跪下来求他 他顿时心软 一把拉住他 好了 婉晴只住哭 眼睛也不眨一下 就那么望着他 慕天阳很想就这么放他走 但实在不想让他觉得自己好打发 拖起他就往楼上走 天雪见他居然用美人计 大怒着跳过去 将他们拦住 你要让他回去 那就必须给我买卡的呀 慕天阳头疼 僵持了一会儿 松开婉晴 转身又回到沙发上 婉晴急忙跟过去 祈求地说 你要我做什么 我全都做 我只能见我妈三天而已 求求你了 天雪美好气的大好 你有点骨气行不行 简直是丢我们女人的脸 慕天阳不满他对婉晴大呼小叫 抬头瞪了他一眼 突然下了决断 这样 你们打一架 什么 二人惊讶地看着他 他眼皮也不抬一下 谁赢了 我就答应谁 天雪赢了 我 还没说完 两个女孩突然扑到了一起 牛打起来 拧胳膊 扯头发 撞得茶几和沙发 乒乒乓乓 一阵血雨腥风 慕天阳 慕瞪口呆了一会儿 烦躁地坐在沙发里 看着他们打 一阵时间过后 婉晴骑在天雪身上 狠狠地拧了几把 爬起来看着慕天阳 我要回家 这时 天雪一脚踹向他 扑过去就将他按在沙发里 狠揪了几下 压得他动弹不得 扭头对慕天阳说 我要卡蒂亚 婉晴心急 伸出五指朝他脸上抓去 啊天雪躲开 你居然想毁我容 你想谋杀 你 够了 慕天阳沉声打断他们 二人一浪 看着他 急吼吼地说 我赢了 慕天阳深吸一口气 指着婉晴 你 回家 天雪正要抗议 他又指着天雪 你 和我一起去买卡的呀 总算 二人都舒坦了 天雪坐回沙发 抱起西瓜继续挖 婉晴直接上了牢 片刻后下来 洗过脸 扎了马尾 换了他从家里带来的地摊货 慕天阳见他看不都不看 自己一眼 大好 婉晴 婉晴愣了一下 转过身 你答应了的 慕天阳放在身侧的手握成拳 微微发抖 居然无视他 他同意他回家 他就不能对他好点 不说吻别 不说对他笑 看他一眼总行吧 过来 他力声低吼 吓得天雪都打了一个颤 婉晴退了一步 想夺门而逃 但今天逃了 明天呢 他难过地咬了咬唇 慢慢走过去 慕天阳手指动了动 一时不知道要怎么收拾他 压到床上 那结束之后 他今天也回不了家了 他不在乎他回不回的了 但只怕他以后更恨他 婉晴见他一直不说话 手上的书包垂落在地上 咚的一声 客厅的三人都回过神来 婉晴将书包提起来 一脸失魂落魄 沙哑地说 我去换衣服 就知道 他不会放过他 回到卧室 婉晴一头扑到床上 揪住床套难过地痛哭 他不敢哭大声 只能握紧拳一遍一遍地垂着床 突然 一团重乌鸦在背上 他吓了一大跳 刚回头 人已经被慕天阳拎起来 慕天阳将他翻了一个身 扔在床上 愤怒地扑上去 对着他嘴就问 放开我 婉晴挣扎着大叫 我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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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慕天阳抬起头 双眼发红 你恨吧 你有哪一天不恨我 婉晴看着他 猛然扭开头 浑身的力气都松下去 呜呜呜地哭起来 慕天阳突然放开他 翻身坐在一边 你 走吧 三天后 我再和你算 婉晴一愣 猛地坐起来 不可置信地看着他 他真的放自己走 他今天真的可以回家 慕天阳告诉自己 只要他现在靠过来 哪怕说一声谢 他都原谅他 三天后 他绝不为难他 一定温温柔柔的 不但这样 他一整个暑假都放他回家 几秒钟后 婉晴冻了 却没有走向他 而是捡起地上的书包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卧室 慕天阳猛地抓起床头的水晶摆设 碰得一声砸在了地上 婉晴吓了一跳 害怕他反悔 飞快地跑下了楼 慕天阳对着空气冷笑一声 看你得到了什么 还不如对他坏 反正结果都是一样的 他永远不会仔细看他 不会来研究他想的什么 更不会发现 他爱他 楼下 婉晴刚走门口 背后传来声音 盯婉晴 婉晴扭头 看着天雪 什么事 不准伤害我哥 天雪重重地说 神情十分严肃 放心 我伤害不了他 婉晴说 而我 却可能随时被他折磨致死 那你走了就不要回来了 天雪突然大吼 婉晴悲伤一笑 你以为我想回来吗 天雪见他那绝望的神情 忠了一下 回过神 他已经走了 你错了 天雪跌坐在沙发上 喃喃地说 你能够伤害他 你刚刚已经做到了 天雪发呆好久 慕天阳已经收拾好心情下来了 发什么呆 去把衣服换掉 出去吃饭 天雪望着他 你是不是喜欢他 慕天阳整理袖扣的手动了一下 皱眉道 大人的是你少管 你不会让他做我嫂子吧 天雪害怕地问 无 慕天阳摸着下巴 我会认真思考你的建议 天雪愤怒地站起来 你休想 我宁愿去死 三天后 婉晴回到别墅 张妈告诉他 慕天阳带着天雪回家了 婉晴都做好准备 等着他的狂风暴雨了 听说他不在 又是放松 又是担心 放松的是 现在没事了 担心的是 他什么时候回来 晚上按时就寝 却坐在床上等了一个小时 这时候都没回来 应该不会回来了吧 婉晴放心躺下睡觉 迷迷糊糊还没睡着 就感觉有人压到身上 火热的唇舌吻着自己 知道是他 他不害怕 很平静地喊道 天阳 慕天阳一顿 打开灯 看着他漂亮的脸蛋 还没睡着 哎 慕天阳一笑 心情煞食好了许多 就当他是在等自己吧 虽然不可能 但可以这么想一想 他亲了亲他 起身去了浴室 晚晴坐起来 拉了拉身上的睡衣 忐忑不安地等着 慕天阳出来时 见他还没睡 直到他是因为那天的 是在等他的惩罚 他这样让他不知道该生气还是安慰 生气的是他只怕他 不爱他 安慰的是他还知道怕他 没有反抗他 突然发现他的样子有点不同 他眼睛一眯 死死盯着他胸口 晚晴有些紧张 心口起伏不定 慕天阳走过去 只裹着郁金的身体 看起来性感无比 胸口的水珠顺着腹肌滚下 摸入腰间 他跪在床上 拨开晚晴身前的头发 见他穿着一件半透明的睡衣 睡衣是神秘又性感的黑色 领口开得不高不低 让他苏胸半眼 两点粉红的樱桃若隐若现 慕天阳觉得喉咙干涸 一股火热从腰间升起 他沙哑地问 谁教你穿成这样的 晚晴说 是你给我买的 慕天阳莫得掀开被子 晚晴的双腿全束裸露在外 连小裤都快遮不住 晚晴飞快地扯住睡衣下摆 想将那里遮住 谁知 这一扯就让上方的饱满跳了出来 慕天阳倒吸一口气 他又急急忙忙地把睡衣扯上去 改为跪着 这样总算将三点都遮住了 但这半透明的睡衣 遮了却比不遮更诱人 慕天阳一步步靠近他 捧着他的脸 语气蛊惑的呢喃 反正是为我准备的 还遮什么 我 晚晴闪躲着他 恨不得找个的洞把自己埋起来 乖 我不怪你 慕天阳急切地吻着他 拉起他的手环上自己的腰 天雪不在 你叫大声点 我喜欢听 不要 晚晴难受地说 你又不听话了 慕天阳咬住他的耳朵 一只手揉捏着他胸前的柔软 一只手沿着线腰向下 他先在他的臀上揉捏 慢慢地 移到前面 隔着轻薄的睡衣挤压他的花瓣 啊 晚晴被他上下夹击 浑身难受 忍不住一出声音 经过这么多日夜 他早已找出他的敏感点 此刻或轻或重地 啃咬着那些地方 让他情不自禁地为他颤抖 喜欢吗 他捏着他的小乳肩 你这里硬了 不要说 晚晴向后攻起身体 饱满的胸挺立在他眼前 他拦住他的先腰 低下头瞬息 另一只手在下面解开他的内裤 裤子是细带式的 花学处还有一个洞 五 这简直是 今天没时间欣赏了 改天可以试试 穿这样的底裤 外面穿着连衣裙 会很方便的 扔掉那片布 他拨开他的花唇 在他耳边轻笑 宝贝 你都湿了呢 你别 晚晴哭泣道 乖 为我准备好 我要好好爱你 慕天阳说完 手指突然刺了进去 啊 晚晴轻叫一声 颤抖着趴在他身上 臀部向后翘去 这突来的动作很容易离开他的手指 但他却紧紧地跟着他 像被他吸走一样 一点都没有划出来 你看 你舍不得呢 明明是你 晚晴怒道 是吗 慕天阳眼睛一眯 手指开始在里面勾弄 嗯 晚晴咬住下唇 不让自己发出声音 慕天阳将他放倒在床上 看着他的媚态 不要咬 叫出来 晚晴不一地捶打着他 他双眼含笑 一边用手指挤压他的内壁 一边低头吸吻他的乳间 晚晴 明天该去住校了呢 啊 晚晴呻吟着 努力地看着他 你 你不同意 同意了 谁来满足我 他轻轻地啄着他的唇 别去 在家陪我 我不要 晚晴说 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啊 轻点 你不要 不要还这么多水 他手指飞快地进出 他听见细细的水声 脸红地响死 见他差不多了 他抽出手指 扯下自己的浴巾 一个顶入 按晚晴叫了一声 浑身变得软绵绵的 慕天阳开始 用力地顶入退出 退出顶入 直弄得晚晴不喊大叫 后来 他又将他身子翻过来 从背后进入 连换了几个姿势 他终于舍不得再折腾他 释放自己 晚晴醒过来 下意识去拿闹钟 旁边突然伸来一只手 将他的手推回来 他睁开眼 看见一折整齐的慕天阳 慕天阳把他手放进被子里 他张嘴要说话 觉得喉咙发痒 忍不住渴了声 慕天阳把他扶起来 拥着他坐在床上 从旁边拿过一杯水 滴到他嘴边 张嘴 晚晴想自己喝 动了动胳膊 发现被被子裹住了 只好接受他的喂食 喝完一杯 慕天阳又拿起电水壶倒了一杯 他这才发现床边摆着一个茶几 水壶 水杯 电脑 文件 对了不少 慕天阳倒好水 又拿起桌上一个纸包 从里面倒出五颜六色的几颗药 递给他 来 吃药 我昨天吃过了 晚晴想要下床 慕天阳一愣 明白过来他说的是避孕药 他握着水杯的手紧了紧 将要下地的他按回去 你感冒了 吃药 晚晴一听 终于明白自己为什么浑身难受了 他还以为是昨天折腾太久的原因 他把药吃了 看见茶几上的笔记本电脑和文件 心底疑惑 他难道在这里陪自己 片刻后 他急急忙忙地放下水杯 拿起闹钟一看 十二点 我迟到了 我给你请过假了 慕天阳说 躺回去 好好休息 我要去上课 晚晴大吼医生 进了卫生间 甩门中了点 他禁不住身子一晃 差点晕倒 定得定神 他扶着墙走到洗手台边 拿起自己的牙膏和牙刷 浑身没力气 他真的病了 不 就算生病 他也要去上课 只有这个 才是他自己的了 第一天踏进这里 他就丢掉了自己 除了读书还能有点自我外 他什么都没有了 晚晴含着泪 走进更衣室 缓缓地穿好衣服 打开通向卧室的门 慕天阳早已在外面等着他 他一把抱起他 将他扔到了床上 你干嘛 晚晴大吼 我昨晚满足过你了 我要去学校 满足 他只把他当任务 慕天阳大怒 你病成这样 你去了能上课吗 还会影响别人 晚晴正了一会 愤恨地说 你故意的 我没有生病 你骗我 你不想要我去学校 慕天阳更加气得厉害 疯了一样 举起手一耳光扇过去 啊 晚晴吓得躲开 那耳光却没有扇到自己脸上 在他肩膀上方就停了下来 但手掌带来一股凌厉的风 还有一股怒气 慕天阳放下手 狠狠地说了句 随便你怎么想 他收拾好电脑和文件 走开房间 晚晴惊魂否定 好几分钟才冷静下来 他迫不及待地想要离开 门外又传来声音 他吓了一跳 动弹不得 房门打开 进来的却是张妈 他松了一口气 几乎贪软在床上 张妈端着几样食物走过来 放在茶几上 咬了粥给他 小姐 快吃点 我 晚晴现在最急的是上课 根本没心思吃饭 但这位 还真有些空 只好接过来 喝了两碗粥 张妈还想叫他喝第三碗 他摇摇头 不能吃了 张妈只好放下碗 顺手扯开他身下的被子 将他塞进被窝里 那你想吃什么 我再去做 稀饭不顶啊 晚晴摇摇头 顺势躺下 张妈给他盖好被子 收拾碗筷离开 晚晴叫住他 他 他走了吗 在书房呢 晚晴郁闷地躺了回去 他的书和作业还在书房呢 他在那里 他怎么去哪 张妈知道他是想偷偷地去上课 低声劝道 小姐 你就好好休息一天吧 先生在这里陪了你一上午呢 晚晴表情一正 说 他是在监视我 张妈不好再说什么 唉 可怜的孩子 晚晴不想睡 但沾上枕头后 没一会儿就迷迷糊糊了 再次醒来 身体没那么难受了 感觉有人摸自己额头 又拉开被子探向自己脖子 他猛地睁开眼 瞪着面前的沐天阳 你干什么 他都生病了 他就不能歇一歇嘛 沐天阳摆他一眼 不拉他衣服了 直接伸出手 温度寄给我 晚晴一浪 这才感觉到夜窝下架着东西 他伸手一掏 发现自己换了睡衣 谁换的 估计是张妈吧 沐天阳会脱他衣服 但不可能那么好心给他换衣服 沐天阳看了一眼温度计 递到他面前 三十七 五度 退了一点了 晚晴不知道他这是什么意思 就嗡了一声 他坐下来 盯着他 你说 我骗你没 晚晴张张嘴 问 你给我请了几天假 好了为止 晚晴听了 很不高兴 好了为止 他的标准是什么 他可不要三天两头折腾自己 弄得一辈子没法好 刚刚天雪打电话来 提了一个退烧的办法 他听后 又把那个丫头狠狠地骂了一遍 什么办法 晚晴没心思关心他们兄妹 但他要聊天 他只好乖乖搭枪 他看着他 轻轻地吐出两个字 做 爱 嗨 嗨嗨 晚晴恼怒地瞪着他 他一笑 可我不想你那么快好 所以就算了 你 怎么 他爱尽他 你想和我做 鬼才想和你做 晚晴嗓子难受 急忙推开他 端起水忙喝 沐天阳在旁边坐了一会儿 突然说 你今天好好休息 明天应该勉强有精神 想去上课也不是不可以 晚晴看着他 满眼蜥蜴 答应我一个要求 我就让你去 晚晴皱眉 又是要求 又是交易 不愿意 你 你先说 沐天阳只是看着他 并不说话 好像在告诉他 我给你恩赐 你还要讨价还价 晚晴笑了一下 神似哀伤 我答应你 沐天阳看着他这样的表情 心底有些难受 但语气却没透露一丝一毫 学校要你们住校 也只是为了上晚自习 大不了晚自习下课后我去接你 你仍然住在家里 晚晴知道 他就为了做那件事 抬头望着他 你可以换个女人 沐天阳瞪着他 突然站起来 一脚踢翻了茶几 啊 晚晴吓得尖叫 丁晚晴 你给我好好反省 他指着他怒吼 想上课 看我什么时候心情好 晚晴愣了一会儿 见他狂风一样往外面卷 急得大喊 天阳他马上跳下床 我错了 啊 茶几和水被摔碎了 拉了不少玻璃 他一脚踩了上去 沐天阳听见声音 回头看了一眼 见他双脚鼓鼓冒血 心里像被什么扎了一刀 他刚想过去 却及时止住脚步 扭头就走 晚晴看着自己的脚 眼泪直流 回头就看见他冷漠的背影 他没看见 他为他停留 为他心伤 他咬着牙拿起床头的电话 打到楼下 张妈 麻烦你上来帮我一下 马上就来 张妈回答 刚才先生来吩咐他 说小姐上了脚 让他叫医生 他刚刚给医生打了电话 正准备上去 上了脚 晚晴两天没下床 也没看到过沐天阳 他好像一直没回来 或许 真的出去找女人了吧 想到这个 他一颗心几乎要跳出胸口 他的苦行要结束了吗 如果他从此以后不回来 他是不是可以偷偷地逃跑 会不会 过一阵他回来 他就叫他收拾东西滚蛋 那真是太好了 晚晴只是想一想 就忍不住魂身激动地颤抖 他好想摆脱这个金丝龙 他在这里三个多月了 很多事情开始习惯 他不要习惯 这些都是折磨 如果彻底习惯了 他将会忘记反抗 忘记自己叫丁晚晴 是个人 楼下传来汽车的声音 晚晴开始提心吊胆 这几天都有医生来给他看病 每次汽车一响 他就怕是木天阳 等了几分钟 听到深浅不一的脚步声传来 是两个人 那一定是张妈和医生 晚晴松了一口气 医生是个头发灰白的老头 带着老花镜 很认真 对病人也很严厉 他先给晚晴把脉 说感冒好的差不多了 什么时候可以下床 差不多就可以了 老医生解开他脚上的纱布 给他换药 右脚只破了条小口 可以使力 换完药走两步试试 不弄破的话 可以到花园散个小步 晚晴想了想 从这里走到门口 然后从校门口走到教室 好像都不远 应该没问题 只是木天阳不在 那两个司机 应该不敢送他去学校 晚上 晚晴点着脚 一步一步下楼去吃饭 吃到一半 听到外面大门开启 他煎的汤勺都掉在桌上 他回来了 一边的张妈也这么以为 害怕他又受木天阳的责备 急忙换了把新汤勺 把桌子擦干净 晚晴看着他的举动 深吸一口气 努力平复情绪 做好迎接的准备 就在这时 听张妈叫道 阿诚 晚晴回头一看 果然是阿诚 松了一口气 你吓死我了 阿诚愣了一下 走到他面前 恭恭敬敬地聚了一宫 总裁刚刚打电话给我 说只要小姐愿意 明天就可以去上课 真的 晚晴眼睛一亮 突然有了活力 阿诚点头 总裁还说 小姐可以收拾几件衣服 住在学校 这倒让晚晴有些意外 一时想不通木天阳要干什么 要说他是不要自己了 所以把自己发配出去 好像不太通 如果他不要 应该不至于还记得给安排这些事 不过 想到能摆脱他一阵 他到底有些高兴 如果能趁这个机会 想办法从他身边离开 不 不说离开 至少可以多见见妈妈 晚晴心情激动 有些喜行余色 害怕阿诚告状 他努力控制表情 好 明天早上你送我妈 他现在的情况 可没办法走远路 这是别墅区 去公交站都要走半天 当然阿诚点了点头 我不打搅小姐吃饭了 晚清愉悦的点头 原本一碗饭都吃不下的 这下子 居然吃了满满两碗 晚上 张妈帮他收拾了衣服等物品 张妈一向关心他 但到底是拿木天阳的工资 他还是有些防备 等张妈走后 他打开已经锁好的箱子 把家里带来的廉价衣服塞了两套进去 万一 他有机会回家呢 这可不能让张妈看见 不然他告诉木天阳怎么办 第二天一早 晚清吃过早饭 神清气爽递上了车 心里有小小的奢望 有些雀跃 从未有过的轻松 阿诚从后视镜看了一眼 还是第一次看到他裂带笑意的样子 虽然总裁没明说把他的一举一动报告 但做人手下的 当然要自觉一点 昨天接了命令 告诉了他可以上课的事 回去之后 他就乖乖打电话汇报 小姐已经知道了 诶 小姐很惊讶 哦 木天阳顿了一下 他说了什么 他自然明白 木天阳想问的是婉晴的具体反应 但仔细一想 小姐好像很高兴 这种话一说 保不准又闹出什么事 小姐问了我 是不是明天要送他 这种话更不能说了 总裁说不定会灭了他 所以 他最后只能撒了个小谎 小姐好像有点失神 我离开时还没反应过来 然后木天阳也有点失神 扔了片刻才挂电话 想到当时的情况 阿诚还有些发冷汗 幸好总裁没继续问了 不然他要怎么圆谎 小姐 阿诚突然开口 你要不要给总裁打个电话 什么 婉晴瞪着他 他要我给他打电话 他怎么不早说 要是晚了 木天阳又生气怎么办 婉晴急急忙忙的找手机 没 阿诚艰难的开口 我只是提个建议 婉晴不满地瞪他一眼 将手机放回去 盯着窗外发呆 阿诚还想说什么 最后只能算了 他是为了他好啊 总裁开始对他上心 他给点反应 日子自然好过一点 而且 如果总裁真的爱上了他 他姐 他在哪里 婉晴突然出声 打断了他的思绪 阿诚还是纳父为人属下的忠诚样 总裁出国视察了 出国 婉晴双手握紧 眼珠乱转 他不在国内 那他可以 他急忙问 他什么时候回来 无 我不知道 如果他把现在的情况报告上去 总裁应该会迫不及待地飞回来吧 到学校后 阿诚送婉晴去寝室 女生宿舍不准男人进 宿管员问了情况 得知阿诚只是司机 就说 我送他上去 我们这里有规定 你不能进 虽然这个可能是千金小姐 但里面还装了一栋楼的千金小姐呢 宁愿得罪一只 绝不得罪一群 她脚受了伤 你扶着她点 放心吧 宿管员摆摆手 等她走了才发现 她一边要扶婉晴 哪还有力气提她的大箱子 婉晴看了 说 你帮我提箱子 我自己走吧 就在这时 楼梯上传来声音 丁婉晴 你可知道来了 婉晴抬头 看见穿着鹅黄色连衣裙的天雪 天雪见她居然穿着拖鞋 两只脚都缠着纱布 问 你怎么了 你们认识 宿管员正在旁边 艰难的拖箱子 天雪随意嗡了一声 亮晶晶的看着婉晴 低声问 你搬来学校 我之前问她 她不是不干吗 说等你上晚晚自习 她来接你 怎么 你是宠了 婉晴咕咬到 她的命令 我听就是了 哪敢问为什么 天雪冷哼一声 见她上楼艰难 不情愿地伸出手 好了 我扶你 走了两步 她有些担心地问 真的能走吗 两只脚都伤了 右脚已经好了 怕感染 就还缠着点 婉晴看她一眼 娜娜地说 谢谢 到了寝室 天雪也不急着去教室 就坐在椅子上 看她收拾东西 婉晴问 现在不是早自习吗 天雪耸耸肩 反正都迟到了 老师问我 我就说我帮助同学来了 婉晴咬咬唇 没说话 实在不知道和她聊什么 天雪优雅地靠在椅背上 玩了一会儿头发 又问 我哥哥去了美国 你知道吗 现在知道了 婉晴淡淡地说 天雪浪了一下 质问 你怎么都不关心她 我不需要关心她 只需要满足她 你天雪一致 很为自己哥哥不值 我哥都为你 算了 反正她妈也不可能接受丁婉晴 哥哥那里说不定过一阵救腻了 要真把她心劝到哥哥身上去了 反而还害了她 婉晴挂了两件衣服 觉得脚痛 就坐在凳子上收拾 天雪见她用衣架挂一件 就要起身挂进衣柜里 看得都烦了 朝她伸出手 给我 婉晴看她一眼 也不好拒绝 天雪就靠在衣柜上当帮手 有一搭没一搭地和她说话 可惜她都回得很敷衍 最后天雪说起月考成绩 我刚刚好考到第五 你知道你考多少吗 多少 第三 天雪连猪炮似地说 第四名那里一定恨死你了 你这次比上次少了二十多分 是故意让他们的吧 结果第四名还是没考过你 上次你考第一 他们三个都被压在下面 丢脸也是一起丢 这次另外两个都爬上去了 她还被压着 呜 太没面子了 她一定恨死你了 婉晴淡淡地呜了一生 好像一点都不关心的样子 不但不关心那三个 好像也不在乎自己 从第一调到了第三 天雪一怒 问了一个劲爆的 你脚怎么回事 你们在家玩啊 什么 哀思爱 婉晴不明白地看着她 她顿时暴走 靠 居然听不懂 你和我哥管了那么多床单 居然听不懂 让她这个高贵纯情的千金小姐 情何以堪呢 婉晴想瞠目天阳不在 偷偷回家 实在是太天真了 天天补课 上完正课上自习 哪有时间 而且学校只剩下他们高三学生 全都住了校 所以校门戒严 不到补课结束 任何人都出不了学校 既然是这个原因 回不了家也无所谓 婉晴唯一担心的是 穆天阳 如果她回来了 肯定又会叫她回别墅 这提心吊胆的日子 持续到补课结束前三天 那天穆家有人来看天雪 宿管员来通知时 婉晴吓得浑身僵硬 生怕是穆天阳 天雪放下小说就出去了 十多分钟后回来 是一个人 婉晴偷偷地松了一口气 天雪拿着一扎粉色的卡片 解下捆绑的丝带 就一张张看起来 婉晴和其他两位室友 都有些疑惑 片刻后 其中一位室友问 天雪 这是什么 邀请卡 穆天雪说 下周三我过生日 请你们去参加 真的 当然 啊 找到了 穆天雪把一张邀请卡递过去 你的 然后又找出两张 给了婉晴和另外一位室友 接着把剩下的整理好 就癌间寝室去发了 此时发的是给女生的 男生的是下午去上课时才发的 全班都受到了邀请 并且都表示会去参加 包括一项和他对立的度欠 豪门子弟 娇妓也是从小培养的 今明两年 他们将全部成年 步入成人的世界 这段时间 没人邀请他们参加宴会 他们自己都会多办几个 好趁机多认识些人 和大家沟通感情 为将来做好准备 补课结束那天 婉晴收拾好行李 和天雪一起离开寝室 走出校门 没看到熟悉的汽车 天雪滴滴一笑 在他耳边说 看样子我哥哥抛弃你了 都不来接你了 说完就拖着箱子 走到一辆房车前 是穆家大宅派来接他的汽车 婉晴发了一会儿呆 突然笑了 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 他到回寝室 放下从别墅带来的 类沟大箱子 换了衣服 拿出自己原先的 蓝布条纹旅行包 装上书本和自己本身的衣服 就飞快地朝校门跑去 天雪在车上 百无聊赖地敲打着手指 突然 他想起什么 拿起手机打电话给穆天阳 哥 你不管他了 前面的司机是穆家大宅的 他不敢透露太多 所以简单地说了一个他字 想来司机也猜不出什么来 更不至于去跟穆老太爷和穆夫人告状 不过穆天阳倒是一下子就明白过来 好好准备你的生日宴会 我的事你少管 哦 我想我那位室友应该不会来吧 他必须去 穆天阳清晰有力地说 你给他打个电话 免得他以为自己自由了 哦 天雪挂断电话 又打给婉晴 婉晴刚刚走出校门 听到电话响起 一个机灵 还以为是穆天阳 他飞快地看向马路 没看到他的人和车 才慢慢拿出电话 见是天雪 松了一口气 喂 星期三 别忘了去参加我的生日宴会 哦 你什么你 我哥给你买那么多衣服 到时候自己过去挑一件 别穿的乱七八糟去破坏我的场面 我可不可以不去 天雪冷笑一声 你去问我哥好了 他 他回来了 对啊 他大慈大悲 先放你回家 如果你舍不得 我马上告诉他 让他派人去接你 别晚情大叫一声 低声道 我会去的 那就好 天雪挂了电话 晚情深吸一口气 觉得太阳晒得自己快要晕倒 他还没腻嘛 他还不放过自己 他以为 经过这三周 他已经不会管他了 晚情到家 许可威正在做饭 见他满头大汗 心疼地说 快坐下休息 我给你拿西瓜 我自己来 叫你坐着就坐着 许可威洋装愤怒 晚情见他精神不错 只好坐下来 西瓜端出来 两个人一起吃 晚情问 妈妈 你一个人在家很无聊吧 可不是嘛 许可威说 我说要去工作 你又不干 无 我是担心你身体嘛 晚情也有点纠结 他不想累着许可威的身体 也不想让许可威憋出啥心理疾病 如果穆天阳继续养着他 他倒不担心钱不够花 但这是不能让妈妈知道 以他们目前那点存款 妈妈还要继续用药和复查 他明年又要上大学 妈妈迟早得去找个工作 你就是瞎担心 我又不会去搬砖 有那么脆弱吗 许可威说完 笑隐隐地转变了口气 商量地道 我最近有留意 发现一个工作还不错 就看你同不同意 你说 晚情也没一口同意 到底要参考一下 在一家设计公司做行政 设计公司 晚情想了想 设计是费脑力 好像本身就不累 那行政又是做什么 许可威说 填填表 整理数据什么的 那家公司很不错 离家也不远 而且工资高 福利也比较齐全 那就去吧 许可威一笑 你说去就去啊 下周面试 通过了才能去上班 我的妈妈最厉害 一定会通过的 休息了两天 晚情想起天雪的生日 气气爱爱地告诉许可威 许可威见她紧张的样子 好笑地说 这副表情干什么 怕我不答应嘛 晚情撒娇道 怕你说我不务正业 交几个朋友是正常事 更何况你都18岁了 谁一辈子没几个朋友 现在独生子女这么多 没有兄弟姐妹扶持 偶尔有困难 还不都靠朋友帮忙嘛 要不是怕你因想学习 你这个年龄 交男朋友妈妈也不会对 妈妈还是很开明的 一句话说的 晚情咯咯直笑 但想起沐天阳 她已经失去了 交男朋友的权力 不忍哀伤 不想让许可威 发现自己的心事 她笑 笑得无比灿烂 不想让她都不忍哀伤 不想让她不忍哀伤 不想让她不忍哀伤